她是爽文里的大反派 三位师妹和美女师尊都是她的后宫家里 每天都会去偷看师妹洗澡 兢兢夜夜旅行反派职责 但很遗憾的是男主不是她 而是一个名叫夜晨的天选之子 可这些都不是重点 重点的是她有一个系统 只要还原反派灵霄的人设 走完剧情任务就可飞声成仙 于是她没事便会调戏一下师妹 什么检查师妹身体 和师妹交流技术如何 后美女师尊丝袜 但本因恨她入股的师妹一夜之间 今日却全部出动 暴打天选之子 守护我们最好的大师兄 为什么我的师妹全都一夜变成了病骄 不仅不对反派大师兄憎恨 反而主动前来贴贴 就连美女师尊都想要攻略我 直到二师妹喝醉说漏了嘴 我善良的大师兄 这些年你演得很辛苦吧 没想到这些年小丑竟一直是自己 而我们的灵霄不知又在做什么坏事 今日便是天选之子 拜师青蓝仙宗的高光时刻 时老 这机缘真的就在那青蓝仙宗吗 这是夜晨戒指中的时老发话 你最重要的机缘就在那山上 不认就是青蓝仙宗的收徒大帝 届时你就会知晓 就在此时夜晨的灵宠 突然看到上空有灵兽暴走 而我们的小师妹陆英英 正在后面急忙追赶灵宠 刚才还好好的 怎么喝了水就暴走呢 下一秒她便被灵霄给哭倒 只见灵霄一脸猥琐地看着陆英英 小师妹你终于落到我的手里 原来这一切都是灵霄搞的 现在这深山野灵就只有我和师妹 让师兄好好疼爱疼爱你吧 就在此时身后传来一道声音 放开那个女孩 原来是主角夜晨登场 只见她见指灵霄 光天化日之下 竟敢按下独手凌辱鸿门师妹 简直下流无耻到了极点 灵霄见自己的好事被打搅 闭脸生气 你客喵得算哪跟聪 老子可是青蓝仙宗大弟子 你是何人速速报上名来 行不改名做不改姓 我叫夜晨 灵霄文言一惊 这不就是人家一直苦等两年半的主角吗 随后她便出言挑衅起了夜晨 一个满门抄斩 被女皇通缉的丧家之群 要来青蓝仙宗寻求庇护了吗 赶紧给爷爷跪下舔脚 说不定还能放你一马 勉强收你做个外门扫地弟子 如此挑衅的话也成功激怒夜晨 没错这就是灵霄想要的 接下来只要按照剧情的发展 当主角夜晨刺伤了我 四师妹将会看穿大师兄的真面目 并且爱上夜晨 只要在夜晨拜入山门后处处找她麻烦 一次又一次被她打脸 最后绝望自杀 就可以飞身成仙了 来吧 让暴风雨来得更猛烈些吧 可下一秒天选之子竟被师妹一脚踹飞 灵霄一脸猛逼 这什么情况啊 只见陆盈盈一脸娇羞 搂着灵霄的胳膊 大师兄你没事吧 都怪那个不知道从哪里冒出来的丑八怪 坏了我们的好事 刚才我们进行到哪里了 人家还想继续 灵霄拿了 到底是怎么回事 我师妹的人设怎么崩了 随后陆盈盈便要提剑打了男主 男主的后宫竟要杀男主了 剧情真乱套呀 好在叶晨的灵兽救了他一命 这时时老感觉到了大势不妙 因为本是叶晨的机缘似乎发生了改变 而我们的四师妹又将魔掌伸向了他的大师兄 吓得灵霄撒腿就跑 留下喃喃自语的陆盈盈 小喵失控 被大师兄扑倒 还有那个叶晨 看来那个记忆都是真的 眼前的这个男人可以说是把反派人设做到了极致 不仅坐拥三位师妹每天进行交流技术如何 更是连他师尊的丝袜都不放股 只因他觉醒了闲鱼反派系统 只需每日兢兢夜夜扮演反派人设 走到结局便能飞升成仙 可令灵霄没想到的是 他最近老会梦到死在师妹的手中 明明自己的死法早就被安排得明明白白 只需静等男主叶晨拜师青蓝仙踪 然后自己专注干坏事 挑衅陷害男主 被一次又一次打脸后 最后身败名裂 自杀身亡 就可以飞升成仙 返回自己的世界了 可不知道为什么昨天师妹竟不按套路出牌 一脚踢飞天选之子将剧情全毁了 就在此时灵霄的小狗腿子 怀真端着洗脸盆来了 经过怀真的舒适打扮 大师兄今天也是一样的英俊 只可惜了这张脸 怎么就是个炮灰反派的命呢 一想到是尊注的山峰针够远 就头疼了起来 但这怎么难得住灵霄呢 只见灵霄纵身一跃便跳进自己的懒车中 虽说垃圾系统罢了功 但剧情该走还是要走的 四师妹不知道为什么崩了人设 其他女主可千万别崩啊 就在此时一道声音从灵霄耳边传来 身为宗门大师兄居然连遇见飞行都不会 真是丢进我们师门的脸 不思进取就算了还花费宗门经费大肆建造缆车 听到师妹们的吐槽灵霄不怒反省 还是那原来的味道 还是那熟悉的配方 连四师妹的人设也恢复了 我的师妹人设看来没有崩 随后灵霄摆出一脸欠销的表情 宗门的财政都是归我管 人家想怎么花就怎么花 你们要是愿意晚上来师兄房间内屏住夜谈 说不定师兄还能多给你们拨点修炼资源 二师妹文言直接反手给了我一记快剑 就连四师妹都嘲笑我给我做了个鬼灵 这才是反派日常的正确打开方式 很快几人便来到师尊的闭关洞悟 师尊闭关的这三年来宗门内务一切顺利 弟子们均已突破至先天 只有大师兄依旧停留在住基期 正如师妹所说 宗门在弟子的领导下紧紧有条 至于弟子的修炼进展啊 弟子努力做到没有退步 确实还是助击初期 随后二师妹更是将主角夜晨 要来拜师的消息告诉师尊 若是夜晨能够通过考验 拜入神鸾峰 也算补全神鸾峰无堪担大任的男子遗憾 系统也告诉林霄目前剧情进展顺利 让他再接再厉 林霄一脸开森 只要男主夜晨上山带他完成任务 飞升成仙 就可以回家了 可他不知道的是四师妹两天前居然觉醒天道记忆 在梦境中大师兄不仅被夜晨暴走 自己更是爱上了夜晨 即便大师兄让他远离那个男人 可他却在夜晨怀中不为所动 但没想到这个夜晨居然是个渣男 不仅玩弄师姐们的感情 就连宗门都因为他被灭门 他也意识到自己一直都错怪了大师兄 昨日夜晨的道来 让陆英英更加确信这段记忆 不仅仅是未来的启示 更是过去的警告 他不理解为什么自己会爱上这样的一个人渣呢 一直视为卑鄙小人的大师兄到底做了什么 陆英英下定决心一定要调查清楚 还大师兄一个清白 但依旧深受无数同门师妹的喜爱 只因他的反派人设早已被师妹们看穿 此时的村民正在教训偷瓜妖兽 而这只妖兽正是主角夜晨的灵筹 这次多亏灵潮所赐的法宝 瓜农们才能将他抓住 我们的大师兄此刻正在瓜田悠闲地喝着下午茶 随后问到旁边的老农这瓜宝熟吗 这肯定宝熟啊 而这片瓜田也被灵潮承包了下来 此刻的他一边吃着西瓜 一边朝着灵虫吐着西瓜子 你主人坏我好事 我还没找他算账呢 正巧你这个小不点落在我手上 小爷就好好陪你玩玩 你不是爱吃瓜吗 今天就让你吃个够 可就在此时夜晨突然出现 夜晨看见自己的小雕被如此欺凌一领气愤 老农见来人正是妖兽的主人 连忙让他赔瓜田的钱 可没想到主角夜晨居然是个嚣张跋扈之徒 侮辱他们这群凡人不配碰自己的灵虫 灵潮见状近还敢有人在他面前装十三 一个家破人亡的王国世子 有什么资格在小爷面前大小声 你若还想拜入青蓝仙宗得到宗门庇护 就乖乖赔钱下跪道歉 夜晨怒了 身为天选之子的他竟被灵潮三番五次贬低嘲讽 直接拔剑对着灵潮劈去 一阵轰隆声过后 当烟雾散去 只见灵潮撒腿就跑 并放下狠话 叫他走着瞧 还没反应过来的夜晨一脸猛逼 这就完事了 反观被揍的灵潮一脸开森 他没想到进行的竟如此顺利 距离炮灰领便当又进了一步 只是说好的走完结局直接获得最终奖励 怎么在过程中就发放了奖励 夜晨这边 施老则怪他做事太过冲动 如今得罪灵潮明日拜山考验 怕是会被处处针对 但夜晨此人自认不凡 即便沦落民间 也绝不受这些人的羞辱 这是刚才那名老农看夜晨实力不凡 连忙上前求原谅 可却被一掌鸡飞 我夜晨这一生放荡不羁 百无禁忌 但是最痛恨别人 伤害我的朋友亲人 吓得村民们连忙跪地求饶 随后又假惺惺地解释 自己一生行事恩怨分明 从不滥杀无辜 而他所做的这一切 都被躲在不远处的四师妹 看得清清楚楚 好一个双标的狗男人 只需你的灵宠 祸害别人的粮食 却不许人家奋起反抗 想到这里还是他的大师兄好 刚想去看看那老农的状况 却发现自己的大师兄早已到来 更是送上疗伤 但要当作陪礼 这一刻鹿鹰鹰 是越来越看不懂他的大师兄了 他发誓无论如何 都不会让叶晨拜入清兰先宗 一个是每日只会喝茶吃瓜的 反派大师兄 另一个则是天选之子爽文男主 今日男主叶晨终于 拜师清兰先宗 大师兄本打算被地里 助其一臂之力让其荣获第一 不料男主叶晨实在投体 一步之遥的第一名 就这么被自己玩脱了 今日就是清兰先宗 考验拜师之人的试炼之日 二师妹上来就是一顿激情演讲 并奉劝他们若是连 这么简单的考验都做不到 不如趁早打到回府 这时人群中的 叶晨一脸装十三地表示赞同 若是连第一道考验都心生恐惧 就别出来丢人现眼了 众人虽不满叶晨所说 但碍于他的身份天赋 也只好作罢 叶晨这时来到二师妹郭友荣面前 在下叶晨 久仰郭师姐大名 看着郭友荣的爵士容颜 叶晨不由心动 师老说得果然没错 青蓝仙宗果然是自己的机缘之地 随后便开始寒暄起来 听闻郭师姐在剑术方面造诣很深 在下有些修炼上的小问题 可否指点一二 林霄见状一脸不爽 你可以送我归西 但绝不能染指我的师妹 叶晨解释自己只是对郭师姐一见如故 想和她交流见计吧 林霄可不惯着她 一个没入门的散修 居然还有脸向我家师妹交流见计 而叶晨则讽讽林霄秀为低微 一看就是用了卑鄙手段败入宗门 怀晨则表示大师兄只是隐藏了实力 大师兄可是登仙T的最高记录保持者 虽然这最高记录的由来是个美丽的误会 但今天这13他是装到的 叶晨则完全不相信面前这个废材竟是记录保持者 并扬言不管林霄之前用了什么手段 自己今日定要破了他的记录 狠狠打他的脸 随后波友荣开始介绍起试炼规则 挑战者不允许使用武器 法宝 需凭借自身灵力登梯 达到金色阶梯前一百者可获得参加收徒大领资格 或者可继续挑战最高记录 如果作弊取消器资格 很快考验便开始了 众人也是一拥而上 有些实力不计者在青色阶梯上都寸步难行 可叶晨这家伙真不愧是天选之子 这点灵压对他来说根本不算什么 他是必要将林霄的名字踏平 让郭友荣倾心于他 按照剧情发展 反派林霄应嫉妒叶晨才能 故意给他使绊子 然而身为气韵之子的叶晨 靠着自身过硬的实力 不仅破了林霄的记录 还在石碑上留下自己的手印 眼看时机已到 林霄直接出手 叶晨也察觉到了不妙 一个闪身躲过了偷袭 就是可怜那即将完成青色阶梯的弟子 虽然叶晨很是不爽 但也拿林霄一点办法都没有 这时郭友荣警告林霄 让他不要再搞小动作 不然让他好看 林霄表面上答应 但接下来才是最后一次 因为第二次丢出的石头 将会被叶晨反弹回来击中他的脸 而郭友荣再也无法容忍 直接将他告发 此刻的叶晨一脸得意 林霄为了分散他的注意力 大喊天上有个美女在他上面飞 当叶晨抬头看去 林霄再次出手 不料这种小把戏 早就被叶晨看穿 可就当林霄满脸期待他的反击 令他没想到的是 叶晨这家伙竟为了 接住石块踩空坠崖了 林霄满了 这怎么和剧本里说的不一样啊 而隐藏在人群中的陆英英 遭到了大家的鄙视 只因我们的主角酷爱给自己加息 才以至于被二师妹出手教训 为何叶晨会掉下灯仙梯 其实这一切都是陆英英做的手脚 早就知道接下来剧本的他 提前一天就在灯云梯放置了变色龙 为的就是在大师兄最后一次出手时 趁叶晨不被偷偷下手 当然有人欢喜有人愁 但毕竟是天选之子又有气韵加深 怎么可能会止步在这里 只见不要脸的叶晨近赚人彩背 又开始一路高歌猛进 参赛弟子纷纷不服 他这是违规作弊 叶晨则表示 自己又没动用武器法宝 这一切都是靠他自己的灵力走到这里的 三个字 不要领 波友荣也判定其没有违规 这也更加令叶晨肆无忌惮起来 人不为己天诛地命 拜山名额有限 与其挑别人的刺 不如担心担心自己 而叶晨也成为第一个登上金色阶梯的人 众人见状开始在登仙梯上扭打起来 争夺前一百的名额 不愧是男主龙奥天 就是这么狂 弱肉强食这一套被他玩得明明白白 怀真小老弟对叶晨这种卑鄙无耻之徒痛恨不已 林霄则为其开脱起来 登仙梯的阵法没有将他排斥出去 就说明他没有违规 虽然不成有点曲折 但叶晨通过试炼的结果不变就行了 接下来就是他打破自己记录的高光时刻 如今场面混乱录音音的竹节已无法追上 难道真的无法阻止叶晨这个卑鄙小人了吗 此刻的叶晨一路扶摇直上 而他也终于看到林霄的名字 他再也掩饰不住内心的喜悦 林霄我要把你的名字狠狠地踩在脚下 此刻怀真一脸生无可恋 他不敢相信大师兄的最高记录就这么被破了 林霄则长叹了口气 总算是没出什么差错 成功打破记录的叶晨一脸装十三 可还没等他享受完自己的高光时刻 竟被石块狠狠地击中 此刻的录音音一脸猛逼 人家还没动手呢呀 林霄则四处寻找起来 又特喵的是哪个小可爱干的 令他没想到的是 对叶晨出手之人竟然是二师妹郭友荣 他是宗门中最受欢迎的反派大师兄 就连二师妹这种小野猫都能被他搞定 反观堂堂爽文主绝天选之子竟被当众羞辱 为什么二师妹郭友荣突然出手偷袭叶晨了 只因他也觉醒了天道记忆 看到宗门因叶晨而覆灭 果然像叶晨这种无视纪律的人 从一开始就不该踏入青蓝仙宗 你说对不对啊 大师兄 林霄拿了 按道理来说二师妹不是应该帮叶晨的吗 此刻的郭友荣也更加确定 他觉醒的那段天道记忆是真的 所以他现在绝对不会让叶晨入宗的 而叶晨这边还在苦苦坚持 为了不掉下灯先踢 又想搞小动作 不料竟被人发现一脚将他踹飞 还想再来 真拿人家当傻子了呀 叶晨内心十分不甘 难道自己这次真的要在这里栽根头了吗 自己大仇还未得报 机缘还没拿到 明明我才是气韵之子 我的人生不甘是这样的 而就在此时他竟挑服在了空中 原来是师老暗中出手 没想到今日竟会如此悲惨 如今的叶晨已经被怒火冲锢了头脑 他让师老再次出手助他一臂之力 无奈的师老也只能被迫答应 郭友荣眼看情况不妙 打算再次出手偷袭叶晨 但被林霄发向了端倪 这架势是想要干嘛呀 万一主角叶晨失败了 那后面的剧情还怎么搞 叶晨必须通过考验 不管发生什么 小爷都要出手阻止悲剧的发生 下一秒林霄竟然一把搂住郭友荣 两个字 牛逼 此刻林霄一脸生无可恋 这下完蛋了 想都没想就抱上去 这下该怎么解释呢 难道要说小爷看上你吗 做小爷的女人吧 这时林霄轻轻在郭友荣耳边说道 住手吧 师妹 大家都在看了 人家都在努力考试 他们却洒起了狗粮 真是杀人诛心啊 郭友荣也是小脸通红 下一秒便给林霄来的一记过肩摔 即便是被摔在地上 我们的林霄依旧还是那么温柔 郭师妹 这种事情交给师兄来做就行了 这一刻郭友荣已经完全沦陷 难道师兄是怕自己的小动作被发现 为了守护人家的名声才这么做的吗 而就在这时靠着师老帮助的叶晨一路高歌猛进 再一次打破了记录 可惜帅不过三秒 郭友荣看着这一幕 果然如同天道记忆里说的那样 叶晨成功竞技还打破了大师兄的记录 看来对付叶晨确实没那么容易 林霄这边则是一脸开森 真不愧是主角 虽然过程有些狼狈 但结果还是可以接受的 只希望收徒大点一切顺利 别再出什么幺蛾子了 可就在此时 狼狈不堪的叶晨竟对林霄撂下狠话 林霄 今日我受到的侮辱 他日必定万倍奉还 他是将主角狠狠踩在脚下的反派大师兄 就连之前一直讨厌他的二师妹 现在都主动前来投怀送报 只因觉醒天道记忆的师妹 才发现大师兄是那么的可爱 此刻青蓝仙宗大殿内 郭友荣正在通过传音御牌 禀报此次登仙T考验的情况 此次登仙T考验共计356人 通过者100 此外还有一百余人身受重伤 50余人在打斗过程中违规淘汰 掌门和众位长老有些不紧 为何今年会有这么多人受伤和违规呢 于是郭友荣便将此次事件的始作俑者叶晨说了出来 并吐槽叶晨好斗自负 心术不正 虽然通过了考验 但却不配做青蓝宗弟子 并提议将其淘汰 随后众长老便讨论起叶晨的去留 但宗主认为叶晨不仅是第一个通过考验 而且还是打破了通关记录 这种添交淘汰实在可惜 况且修仙之路本就少不了竞争 有竞争才能刺激进步 这个叶晨 就让他参加明天的收徒大典吧 是否有真材实料明天即可知晓 众长老深知此次宗门收徒大典 将是宗门的一次巨大转机 所以也是尤为重视 郭友荣此刻陷入了沉思 他知道转机自然指的就是叶晨 但叶晨带来的不是福而是福 另一边我们的灵霄正在练丹房 一脸装十三的训斥师妹们 让他们都提起精神练丹 学海无牙 单到无营 无被自当上下求索 方可学亏天人 可令灵霄没想到的是 他因还原人设成功 触发暴击奖励 将他的练丹技能品级提升到了五品 要知道即使是叶晨这个主角 刷完一个大地图后才达到五品单到 自己现在就日常装了个逼 就从入门达到了五品单级 要是再这样下去 他这个渣渣反派 好像揣掉叶晨自己当男主 好像也不是不可以 但灵霄现在只想走完剧情 飞升成仙 这男主谁爱当谁当 而灵霄接下来就要去偷走丹药 好为明天比武大会的打脸剧情做准备 接下来就是等待二师妹 来揭发他偷毒药的剧情了 果然过师妹他来了 师妹啊 你知道每当师兄见到你 都会想起一句谚语吗 那就是海奈百川 有容奶大 说完 灵霄便一脸期待二师妹快来骂他 可没想到一直讨厌 灵霄麻了 这特喵的不对劲啊 绝对不能让剧情再这样偏离下去 随后便对着二师妹一顿恐吓 并将自己今日来偷偷取丹药的事情泄露给了他 至于是什么丹药具体干什么用 让他别管 但令灵霄没想到的是 郭友荣不仅知道他要偷的丹药是什么 更是早就将丹药给他备好了 拿到弃绝丹的灵霄临走时 还不忘提示二师妹 自己要拿着没丹药对付一个他讨厌的人 就差直接将叶晨的名字告诉人家了 自己这么反常的举动 二师妹总该怀疑自己了吧 殊不知郭友荣内心无比激动 大师兄也太可爱了吧 以前人家怎么就没发现了 多亏了天道记忆 让我知道大师兄的真面目 放心吧大师兄 这没弃绝丹 人家已经为你动过手脚了 这次绝对不会失败的 一个是宗门中公认的废才反派大师兄 另一个则是新进主角爽文里的气韵之子 可如今本应是人人喊打的反派师兄 反而成为宗门中最受欢迎的对象 反观堂堂天选之子爽文男主 却遭到了师尊和师妹们的无情打击 只因大家都觉醒了天道记忆 今日就连师尊萧红灵都聚透起了剧本 青蓝先宗有五座主峰 分别名为凤鸣 神鸾 赤云 云荡 龙首 每一座主峰各有一名手座坐镇传道 而神鸾峰的手座正是被冬裕称为第一美人的萧红灵 萧红灵性格豪放洒脱 嗜久如命 而且还极度自恋 对宗门之士不闻不问 对外人霸道刚烈 但对坐下清传弟子却极为用心不短 就算我们的灵萧是个整日不学无数调戏妹子的废材 也不曾将她赶下山去 直到灵萧趁着师尊闭关修炼 色胆包天偷走了萧红灵的白色丝袋 第二天与叶辰干架之时 被叶辰的灵宠叼了出来 这也令萧红灵在拳宗丢尽了颜面 从此之后萧红灵在叶辰的一次次打脸灵萧的剧情中 彻底对灵萧失望 最后更是亲手斩去灵萧的灵根 使其沦为凡人 就连灵萧本人都不由吐槽起剧中的他真够变态 连养于自己长大的师尊的丝袜都想偷 但他今日好像就是来偷丝袜的吧 眼看四下无人的灵萧悄悄地推开了师尊的屋门 而映入眼帘的便是师尊的贴身衣物散落一地 师尊闭关前到底都干了些什么呀 根据剧本的走向萧红灵是在收徒大典时 才发现丝袜是被灵萧偷走了 所以灵萧为了不被发现 于是捏手捏脚地开始行动 可找了半天都没找到丝袜在哪 灵萧严重怀疑今天到底是不是偷丝袜的剧情 于是灵萧化身名侦探开始了推理 他分析师尊这个酒鬼闭关后就不能喝酒了 所以在闭关前一定喝了不少酒 出汗之后自然是要沐浴 剥掉外山之后最后自然是丝袜 所以真相只有一个 丝袜就是被丢在浴池这里 拿到丝袜的灵萧一脸开森 这样距离他非生成仙又静灵 接下来就是等待收徒大典时 被叶晨打脸的美好瞬间了 可灵萧不知道的是他的所作所为 都被萧红灵看得是一清二楚 这也更加让他确定 天道记忆里发生的一切都是真的 记忆里萧红灵废了灵萧之后 不仅将无相剑体传给了叶晨 更是对叶晨暗生情愫 可他没想到叶晨此人 不仅是令宗门覆灭的罪魁祸首 还是一个玩弄感情的渣男 他萧红灵不曾想自己 居然会对一个男人俯首称臣 还让出了无相剑体 自己真是可笑至极 叶晨你到底是什么样的存在 萧二 你又在其中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呢 如今萧红灵觉醒了天道记忆 他发誓绝对不会再让记忆中的悲剧重演 当天命反派大师兄和堂堂爽文男主 碰面会发生什么 面对废柴反派的当众羞辱 我们的气韵之子竟然不敢出手 而是选择灰溜溜地逃走 虽说叶晨成功完成登仙踢的试炼 并打破了记录 但他这种靠着卑鄙手段 通过考验之人 自然成为大家唾弃的对象 而他依旧是那桩十三的表情 暗只能站在这里的人 没有一个不是把其他人推下去的 这时我们的大师兄突然出现 当众羞辱叶晨 就是个只会装清高的卑鄙小人 既然你这么厉害 为什么不去魔宗拜师呢 听到灵霄如此折辱自己 叶晨一脸不爽 还说灵霄才是那个真正的卑鄙小人 这时施老提醒叶晨让他冷静 毕竟这里可是灵霄的地盘 灵霄文言恶狠狠地看着叶晨 巴巴可以乱吃 但话可不能乱说 指控本首席你有证据吗 而他俩发生的这一切 都被躲在不远处的郭友荣 看得一清二楚 果然按照剧情 这两人在收徒大典前队上 为了将悲剧扼杀在摇篮里 郭友荣决定只要叶晨这次 有任何违规举动 他就会立刻出手 让他参加不了收徒大典 叶晨眼看情况不妙 于是话题转 说灵霄是被他破了纪律 所以才恼羞成怒 一直在故意针对 可他不知道的是 灵霄早有准备 他已经偷偷记录了 叶晨丢脸的全部过程 我宗建东上千年来 还是第一次有人 以这样的姿态登梯 真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啊 这刘影时就送你 拿着当传家宝 此刻的叶晨 已经愤怒到了极点 身为天选之子 当时的爵士添娇 今日竟被一个废柴当众羞辱 真是可恶至极啊 虽说波友荣很想出手 但一直没找到合适的机会 就在这时 萧红灵也出现 与徒弟一起暗中观察 两边又开始打起了嘴杖 叶晨更是直接放下狠话 若是有胆 就来单挑分个高下 而这一切不就是灵霄想要的吗 于是当即答应叶晨要与其一战 叶晨一脸不爽地看向他 区区一个废物 既然主动找打 那就别怪他不客气 波友荣顿不妙 师兄这是自觉坟墓啊 若是挑衅在先还被打败 会被天下之人耻笑的 果然还是打断叶晨的腿吧 此刻的灵霄气焰更盛 催促叶晨赶快对他出手 叶晨这时挠不起来 为何灵霄这四感 在大庭广众之下如此挑衅呢 一定是想逼自己先出手 到时候再以此为把柄 让自己失去入门资格 灵霄见他还未动手 看样子只能在家把劲了 人家就站在这不动 你都不敢出手 难不成你还等着 人家出手指点你们呀 你这卑鄙小人 别以为我看不出来你的奸计 灵霄则是一脸满不在乎的表情 于是继续加大嘲讽力度 而这也逼得叶晨拔剑就要对灵霄出手 可最终叶晨还是选择了放下长剑 随后撂下狠话灰溜溜的离开了 这时郭友荣终于松了口气 若是刚刚那一剑 攻向大师兄后果将不堪设想 而萧红灵也被刚刚灵霄的表现所折服 之前怎么就没发现 灵霄这小子这般有胆识气魄了 若非耕骨派茶必然是人中龙凤啊 这次系统提示灵霄已经成功完成激怒主角剧情 灵霄人麻了 原本剧情不是丢流饮食就结束了吗 没想到叶晨竟会突然发难 吓得自己差点被吓尿 不过好在最后隐地附身 不然这段就要搞砸了 曾经人人喊打的反派大师兄 如今却成为宗门最受欢迎的存在 反观宗门星星天选之子 竟沦为宗门师妹的头号公敌 只因我的师尊和师妹觉醒了天道机遇 一夜之间全部成为了病交 今日就连冷面四师妹都差点灭掉天选之子 为了能够逼叶晨出手 灵霄更是变本加厉 直接脚踩天选之子 真是将反派人设做到了极致啊 突然一道音波攻击向他袭来 灵霄见状赶忙后撤 原来是四师妹楚又威出手 并指责起灵霄气人太甚 毕竟叶晨早晚都要入宗 身为大师兄却如此气辱同门 灵霄想到小说里的冷面师妹楚又威 对夜晨的专宠可是独一份的 这次他肯定能顺利走完剧情任务 随后便躲到不远处观察起来 就是没想到他们为何会这么快就遇上 难道是剧情快进了 夜晨这个渣男内心开心的一批 青岸仙宗果真是盛产美人的桃源之地 自己随便走走就能遇见这般绝色美了 更是夸赞有楚师姐为自己奏乐 他的建议定能更上一层楼 看到这一幕灵霄就放心了 接下来他就只需要等夜晨开始修炼 到时候果断来个偷袭 将他美美的胖揍一顿 那么今天的任务就圆满达成了 可还没等灵霄做好准备出手 夜晨这边就突然口吐鲜血身受重伤 原来是楚又威的情声里藏了杀鸡 听久了就会伤及五脏六腑 这时四师妹冰冷地说道 没人敢打扰她练琴 本想试试夜晨的深浅 不料竟是个饭囊一架 虽然夜晨很是脑虎 但还是无奈道歉 反观之前救下她的四师妹却变了一副样子 也开始对夜晨嘲讽起来 一旁的灵霄人直接傻 男女主怎么突然就打起来了 在这样下去之后的故事还怎么演 想到这里灵霄决定为夜晨找回场子 还以为是谁在欺负属师妹呢 原来是你这无胆鼠辈 之前不敢和人家鄙视过招 欺负其女人倒是得心应手了 看到灵霄出现夜晨直接暴怒 猜测刚才发生的一切肯定都是灵霄胁迫妹子对她下手 如此下座简直无耻至极 灵霄则表示那又怎样 明明是你打扰师妹恋情在先 人家可是纯粹的在成奸除恶 面对处处找他麻烦的灵霄 而且这次还有妹子在场 她实在是忍无可忍了 打算出手好好教训一下灵霄顺便找回场子 灵霄本以为终于能够得偿所愿被当众打脸 可下一秒他俩便被楚又微的音波全部干翻在地 灵霄直接麻了 剧情怎么又走歪了呢 这也让夜晨认定他俩就是一伙的直接撒腿就跑 虽然剧情跑偏了但好在任务成功完成 为了避免节外生之灵霄也紧随其后 看到大师兄走后 楚又微彻底绷不住 他不晓得事情为什么会变成这样子呢 自己只是想为大师兄出出气 怎么反而把大师兄打伤了 都怪这个死夜晨非要凑得那么近 不然也不会误伤了大师兄 楚又微想到前几日觉醒的天道记忆里 夜晨会在他出现时重伤大师兄 如今大师兄被自己重伤 而且夜晨也没讨到什么好处 这样看来结局似乎已经天理了 只要不顺着天道发展那就算成功 但为了以防万一 接下来依旧不能掉以轻心 表面上风度翩翩的天选之子 背地里竟是个道貌黯然的伪君子 而我们的反派大师兄 面对师妹的主动投怀送抱 欣然果断拒绝将师妹拒之门外 在灵霄的记忆里 男主夜晨为了自己的灵宠 竟直接灭掉了抓他的老龙 更是虚伪的解释 自己这一生放荡不羁 百无禁忌 但最痛恨别人伤害他的朋友亲人 还扬言自己一生行事 恩怨分明从不滥杀无辜 真是虚伪至极啊 简直就是一个双镖狗 只许自己的灵宠 祸害别人的粮食 却不许人家奋起反抗 什么狗屁男主 灵霄一想到 师尊和师妹 居然要给这种人做后宫就十分劳务 但想了想这些事情 好像还轮不到他一个小反派担心 毕竟这里只是小说世界 等领完结局 和饭飞声成仙才是关键 明天就是收徒大点 接下来灵霄只需要等着 明天主动被夜晨打脸就好了 刚想入睡的灵霄决定 还是先偷窥一下师妹们 毕竟都是为了还原反派人设嘛 可就在这深更半夜之时 三师妹突然来敲灵霄的屋门 在原著中三师妹身怀情心剑破 性格温婉善良 单纯的就像一张白纸 即使最后灵霄身败名列 被主角夜晨囚禁在后山境地 其他两位师妹恨不得杀他后快 唯独三师妹依旧为灵霄求情 一想到自己被夜晨打脸后 他便不再是三师妹心中 那个光辉万丈的大师兄了 但为了能将反派人设进行到底 灵霄还是选择调戏起师妹 更是直接想给楚优薇检查身体 这下流的嘴脸 灵霄自己看了都恨不得给上一拳 本以为会被楚优薇抱走 可下一秒楚优薇竟然主动投怀送抱 灵霄一脸猛逼 师妹们怎么都成了病交 一个两个的都不按剧本来 人家还怎么演下去 但一想到自己可是整日调戏妹子的猥琐大师兄 送上门的福利躲什么躲呀 虽然师妹的人设崩了 但自己的反派人设可不能崩啊 灵霄当想下手却被三师妹不小心打理 灵霄麻了 果然 男主期不可期 反派一出手就会遭天请 楚优薇看着怀中受伤的大师兄一脸自责 而楚优薇今夜前来找灵霄 是因为昨日练琴不小心将琴弦弄断了 想明天下山找一位练器师傅修李一帆 但他自己对城里不太熟悉 所以想请灵霄明日一道前往 灵霄想了想 书里好像没修琴这段剧情啊 为了防止剧情跑天 但最终灵霄还是拒绝了楚优薇的苦口哀求 他明天还得赶着给主角夜城打脸呢 就算顶不住也得顶 令灵霄没想到的是三师妹的人设竟然也发生了改变 这一段修琴的剧情援助可从未提及 这是怀真小老弟也来找灵霄 原来是师尊萧红林出关了 有极为要紧的是叫灵霄立刻去添泥啊 灵霄麻了 都什么鬼啊 怎么都是原文没有的剧情啊 这下全都乱套了 不管了 得去了才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 躲在不远处的楚优薇内心早已爱上了大师兄 原以为这把琴才是自己生命中最重要的东西 直到某一天觉醒天道记忆的那一刻 真正对自己好的只有大师兄 楚优薇今夜本想带着灵霄远走高飞 逃离这个是非之地 既然逃跑不成 那就必须先下手为强 绝对不能让大师兄明日被叶晨搞得身败名裂 保护大师兄的任务就交给我 200岁的冷艳师尊竟也有如此娇羞的一面 一心只想被男主打脸的反派大师兄 最近却总被师妹们盯上主动投怀送抱 今夜就连冷艳师尊都向他撒起了胶 当灵霄来到神乱之殿的天女牙 却发现师尊房间异常安静 总感觉是暴风雨前的宁静 三更半夜召见他难道是上次装女生混进去洗澡的事情被发现了 一想到这里灵霄直接冷汗直流 这时喝醉的萧红灵换灵霄赶紧进来 灵霄感觉师尊的心情好像很不错的样子 看来自己偷丝袜和混进去洗澡的事情 应该没有败露 当灵霄刚一推开屋门 萧红灵便小手一攻 师尊可是有一阵子没看到你了 快过来让师尊好好瞧瞧 随后灵霄便被直接拽进了屋中 这特喵的难道是酒鬼发酒疯了 面对如此波涛汹涌的师尊这谁顶得住啊 要不是明天人家将被夜城打理 今晚我们的仕途情意就要破裂了 这时萧红灵突然发现灵霄净突破到了助击 不仅如此就连根谷以及灵根也发生了蜕变 灵霄一时也不知该如何回答 果然什么都瞒不过这位修真界第一仙子啊 只是尴尬的解释无意间得了些先缘 毕竟是我萧红灵的徒儿 受天道气韵的眷顾 果然喝醉后的师尊智商有些不在线 灵霄没想到这么轻而易举就糊弄了过去 随后萧红灵询问起 灵霄是否已经见过那个气韵之子夜城了 灵霄有些疑惑 为什么师尊会提前知道夜城此人了 萧红灵怕灵霄有所察觉 于是借着醉意又摆出一副憨憨的模样 下一秒萧红灵霄突然起身 想要和灵霄做点好玩的事情 随后一把抓住灵霄的双手 就要将他推倒 灵霄也有些不知所措 难道今天自己终于要变成真男人了吗 可紧接着灵霄身体便莫名其妙地不断下沉 等灵霄再次睁眼 竟发现自己出现在撂无人烟的悬崖上方 这里难道是师尊的一空间吗 紧接着便是叨叨闪电向灵霄起来 途儿 速速以为是鸡剑 灵霄麻了 鸡剑 以特喵的原因巅峰 半步化神 青蓝献宗剑到第一人 你叫人家和你击个锤子的剑啊 灵霄当即拒绝 表示自己不配与师尊击剑 只见苍穹中出现了一柄散发着恐怖无边剑压的长剑 灵霄没想到师尊的本命灵剑竟恐怖到了如此地步 纯靠一身精纯浩瀚的剑意 驱使得剑决神通 最简单直接也最霸道灵力 难道这封女人是想用着剑一红流 将自己活生生喂养给她的剑灵吗 身为剧本里的大反派灵霄 她这一世 若是不能死于叶晨之手 那能收她性命的也只有自己 只见灵霄一生剑来 竟以先天之境 召唤出自己的本命灵剑云梦泽 这也是肖红灵第一次看见灵霄如此认真的遇见 虽然见其规模尚可 剑意薄弱了一些 不过还算是前途可期 既然如此 唯是今日便来度你一程 她是自带光环的反派大师兄 但今夜却被冷艳的伯良师尊一剑贯穿胸膛 为何师尊会这样 只因冷艳师尊 萧红灵也觉醒了天道记忆 你们以为我们的反派大师兄 这就凉凉了 并没有 这么做的目的 其实都在为了给灵霄逆天改命人 果然拥有光环的反派 即便是天选之子也得靠边站 面对萧红灵的步步紧逼 灵霄是一脸无语 特喵的这封女人是真想灭掉自己 一个个人射都冬到姥姥家去了 人家在这里辛辛苦苦跑 剧情容易貌无 既然如此 这反派老子不当也罢 可惜帅不过三秒 灵霄当撂下狠话便被惊雷劈中 本以为自己生死到 萧提前领了合范 可下一秒一股 由雷电凝聚的 时空屏障包裹住了灵霄 灵霄一脸震惊 这难道是见其领域 萧红灵也在此时再次出现 图儿 看好这一招 此招名为见义贯底 咫尺见仙 就当灵霄用心感悟之时 萧红灵突然出现在灵霄面前 更是寒情默默地看着我们的灵霄 图儿 忍住 可能会有些疼的 灵霄一脸害羞 世尊这是什么情况啊 人家还是个小孩子呢 灵霄本以为接下来可以好好享受 可突然一阵刺痛起来 只见萧红灵近一见贯穿了他的胸膛 灵霄麻了 这特妙又是什么情况 板派难道要提前领便当了 只听见萧红灵冷冷地说道 什么天命之子 轮回宿命 通通滚一边去吧 我萧红灵的弟子 当横牙一事 独步行空 不弱于人 灵霄也渐渐地闭上了双眼 与此同时 在山下修炼的叶晨却被石老告知 大事不妙 本该属于叶晨的机缘 如今却不知为何消失了大阪 石老猜测机缘绝不会凭空消失 定是被他人半路截胡 叶晨文言直接暴怒 他堂堂弃运之子 从来都是他夺人机缘 今日竟敢有人坏他弃运 他绝不允许青蓝先宗 有这般逆天的存在 等他找到此人定要亲手灭之 石老这时叮嘱叶晨至青蓝山 如今再去不得 从他昨日踏入这里开始 天机就在慢慢发生改变 本是先缘之地 现在看来怕是龙堂虎穴 叶晨还是那一脸装十三的表情 石老 你是知道我的 人不犯我我不犯人 人若犯我我必诛之 昨日之辱 本世子必是被讨完 凌云一早杀上青蓝先宗 一血前耻 可叶晨不知道的是 三名病交师妹早就盯上了他 而他们此次前来 就是要亲手灭掉叶晨 让这一世的悲剧不再重演 天选之子为何会成为 师尊和师妹们的死敌呢 只因前世他不仅欺骗师妹们的感情 更是将魔门引来攻打青蓝先宗 道貌岸然的他眼睁睁地 看着宗门被屠戮殆尽 也就是在这最后一刻 几人才真正意识到 大师兄之前为何处处针对叶晨 上一世的记忆中 魔门为缉拿叶晨进攻青蓝先宗 青蓝先宗为守护宗门 与魔门大战三天三夜 最终长教和众多长老弟子全部牺牲 现在就只剩下萧红灵和他的这三名弟子了 看着覆灭的宗门路 阴阴无助地询问 为何叶晨还不来救他们 几位师妹们坚信叶晨 一定会回来解救大家的 只有萧红灵早已看穿了这一切 叶晨去了中州南域游历 现在估计正与南兆国的圣女谈情说爱呢 而师妹还是不愿相信 明明魔门天灾是他引来的 他却抛弃了大家 萧红灵真是霸气地说到 即便青蓝仙宗只剩下我们四人 我们也要死战到底 牛头怪则表示自己要一挑四 就在这千军一发之际 牛头怪身后传来一声怒咳 助手 而来人正是叶晨和凤明峰的助师姐 只见两人双剑合必 开启布山大阵 将魔门之人全顾抹杀 叶晨缓缓走向陆英英面前 师姐人家来晚 幸亏你们没事 看着尸横遍野的屯门 陆英英再也忍不住了 他质问起叶晨 事到如今你就只有这句话吗 莫有龙和楚右威 也投来鄙视的目光死死盯着叶晨 你得到青蓝剑法 还和凤明峰的助婉宁修炼成了双剑合并之法 关键时刻出现启动护山大阵 击退魔门 为什么时机这么微妙呢 叶晨你究竟是什么人 为何与你产生羁绊的朋友亲人 都没一个友好下场 反而最终获得莫大好处 名动天下的却永远是你 可叶晨还依旧在极力的脚垫着 而萧红灵早已看穿了他虚伪的嘴里 拔剑就要斩灭这气势灭族制度 可拥有天道庇护的天选之子 岂会是那么容易解决的 萧红灵也不幸被天道降下的惊雷劈成重伤 而叶晨这时终于暴露出他本来的面目 师尊 我叶晨乃天道庇佑的天选之子 就凭你也配与我为敌 如今我的妹妹叶轩儿 已经率领八十万北川惊奇来到青蓝山下 只等我一声令下 便可将魔门一网打尽 他们发誓这一事 绝对不会再让悲剧发生 杀叶晨 保护大师兄 他是爽文里的天选之子 今夜却被三名妹子一起偷袭围剿 可拥有天道庇佑的天选之子 又岂会是这么好斩灭的呢 为何师妹们会集体出动讨伐叶晨 只因为表看似风度翩翩的叶晨 其实内心却是个刀貌黯然的伪君子 不仅宗门因他负面 就连一心为师妹们的大师兄都因为他惨死 此刻的叶晨正在房间内呼呼大睡 陆英英看时机已到吩咐自己的灵虫小喵出手 小喵去吧 用你的力找把叶晨那个人渣撕成真正的人渣 可刚飞出去没多久 小喵身后就出现两道攻击 好在陆英英及时提醒这才令小喵躲过一劫 可两道攻击碰撞产生的声响也使叶晨有所察觉 本以为是雷声却被师老告知有嫡系 叶晨闻眼猛的惊喜 一把拿起床上的长剑 随后跳上屋顶 可却并未发现一人 叶晨询问起师老是不是老狐独听错了 师老坚信自己绝不可能听错 他分明感应到有三股极强的敌意锁定了客栈 这青蓝山果然古怪的很啊 师老 你是不是不想让人家上青蓝山 特意编出来唬人家的吧 你看老夫像是那种人吗 随后又是几道惊雷劈下 这也让叶晨确信刚才的就是雷声 为了明天能更好的参加青蓝宗的收徒大典 叶晨又返回了房间睡觉 还不忘特意叮嘱师老安静的 别没事大惊小怪的 其实刚才的两道攻击分别是来自二师妹郭友荣和三师妹楚又威 为什么自己的权力一见 剑势居然消失得无影无踪 而为何人家的情音没有攻击到叶晨呢 明明已经瞄准了呀 二人决定再试一次 刚回到房间的叶晨正打算躺下 却又被石老提醒小心身后 可等叶晨回头却什么都没有 有的也只是叨叨惊雷 叶晨一脸不爽 这老家伙又来这一套 石老 你可听说过 忙来的的故事 石老解释自己刚刚明明看见了 若老夫说谎 天打五雷轰 话音刚落 便是五道惊雷回应 石老 饭可以乱吃 话可不能乱说 你现在都是一缕幽魂了 再被天雷劈了 怕是要魂飞魄散 行了 睡觉吧 师妹们麻了 那叶晨果然如记忆里说的 有天道庇护 什么天道庇护啊 还不是你们三个 都不知道对方的存在 三人决定等叶晨明日入宗 在收徒大典上再次出手 定要让叶晨有来无回 为何曾经在宗门 最受欢迎的反派大师兄 如今却沦为了阶下囚 就连师妹都无情地 送上匕首让其自觉于此 被同门羞辱 被师尊师妹们嫌弃 这次他终于累了 拜师清兰宗说起 在灵霄与上山拜师的 叶晨发生冲突后 叶晨竟从灵霄身上 搜到他偷拿的师尊丝袜 而这也令灵霄受尽宗门的羞辱 怀恨在心的灵霄在师尊睡着后 偷偷拿走了师尊的禁忌法宝 绝天黑莲 在第二天的五脉会武时 打算用绝天黑莲被刺叶晨 最终灵霄被萧红林关押到了思过亚 除又微不理解 为什么之前和蔼可亲的大师兄 要偷师尊的禁忌法宝 去残害叶晨师弟吗 幸亏叶晨师弟身怀绝技逃过一劫 不然等待师兄的处罚 就不会是在撕过牙撕过这么简单了 灵霄不知道怎么告诉他 自己为何要这样做 如今萧红林对灵霄彻底失望了 并要给叶晨灌顶建议 弥补灵霄对叶晨的冒犯 灵霄文言一把握住处又微 不许你们和叶晨在一起 刚要解释的他却被波友荣一脚踹飞 调戏完师尊还不够 现在又要非离处师妹 身为神乱风的首席 竟屡次做出如此下作之事 神乱风的名声都被你败坏了 随后波友荣竟丢给灵霄一柄敌手 你要是对神乱风还有一点感情 就自觉于此 别再玷污神乱风的名声了 冰冷气飞的山洞内 如今却只有灵霄和一柄敌手 这一切是多么的可笑啊 一心为宗门的师兄 静落得如此下场 灵霄这一世真的累了 最终选择自我了断结束了这一切 突然灵霄猛的一惊醒 他感觉刚刚做了个好长的梦 但这梦却又很真实 仿佛就是自己的记忆 此时的萧红灵一脸醉意地看着灵霄 明明是师尊为你灌点建议 你倒是累得不轻睡着了 快点赔为师喝一杯 庆祝你获得了为师父与你的无相舰体 灵霄一脸猛逼自己竟获得了无相舰体 根据原著设定 清兰宗凡是那门弟子 剑道考核达标后便能去地底剑主 以自身剑意注入荣儒之中 锻造自己的本命灵剑 而且每一柄灵剑随着直剑人 自身剑道境界的提升 有几率孵化出强大的剑灵 比如二师妹郭友荣的寒冰剑灵 三师妹楚又威的秦星剑灵 和师尊萧红灵的本命灵剑青兰剑 原助理男主叶晨就是获得了萧红灵的剑意 觉醒了无相舰体 这才能杀回皇都首刃仇人 灵剑是一脸无语 特喵的如今自己获得了 本该属于叶晨的无相舰体 这么大的机缘竟被自己提前截胡 这还玩个鸟啊 万一明日在收徒大典上掌控不好力度 一不小心把主角一剑戳死自己 还怎么飞升成仙啊 萧红灵看他心不在焉 为何为师给你酒你却不喝呢 看到如此娇羞的师尊 灵剑竟不知如何是好 面对步步紧逼的师尊 灵剑连忙从萧红灵的腿上起来 并为刚才的冒事道歉 随后萧红灵竟走到灵剑面前 在他耳边轻轻地问道 你家师尊生的好看吗 害羞的灵剑是一脸问号 难道师尊被人夺赦了 怎么突然会问这么少女心满满的问题啊 灵剑见状连忙夸赞起萧红灵 可萧红灵似乎有些不买账的样子 其实今夜叫灵剑前来 除了帮他提升渐进之外 还有一件事 那就是身为神蓝风首席的他 若是有人敢挑衅让他务必出手斩杀此人 不要问为什么 只管照做就好 出了什么事师尊替你赶着 灵剑顿是有一种不祥的预感 师尊到底是怎么了 一个是拥有帮还的反派大师兄 另一个则是天选之子爽文男主 近日两人终于在收徒大典正面对上 本以为马上就要杀青回家 不料主角竟被师妹一个大壁东山飞 收徒大典当日 我们的主角叶晨一脸装十三的闪亮灯场 师老问他有没有什么新意的师傅 可在叶晨眼里这些都不重要 他此番前来只是为了机缘 若真如是老所说 有人截胡了他的机缘 他必将此人阵杀之 但其实叶晨内心想的却是要进入神乱风 将里面的妹子全部收入自己的后宫 更是扬言要做全天下妹子的老宫 不像那个空有皮囊的大师兄 与自己相比不过是个废物而已 就在这时我们的大师兄遇见而来 也只有如此出场的方式 才能配得上我们这个绝世风华的先门公子 先者 当如是也 看到风头被林霄抢去 叶晨是一脸不爽 什么狗屁绝世公子 就是个须有其表的小白脸罢了 话音未露 林霄便来到主角叶晨面前 叶晨见状看来被认出来 打算先下手为强 但却被石老制止 毕竟此人是青蓝中首席弟子 现在还不能得罪 而且众目睽睽之下 他也不会对你怎么样 林霄这边确认过眼神后 直接开喷 你特喵的不长眼的臭小子 昨晚老子不是警告过你了吗 还打开 真是活得不耐烦了是吧 我林霄是什么人 不用我自己说了吧 跟老子对着干 你有这个实力吗 身为天选之子 今日竟被一个废物如此羞辱 到底谁才是真正的主角啊 林霄见第一波嘲讽成功 马上开始了第二波 忍无可忍的叶晨拔剑就要开干 这时周围有人认出了叶晨 如此年轻便达到宗师境界 难怪此人这般不卑不亢啊 林霄眼看剧情发展顺利 一脸开森 接下来便是等待那个女人的出现 帮助叶晨完成第一波打理 突然一声幕后打断了两人 而来人正是林霄等候多时的二师妹波有龙 看着叶晨这猥琐的表情 林霄两眼冒光看来剧情都回来了 这时叶晨收起长剑 虚伪地走到二师妹面前 在下叶晨见过师姐 可回应她的却是师妹的一个大壁咚 这番反向操作众人士完全被吓了一跳 只见二师妹一脸嫌弃地看着被打成猪头的叶晨 你什么身份也配合大师兄这么说话 可当她看向林霄却又换了一副呆萌的模样 抱歉大师兄让你受惊了 这等反俗莽夫竟敢对你无礼 实在该打 林霄麻了 完了 剧情又崩了 我们的反派大师兄有多牛批 就连天选之子的老乡好都主动对她投怀送抱 更是祭出自己的本命林剑为她这个反派找回场子 就在主角叶晨被二师妹一个大壁东山飞后 恼羞成怒的她竟将这一切都甩锅到实老头上 这特喵的就是你口中所说的机缘之地 今日你最好给老子个解释 不然就摘了你这个破戒指 实老解释是这青蓝宗出现了能影响天道运势之人 趁现在没被发现还是赶紧闪人吧 兄弟别怂 别听着老王八念经 我可是来给你送惊艳的呀 你要是不知冷起来 我这个反派要失望了呀 忍无可忍的叶晨不再隐忍 他告诉实老 天不倦我 我便逆天 我不仅要长了那个夺我机缘的小贼 更是要征服神乱松上所有的女人 林霄见状一眼开森 好兄弟 人家果然没看错你 快点来打人家吧 二师妹眼看情况不妙打算出手 却被林霄反手拦下 师妹难道你不相信大师兄吗 郭友荣看着大师兄的背影 按照天道记忆 等会儿那个叶晨的妖兽 就会揭穿大师兄 偷骂师尊的丝袜 被大家误会成变态 为了维护大师兄的尊严 郭友荣连忙拉住林霄 还是由人家出手教训 这个不知天高地厚的小子 这时天空上方再次传来一声怒吓 来人正是清兰宗唯一的寡妇 在原著里 苏妹可是主角叶晨前妻后宫之中 最大的靠山 关键时刻还是外援靠谱 当苏妹出现在大家的面前 就连我这反派都差点要把持不了 这火辣妖娆的身材 简直是太哇塞了 随后林霄猛地吸了一口气 就连空气都特喵得是香香的 但眼下几位师妹师尊人设崩坏 只能将希望寄托在这位苏广户上了 看来是时候用上我反派搭讪三件套 第一套观望 第二套笔心 第三套开撩 苏师伯 好久不见 您愈发的光彩照人了 我手中这朵美丽的花朵 献给您最合适不过 说完林霄便一脸渐渐地等着被打领 谁知苏师伯却不按套路出牌 一个剑步直接扑进林霄的怀中 差点压得林霄喘不过起来 苏妹一脸娇羞的小脸 看得林霄是一脸猛逼 当她看向我们的男主时 林霄还以为这次稳了 谁知下一秒苏妹竟直接寄出 自己的本命零件 要为林霄这个反派掌回场子 林霄直接骂了 为什么你们都喜欢不按套路出牌啊 身材火辣的苏寡附近 也对反派师兄芳心暗许 更是差点令天选之子当场吓尿 当得知林霄看主角不爽 于是直接寄出本命零件 打算打了天选之子 一个小子好大的胆 竟敢挑衅我青蓝中的首席弟子 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 林霄麻烦 特喵的怎么连苏师伯都不按剧情走了呀 该不会真要打了男主干 看到苏师伯这杀气腾腾的眼神 我们的主角叶晨差点当场吓尿 自知在这个女人面前 没有一丝还手之力 本打算求助食老救命 谁知这老头竟在关键时刻选择装死 林霄这边也是慌的一批 怎么办 要是他上前求情的话 岂不是自己的反派人设也崩了 但什么都不做的话 男主没了 他可怎么演下去啊 这时一道声音响起 打破了僵局 只见一名胖子骑着一头飞猪 正在向这边赶来 林霄见到来人一脸兴奋 原一老道 人家终于等到你了 原著中此人看似是个与世无争的老好人 实则城府颇深 胖子如期出现 胖子道人见证连忙为叶臣开脱 当起了合适了 苏世博也看在他的面子上放了叶臣一马 随后便当着众人的面关心起 林霄可有大爱 人家只是一个小反派而已 和你也没有这么多戏吧 更是一个剑步走到林霄面前 聊起了他这个反派 林诗指 世博关你天资奇异 极其适合我奉名一脉 不如考虑下离开神湾峰 投入世博的怀抱 人家定会好好教导你的 此刻的林霄是一脸问号 原文好像没有这一段吧 难道自己看的是盗版张杰 在和林霄近距离接触后 他这才发现这小子生的是这般俊美 作用如此美男徒儿 难怪萧红灵对叶臣一致无感 既然知晓未来英语 可不能再便宜了他 而这大胖子对叶臣也是十分看好 前期的大胖子竟和男主搞在了一起 一个个都特喵的不按剧本来 都来这里搞人家新态事吧 很快收徒大典正式开始 林霄突然发现本该一起见证 他身贷名列的三位师妹全都不在 但冷静下来 好歹叶臣留下来参加了收徒大典 后面的剧情稳住就行了 于是他赶忙叫来小弟怀真 看着这个一直对他这个反派 不离不弃的小师弟 不由得有些惋惜 毕竟跟着反派会没有什么好下场 怀真看到人群最后那名黑衣少年没 他是师兄的远方表弟 接下来就要测验资质了 哥哥我准备帮他一把 月静清起情分 这是我为表弟重金买来的酒链金丹 吃了以后能临时提升体质 其实这是杀人夺宝的必备良药 七绝丹 劳烦师弟送去给我表弟 就说是长老的意思 别人有份 怀真一脸不解 为何大师兄不亲自送去呢 我这不是怕表弟知道 太过感动影响发挥吗 随便的几句话 就把这傻孩子感动得不行 屁颠屁颠地跑去送药 很快怀真便来到叶臣面前 按照师兄的说辞 将丹药交到了叶臣的手中 叶臣看着这枚丹药 也不知道在想些什么 但还是愉快地选择收下 按照小说剧情 身为六品丹师的男主 轻易地便察觉到丹药不对劲 然后机智地反将一军 直接拿着毒丹兑现紫云长叫 随即我那极恶如仇的二师妹 就跳了出来 只认这一切都是我干的 看着主角拿起毒丹 站起来去对线 凌霄是一脸激动 可下一秒他人直接傻 这特喵的傻子 男主居然把毒丹一口吞了 天选之子竟差点交代在自己手上 明明知道是毒丹 居然还特喵的一口吞下 原来在怀珍交给他丹药时 他便发现了这丹药有些不对劲 这点雕虫小记 岂能骗得过本世子 这特喵的一脸欠揍的表情 差点就要把我是幕后 黑手似的大字挂在脸上 就这城府还想加害本世子 施老提一阵好清阑山的主事人都在 拿着这没丹药揭发那小子的阴谋 可叶臣此人极为自负打算将计救计 还在处于猛逼的施老钢药阻止 谁知这脑残男主尽将毒丹一口吞了 没错 本世子今日便要以苦肉计 让这仙棍付出代价 等着把灵霄看老子不玩死你 谁知下一秒一阵臭气变熏的周围人苦不堪言 谁特喵的当街放屁 此时的单独也正在慢慢发作 叶臣剑毒药起效 打算用紫霞丹到压制单独再向首座告状 谁知二师妹改良版的毒丹 特喵的根本压制不住啊 紧接着扑的一声七窍流血当场射死 石老见状赶忙开口 早说这丹药有问题了 我都让你先等一下了 就是不听 气急败坏的叶臣将这一切都甩过给石老 这傻逼戒指不要也罢 二师妹正在不远处幸灾乐祸 看着叶臣悲惨的模样 大师兄咱们成功了 以后再也不用担心被这家伙害了 差点被自己玩死的叶臣也在此刻意识到 要是再不解读自己今天怕是真的会交代在这 于是他用尽最后一丝力气朝着戒指爬去 重新戴上戒指的他连忙跪求石老帮帮自己 刚才都是他太冲动了 石老念他悔过也不再和他过多计较 传授了他一套冰心话毒绝消解了七绝丹的毒 不得不说叶臣不愧是气韵之子 即便如此对待石老 石老还依旧对他不离不弃 石老见气氛烘托到位 于是劝叶臣赶紧离开青蓝宗这个是非之地 不然下场会更惨 可谁知好心当作驴肝肺 叶臣不但不领情还要和灵霄继续硬刚 他发誓不报此仇事不为人 而他这小眼神看得灵霄不由头皮发麻 虽然不理解他为何用这种眼神看人家 但他看起来好难受 他没事吧 好在没挂掉不然接下来的剧情没法走了 不愧是拥有主角光环的男人 就是命令 灵霄没想到女主角人射出问题也就算了 现在就连七绝丹这种特殊道具也能出幺蛾子 看来是时候来点猛药了 于是灵霄拿出从师尊那里偷来的丝袜 打算给自己来个射死现场 直接把他这个反派送走 很快便轮到叶臣上台测验体制 只见解完毒的叶臣容光焕发 那肖章的表情恨不得一个打八个 排下众人都投来仰望的目光 就连长老都觉得叶臣辞子天赋异比 是个好鸟子 而策炼体制最好的方法就是决斗 当得知自己对手是个练乞七的废柴 叶臣一脸不屑 就这对手他一招就能解决 这时胖子道长问他想要如何测试 只见叶臣一脸嚣张地指着灵霄 我要挑战神鸾峰首席大弟子灵霄 十招之内即决胜负也决生死 若是不能将他碾压我磕头认输 温柔善良的三世妹竟要为我这个反派师兄找回场子 但女人特喵的只会影响我走剧情的速度 原来主角在收徒大典上 指明要挑战灵霄这个神鸾峰首席大弟子 更是扬言十招之内不打的灵霄哭爹喊娘 他就当场下跪 灵霄文言随即摆出一副反派嘴脸鄙视 他就是个丧家之举 其实内心早已乐开了花 终于可以上场被打脸回归正常了 可就在裁判宣布对战开始的时候 一声大喝打断了对战 等等 你不配跟我大师兄打 我来做你的对手 此刻的灵霄想死的心都有了 二世妹刚教训完 现在三世妹又来搞事情 而观战台上的长老们一眼就看出来 三世妹这是要为我找回场子啊 胖子道长见状感觉大事不妙 这叶晨怎么莫名其妙跟两位神文风弟子结了仇怨 就在他打算出手干预时 却被旁边的苏寡妇出言阻止 而擂台上灵霄为了这场战斗不知等多久 他连忙劝解三世妹退下 这是属于男人之间的决斗 可当他握住三世妹的手掌是一脸差异 世妹的手怎么这么烫 当看到世妹手掌上密密麻麻的伤口 灵霄这才反应过来 世妹竟强行修炼了天音情剑诀第七卷 世心魔琴 要知道第七卷的世心魔琴已半生魔道 先魔交融之下 虽有着毁天灭地的精神魔能 但对自身也有着极大的伤害 援助中叶陈被大周女帝包围在地窟里 三世妹都没使出这招 灵霄一脸诧异询问三世妹为何要修炼这魔攻时 三世妹的回答有些让我无地自容 只因变得足够强大才能保护大师兄你 你清醒一点好吗 人家只是个反派要保护也是保护我们的男主 在三世妹觉醒天道记忆的那刻起 他就在心里暗自发誓 为了大师兄做什么都是值得的 他这次绝对不会让大师兄一个人默默背负所有骂 也只有你试图反抗叶陈这个灾心 在我心里 大师兄 我知道你才是真正的雇佣者 师妹啊反剧情的雇佣者是你啊 师兄求你别在这里发颠了 就在灵霄再次劝解师妹时 一股志强建议席卷全场 而来人正是灵霄的师尊 神乱风首作 东玉第一美人萧红林 又危害不快退下 我神乱风的大弟子岂会怕这凡夫俗子 师尊放心 此人胆胆一生死战挑衅于我 徒儿必谈指灭杀之以报师恩 不料这事系统突然跳了出来 因还原反派人士获得修为提升40% 特喵的狗系统 是生怕人家打不死叶晨吗 就连师尊也不忘叮嘱他 记住昨晚对他说的话 找机会杀了叶晨 要是打了叶晨 为师今晚还给你准备了一份意想不到的奖励 很快天选之子和天命反派的生死对战正式开始 四位长老对此战都有自己的独到见解 唯独师尊对灵霄信心满满 我削红林的普外 自当横贯无敌积压全场 而擂台上的叶晨正不断地出言挺心 更是猥琐地表示等嘎了灵霄之后 他就会想方设法加入神乱风 代替他好好照顾师尊和师妹 这无耻的嘴脸整的灵霄都不知道到底谁才是反派 嘲讽技能谁不会 你特喵的也配挑衅我神乱风 今天看小爷我不把你的坤坤打了让你死无全尸 说完灵霄便直接拔剑朝叶晨次去 萧红林一脸黑线 好你个臭小子 为师昨晚辛苦为你灌饼建议你去划水 观战的长老也觉得灵霄这么做简直就是在做死 叶晨见状更是信心满满 花里胡哨不堪一击 看本世子一剑了结了你 到时候看你有什么脸面自称神乱风大弟子 其实只有灵霄心里明白 他这一剑看似华丽 但实际上只用了一成不道的剑意 身为主角的叶晨不可能接不住这一剑 可就在这时系统又突然蹦了出来 再次给灵霄发来奖励 触发剑爵神通 神剑玉雷真爵 特喵的也才不要这个奖励 主角你不要不来啊 天选之子镜向反派当众下跪道歉 原来刚刚灵霄打算装装样子一剑刺向男主 不料却意外出发系统任务 直接在旗舰上叠加了神剑玉雷绝 此刻的灵霄慌得要死 怕这一剑直接将主角带走 大家也被灵霄这惊天一剑震惊不已 然而知道剧情的苏寡妇却觉得此事不同寻常 明明是废材的灵霄一夜之间见到天资竟如此绝俗 除非有人试图改变这一切阴度 强行给他灌顶功力 当他看向萧红灵他仿佛明白了什么 师尊这边则是一副小鸟依人的母娘 宝贝徒儿这便是你用无相剑体自创的第一个剑绝吗 当烟雾散去后我们的天选之子依旧屹立不斗 幸亏老子在关键时刻收住了力 不然男主就特喵的当场隔屁 不愧是男主关键时刻总能化险为一 就在灵霄准备承受夜沉的怒火时 下一秒啪的一声 天选之子竟当众跪下向我们的反派师兄道歉 他愿遵守诺言向贵派道歉 为求台上诸位手作救救自己 本来热闹的比赛场瞬间压去无声 也好不容易将剑法威能降到三成 以这个软弹居然投降 这时台上的长老出手 只见他随手一挥消除了男主身上的恐惧 既然夜沉认输那便点到为止吧 此刻的夜沉内心害怕到了极点 当他看到灵霄那一剑之威 他深知自己无法接下第二剑 灵霄这边是一脸无语 难道称霸九天十戒的夜神王就这个屌子 但很快他就发现了灵霄身旁的九幽子岩雕 原著中夜沉在碾压灵霄之后 就是这畜生突然出现 雕出灵霄藏在怀中的丝袜 他的出现这说明剧情还有救 我摊牌了 我就是偷师尊丝袜的那个变态 也不刺一声 夜沉的小雕竟被人一剑打伤 差点领了盒饭 灵霄转头骂骂咧咧看去 我到底要看看是谁敢坏老子的好事 但令他意想不到的是出手之人 正是自己的师尊 胜负一分 居然还想支持妖狩脱袭我的徒儿 真是卑鄙无耻 此话一出夜沉 差点没被宗门弟子的唾沫心字淹死 为何师尊也不按剧本出牌 还当众向我抛妹眼 狗系统特喵的赶紧给老子滚出来 几个女主毫无职业道德 不看剧本就算了 现在连男主都是这个傻样 这剧情 你让我一个反派怎么圆了 这反派老子不当也罢 这时系统突然发来提示 检测到宿主心境跌落 任务随时可能失败 这也让凌霄陷入了迷茫 师尊和师妹们也投来一过的目光 大师兄不是赢了吗 这是怎么了 现在修为提升 师尊和师妹们对自己也很好 或许不用再伪装和他们好好相处 留在这个世界也挺好 但想到围绕在病床前的父母和妹妹 凌霄那叫一个心痛 我还有爸妈和妹妹 我要回家 至于为什么自从夜沉上山以来 剧情和师尊师妹们的人设跑天 眼下也只能先走一步看一步 凌霄发誓一定要走完反派人生 顺利完成系统任务 当长老宣布获胜方是凌霄后 二师妹和三师妹一脸开森 纷纷跑来为他恭贺 萧红林健壮嘴角也是露出了一抹微笑 只是他不理解 为什么自己的两个女弟子态度 竟然发生了改变 按梦境里的预言 他俩不是会爱上夜沉那个小 并且逐渐厌恶起凌霄吗 难道是霄儿的命运从这一刻开始 已完全被扭转发生了改变 看着徒弟们感情和睦 身为长辈师尊的 他本应该感到开心才是 可为何眼下会如此失落 这一幕也都被凌霄看在眼里 既然选择继续当反派 那自然要将反派精神贯彻到底 而主角这边正在疯狂发泄情绪 堂堂天选之子竟被一个反派废柴 按在地上摩擦羞虑 这可比杀了他还难受 石老真是出来劝解夜沉 那个劫胡你纪元的未免之子 与你不相上下 还是赶紧离开这个是非之地 但一想到凌霄这个反派 左拥右抱他就气不打一出来 石老天空为何都是隐隐带着些绿色 小友别说话 你这是给震出内伤了 老夫这就传你一套心法修补经脉 随后男主马不停蹄地坐下感悟 多亏了石老救助 否则本世子便遭了那间人毒手 神清气爽的他再次将这一切甩锅给凌霄 他发誓下次再见到凌霄定让他好看 殊不知我们的大师兄就在他身后 下一秒就出现在他的面前 差点吓得男主当场去世 男主一脸惊恐地询问凌霄到底想要干什么 谁知凌霄尽一把将他壁咚到树下 你猜猜人家到底想干什么 其实凌霄此番前来 只不过是观察一下 这个傻男主的人设是不是也发生了改变 但却被叶晨当成了男女通吃的死变态 好在这时胖子老到及时出现 凌霄看着这间接胖子一脸问号 这老狐狸又在打什么算盘 原助理也没见他对男主这么上心 为了不打草惊涉 凌霄于是借颇下驴放了男主 就在凌霄庆幸虽然收徒大点 没按原本剧情发展下去 这玩意更是能控制方圆千里内所有结单以下的妖兽 难道这丫头真带了一群妖兽过来砸场 而他这并交的模样也是把大师兄吓得不轻 冷艳伯良的师尊竟要反派师兄给他按一辈子的狱卒 就连天选之子都不按套路出牌选择拜反派为师 原来就在刚刚一脸并交模样的小师妹 带领着他的妖兽大军打算灭了男主 带着大师兄远走包飞 这样大师兄就会只属于他了 这时二师妹和三师妹突然出现以为是来阻止他的 禁令他起了杀心 而灵霄也注意到了这一点 于是赶忙摸着小师妹的头安抚他的情绪 随后灵霄急忙交代自己要和小师妹单独聊聊 让他二人先离开此地 从上个月开始小师妹的性格忽然变得冷漠孤僻 对一切充满敌意 不管他是因为什么发生了变化 现在最要紧的是先稳住他 本打算出卖色相套出他心中所想 没想到下一刻小师妹竟向他当众表白 更是一把扑进灵霄怀里说想和他永远永远在一起 这又蒙又甜的模样哪个男人能不喜欢 这突如其来的表白也差点令他这个反派沦陷 这难道就是恋爱的感觉吗 但下一秒系统就跳了出来 因他成功还原了主线剧情 奖励青蓝剑法一步 灵霄麻了 这特喵的青蓝剑法不是男主叶晨的关键性装逼道具吗 怎么送给我 另一边的叶晨正在感谢胖子老道的搭救之恩 他甚至这次在宗门大比出了这么大的仇 想必青蓝宗的割封首席怕是无人会收他为徒 身后的石老也再次劝他离开这个是非之地 却不曾想胖子老道进半路杀出 想要收男主做他的嫡传弟子让其加入他天荡风一脉 男主文言一脸开心 当即下跪拜师行礼 实不相瞒 你方才一出场 为师便觉得你有着大地之姿 听到胖子老道的吹孔叶晨别提多开心了 上天果然还是眷顾我夜无敌的 等进了青蓝宗便找机会找那个灵霄报仇雪恨 顺便将截狐自己机缘的狂谱找出来一件格杀 石老怎么也没想到 一直传授他仙缘武道早已将他是做弟子 而今居然败了一名下界修饰为师 这不是当众打他的脸吗 其实在夜晨心中 石老不过是个寄生虫罢 即便来历在身部一样也得靠他生存 而男主的这番操作着实把石老伤得不轻 轻其所有帮他到头来还被视为垃圾 或许是他算错 其实天命之子乃是那位截狐了夜晨机缘的神秘存在 与此同事回来后的大师兄正在选飞 这些资质出众的少女都非常适合我神乱风 作为大师兄就由我来带这些新弟子入门吧 大师兄日理万机这点小事就不劳烦师兄了 这任务就交给我们吧 这时怀真出现提醒灵霄晚上别忘了师尊有请 来到师尊的小木屋灵霄心里就泛起了嘀咕 不知为何 总觉得剧情崩坏的根源很有可能在师尊身上 莫非师尊用了某种逆天手段提前算好了 今日我与夜晨对阵 所以才特地传功 毕竟那一晚的建议灌顶绝非他酒后率性为之 为了弄清楚这一切 灵霄壮的胆子走进了师尊的屋门 而这时师尊早已等候多时 今天表现不错 没有辜负为师对你的期望 师尊决定奖励你一番 只见他缓缓伸出自己的狱卒 乖徒儿快点来帮师尊洗脚了 灵霄是一脸无语 大半夜叫人家过来居然是为了洗脚 这特喵的算马门子奖励 见灵霄迟了这么久 难道萧儿不愿意 那为师且问你 你既然不愿意去 又为何要偷拿为师的丝袜呀 灵霄傻了 师尊不会是早就知道了吧 所以才出手嘎了叶辰的妖兽 难怪他会觉得这是在奖励我 这特喵的也太羞耻了吧 简直就是当场射死啊 为了想办法顾问过去 灵霄当即打来洗脚水 并亲自为骑捏脚 师尊若要你一生一世 天天为我洗脚你可愿意 灵霄麻了 一生一世洗脚这特喵的什么脑回路 气氛也在此刻尴尬了起来 萧红灵见状于是转移话题 虽然你也有无相见体 但今日与夜城一战 师尊官你对建议的掌控度 还少一些火候 下个月咱们五脉弟子 姚一同前往地底建筑 你身为神乱风大师兄 也是时候拥有自己的本命灵将 看着离去的灵霄 他心中感慨万分 就在这时一道声音 打断了他的伤感 这明明叫月姬的灵体调侃 他也会有为情所困的一天 萧红灵让他别这么八卦 你应当知道本座的脾气 莫说你现在只是一道 来自上界的残魂 即便你恢复肉身重回往日境界 本座一样能治你 原来萧红灵的灵剑青鸾 其中孕育着一对双生凤凰神魂 一旦将剑一罐顶给男子 那头神凤便会随之 进驻对方的灵剑圆胎之中 若是动情 便只能对他一人 否则便会遭受烈火恒星之谷 方才你问他可愿意 生一世在你身边 想必是动了真情吧 萧红灵文言直接拔剑 本尊与徒儿之间清清白白 岂能他人诋毁 但冷静下来的他向月姬解释 你问我为何会知道 你的残魂会被封印在禁地盘龙深渊 为何能轻易解开封印将你解救出来 那是因为本座能看见未来 叶臣那个恶徒以后会闯入禁地拜你为师 得到你的传承 此子若是得适 便会让青蓝宗万劫不复 因此本座必须先太一步 在了解这其中的因果关系后 月姬答应会助他一臂之力 毕竟这青蓝宗是他相公亲手建立 他也会努力守住这份基业 这个小师妹有多牛批 开局直接雷霆暴击 发现人不再竟然抱着大师兄的被子闻了起来 这变态的一幕看得大师兄人都傻了 这特喵的什么情况 难道三师妹被人夺舍了 为何女主们对为所反派大师兄的态度 会发生如此大的转变 究竟是人性的扭曲还是道德的沦丧 今天我林某人定要弄得一清二楚 抓他的现行 可三师妹闻着闻着就发现 被子里好像藏了什么东西 然后就把师兄偷拍的刘影翻了出来 顿时大师兄直接裂开 完了完了 昨天忘记把刘影师收起来了 这下干大了 本大师兄的形象就这么没了 但下一秒他便反应过来 人家不是反派吗 要什么形象 于是大师兄一把推开屋门 三师妹你放肆 谁允许你闯进来的 只见三师妹一脸娇羞地看着大师兄 就算她是多么温柔的宝藏女孩 看到如此猥琐下流的师兄也是无法原谅的 把我骂我都行 最好再来个道打一耙威逼利又什么的 将反派职直接拉门 下一秒 三师妹便将手中的刘影师咔嚓捏碎 大师兄若有此等爱好 为什么不能只看我一人呢 傻子才要做选择 正常人当然是全都要了 而且三师妹可不要误会 大师兄只是为了监督你们的修炼情况吧 你可不要多想 倒是你 三冬半夜溜进本师兄房间 到底有何归干了 三师妹支支吾吾地解释 师妹担心白天那狗贼夜沉伤了师兄 所以便来探望师兄 林霄文言一脸坏笑地靠近他 这么关心师兄 还真是令人家感动啊 援助中林霄被夜沉碾压之后 三师妹还带着四师妹一起探望男主并道歉 结果现在三师妹因为担心 他这个反派过来看望 难道这剧情又跑偏了 于是他打算抢吻三师妹验证一下剧情是否跑偏 看到三师妹将他推开的场景 他终于放心了 这次的剧本总算是演对了 可下一秒 三师妹竟然主动吻了上去 这突如其来的反向操作 令我们的大师兄猝不及防 这到底是什么情况啊 人家的初吻就这么没了 林霄麻了 反应过来的他一把将三师妹推开 更是面露争獰死死地盯着他 人家是反派不是男主啊 你清醒一点好不好 但纯情大师兄还是没有过多责备他 没办法 谁让我林某人终究还是太善良了吗 三师妹见状一脸开森地扑进大师兄的怀里 我就知道大师兄不会怪人家的 这一次林霄并没有推开他 反而是欣慰地笑了 除了在书中对他们的了解 还有这十几年来他亲眼目睹 他们一步一步成长 曾经的三个爱哭包 现在都长大成为亭亭玉利的大姑娘了 人非草木熟能无情 我表面上扮演着反派大师兄的人设 但暗地里的确为了这几位师妹 做了不少事情 刚才听薇薇说我对他很好 难道说我的马甲真调 不行 一定要向他问个清楚 随后他便一脸严肃询问起三师妹 三师妹接下来师兄问你三个问题 你务必如实回答 第一个问题 在白天那北川王狮子叶晨 拜身之前你可曾见过他 三师妹先是愣了一下 但紧接着害羞的回答没有 以灵霄对三师妹的了解 他从不说谎的 既然他说没见过叶晨 那绝对是素未谋面 大师兄只是问我可曾见过叶晨 而我是通过脑海中的剧本知道此人 因此倒也不算欺骗师兄 但大师兄越想越不对劲 白天叶晨挑衅我时 三师妹看向叶晨的眼色分明是充满着仇恨 要知道 想到一个人的眼神是藏不住的 随后他又问出了第二个问题 今日见到叶晨之后 你对此人的感官如何 当听到这个问题 三师妹瞬间阴沉了脸 微微虽然不认识此人 但今日一见 对其做派为人 极为不齿 恨不得 大师兄听到这个回答有些懵圈 恨不得什么 三师妹见状再说下去 就要惹来大师兄的怀疑了 于是他连忙转移话题 大师兄还是问微微第三个问题吧 人家不想评价一些无关紧要的人 这变脸的速度 三师妹怕是已经知道 叶晨的真实嘴脸 看来三师妹也对我有所隐瞒了 如果他真没有见过叶晨 那又为何会露出如此大的杀机呢 不行 得试探明白三师妹对叶晨是什么想法 于是他便向三师妹问道 你可愿意帮大师兄一个忙 我想让你去一趟天荡风 所以叶晨设下一个局 帮你家大师兄出出气 你若是不愿意就算了 当然这么做的目的 其实是试探一下三师妹的态度 可令他没想到的是 三师妹不停欣然接下这个任务 更是想自己出手掌的男主 大师兄什么时候动手 需不需要给他留个全尸 看到这一幕大师兄人直接傻了 听我说 师兄是跟你开玩笑的 完了完了 娇羞可爱的三师妹 竟使用美人计来对付天命之子 此刻的男主正在房间内修炼 并成功提升到了助基镜 原来这一切的功劳 都要归功于我们的 石老传授的这套功法 不得不说 石老是我见过的 最没有尊严的舔狗了 堂堂一个上界大门 被男主多次扎心后 竟还选择原谅男主 并送上顶级功法 就在这时一名弟子前来 叶师弟 神伦风的楚师姐来访 当听到楚又威前来 男主先是一愣 不顾石老的劝杰选择前往 气得石老心里 已经不知问候他多少次了 当男主来到天荡风 便看见等候多时的三师妹 楚师姐不知深夜 约我相见有何贵干了 只见三师妹一脸害羞地说道 人家今日来是为了 替我大师兄向叶师弟道歉 我大师兄今日出手 没亲没中害得你受伤 真是委屈叶师弟了 男主看着三师妹 羞哒哒的模样 那叫一个猥琐 其实他不知道的是 三师妹只要一说谎 就会了功 三师妹调整了一番过后 继续开始了他的表演 其实一切都是我大师兄的错 他见我音音师妹 对你一见钟情便心生嫉妒 叶师弟你是无辜的 当然这一切都是骗他的 三师妹心中恨不得 现在就长了男主 叶陈文言流下了激动的泪水 果然这个女人她是懂我的 本世子有欲感 从今夜开始之后 随后更是一脸自恋地表示 我知道楚师姐不是有心的 你只是太害羞了 三师妹见时机 已到于是提议要带她 好好游玩一番 当作为大师兄略微赔罪了 还没等男主答应 三师妹便欲琴出发 叶陈见状也换出自己的飞剑 女人 可我玩欲琴故纵世吧 这游戏我喜欢 令三师妹没想到的是 叶陈这一届舞夫 又刚刚入门 竟会这等先加身法 猜测他背后定有高人指点 怎么样 心动了吧女人 我这一手可是用上了全部真理 这时三师妹突然停了下来 表示自己要去前面的灵犬沐浴一番 让她在此地稍等片刻 时老提醒她小心有诈 此地灵气充满 像是一块极为稀少的先天聚灵地 通常这种地方都是宗门内提供给核心弟子 甚至只是长老们的修行宝地 咱们还是快快离去为好 可这时的叶陈面对如此诱惑 起会离开 我堂堂气韵之子 哪一次危机不是化险为阴 半个时辰后 叶陈在外面动得是瑟瑟发抖 怎么这么久了还没回来 不是说去前面的灵犬里沐浴吗 要不过去跟她打个招呼 而这时上方突然出现几名妹子在宫中修炼 搞了半天原来此地是凤鸣峰的地盘了 当她看到天女池三个大子 猜想楚又威肯定是在故意拖延时间等她主动过去 很快叶陈便一路寻找 终于发现一名女子正在灵池沐浴 随后一脸猥琐地向灵池跑去 楚师姐我来了 而下一秒迎接她的竟是洗澡水打脸 何方小贼 竟敢擅闯我凤鸣峰禁地天女时 叶陈下意实验了口唾沐 完了 完了 这下真的完了 这个男主有多自恋 偷看人家妹子洗澡被发现后不选择逃跑 竟还主动上前搭讪 这难道就是来自主角光环的优越感了 原来就在男主偷看妹子洗澡被打脸后 当场愣在了原地 只因她看到美女就走不动道的老毛病又犯了 施老让她赶紧闪 这女人是天生的修罗战体 杀气极重 而且实力远在她之上 男主则认为施老是在杞人忧天 表示自她出生起就有一种特别的魅力光环 并扬言只要是美女都对她难以抗拒 即便是这个小野猫也抵挡不了她的魅力 就当男主一脸自信向前搭讪时 妹子直接一箭向她展开 你这偷窥狂还敢嬉皮笑脸 真是不知死活 此刻的男主才真正意识到 面前的这个妹子不好惹 这霸道伶俐的建议可不是她能够抵挡的 这女人是真的对她动了杀心 施老也是一脸无语 初见男主时她还并不是这样为所 从前的她满腔热血却不是缜密冷静 但自从遇到反派灵霄之后 她的人格也逐渐扭曲 这也让施老怀疑她可能不是天命之子 反倒是那灵霄气韵极佳更像自己要找的人 这时又有几位师妹出现 并认出了叶辰的身份 于是祝婉宁吩咐师妹先将叶辰压下去 将此事禀报师尊后再做定夺 躲在草丛后面的三师妹看到计谋得逞一脸开心 但想到祝婉宁长得又美 实力又强 大师兄让她将叶辰引到此地 也正是因为了解祝婉宁的脾气秉性 猜测大师兄可能对祝婉宁放心暗许 一想到这里三师妹心里那叫一个气 林霄也因还原反派人设成功获得了诸多奖励 更是自动领悟剑决神通 剑影苍龙真觉 可下一秒她就感觉情况不妙 叶辰怎么会被祝婉宁打成重伤呢 这不应该啊 根据援助剧情三师妹拜访了叶辰 两人聊得正还因此误入凤鸣峰的地界 和祝婉宁打了一架 叶辰因为三师妹的出手所以并没有受伤 但想了想这样也好 就叶辰这个狗男主 以后有他再别想染指他的宝藏师妹 眼下三师妹确定人设崩坏 看来要走完反派大师兄的剧情线 只能将希望寄托于其他两位师妹了 接下来就是男主装逼打脸的第二大剧情 剑种外的五脉会晤 就在灵霄查看系统给他的道具后 他人直接傻了 大小神通如今共计87项 这特喵的是打算让他这个反派 垂暴叶辰自己当男主 本打算删掉修炼经验包 不料这狗系统竟自动开启强制提升修为 他还从未见过如此厚颜无耻之系统 不仅直接将他的境界提升到半步精干进不说 还给他解锁了新神通 就在这时三师妹突然推门而入 两人四目相对场面一度陷入尴尬 害羞的三师妹隔着指缝大喊大叫道 大师兄你这个变态 为了将反派人设进行到底 灵霄怎么会放过这么好的机会 只见他一把搂住师妹 那猥琐的表情 一个字 绝 反派师兄竟将男主的后宫收入怀中 先是纯情三师妹主动投怀送抱 现在又来了个高冷二师妹千里追夫 左拥右抱的感觉简直不要太爽 寂静的夜晚 灵霄带着三师妹来到神乱风赏月 看着天空中那优美的月光 三师妹一脸幸福 原来眼前的星空便是大师兄要送给我的礼物 灵霄告诉他此地乃是神乱风观星赏月最佳之地 每逢他夜不能寐之时 自己就会来此处赏月 这时三师妹突然问道 为何大师兄会突然想到把夜晨引到主师姐那里借刀杀人呢 并且如此断定夜晨一定会上当 以及主师姐一定会出手伤他呢 灵霄一脸尴尬 表示自己这么做全凭直觉 要不然也不能说自己对祝婉宁的人设了如指掌吧 在原著中 祝婉宁天资无双 身负太古修罗暂停 他对于为人轻浮桀骜的夜晨 起初更是完全无感 但在接下来的五脉会舞的剧情中 心高气傲的他被夜晨暴冷击败后就对其令也看待 在剑种副本他二人被困秘境 为了逃出生天 更是一起修炼了青蓝双剑 但很快灵霄就察觉到有些不太对劲 现在他俩提前见面了不说 祝婉宁还直接打伤了男主 结下仇怨 那后面他俩还能一起修炼吗 这时三师妹突然打断了他 既然大师兄心中欲解已除 那接下来就轮到师妹了 又是这突如其来的场景 这么可爱的三师妹谁顶得住啊 在这幽静的山峰三师妹竟向灵霄当众表白 表示想做大师兄的道路 不知大师兄可愿意否 这就是心动的感觉吗 哪个男人会拒绝如此可爱的师妹呢 但现在这个时候他一定要冷静 不能被福利冲昏了头脑 现在最要紧的就是要搞清楚三师妹 为什么人设发生了感变 灵霄害羞地问道 难道你家大师兄还不够猥琐不够讨厌吗 他永远不会忘记入山的第一日 他绝望无助的时候 是大师兄给了他温暖 还有六岁时不小心弄坏情弦 是大师兄熬夜帮他修好的 灵霄马了 三师妹怎么什么都知道啊 表面上维持反派人设 暗地里却做着满满的事 灵霄怀疑是不是因为他们发现了自己背后做的事 所以人设才发生了改变 难道说此事此刻的三师妹 并不是喜欢书里的反派灵霄 而是当下的自己 还没等灵霄反应过来 三师妹竟主动将大师兄搂进怀里 大师兄你愿意接受微微的心意了吗 灵霄刚要回答却被三师妹再次亲吻 而这刚大的荧幕 也恰巧被前来的二师妹尽收眼底 三人顿时愣在了原地 灵霄见状今天豁出去了 还不等二师妹拒绝便将其一把拽进怀里 果然当反派才是最快乐的事 其实灵霄的内心慌得要死 为了将反派人设进行道理 灵霄打算先把他们灌醉 就是看师妹们的样子 怎么有一种不祥的预感 男主的后宫竟打算对反派师兄霸王硬上宫 原来大师兄的秘密早就被二师妹发现 二师妹从小家破人亡 后被师尊带回神乱丰收为弟子 二师妹每日刻苦修炼 只为早日变强报仇血恨 而灵霄小时候却只知道欺负二师妹 每次在师妹练剑时 就会一把抢走师妹的宝剑 即便被抓还是一脸嚣张的小表情 表示不就是拿他的剑玩意玩吗 他的剑又奔又重 人家才不想要呢 二师妹的手也因每日过度练剑 磨得满是伤痕 其实大师兄这样做 只是不忍心看他受伤罢了 溜走之后的大师兄路过三师妹的房间时 发现三师妹正在房间内痛哭 原来是因琴弦断而伤心 大师兄走上前来表示 是他偷偷剪断的琴弦 原因就是因为三师妹弹琴太吵 吵得他晚上睡不着 得知琴弦是大师兄故意损坏后 三师妹哇哇大哭 大师兄健壮于是拿出他一直想要的琴土 当作赔礼道歉 谁知琴土内容却是一片空白 我们这个大师兄从小就这么坏坏 即便在睡梦中三师妹也不断想了他的琴弦 嘴中不断咒骂着你个坏蛋大师兄 大师兄为此也表示很无奈 为了维持反派人设 他也没有办法 只能对不住师妹们 为了不让三师妹太过伤心 凌霄连夜修补了琴弦 当清晨起来看到床边修好的琴弦 三师妹终于露出了久违的笑容 可当他酒醒过后却发现自己被捆绑起来 只见二师妹一脸冰焦的模样看着自己 凌霄也没想到他竟然喝断片 上一秒还在和两个师妹看星星看月亮 下一秒就被师妹捆绑 这刻喵得到底发生了什么 大师兄你看咱们又为师妹多训了 才喝几杯就醉了 看来只有小龙能陪师兄一醉放休了 我善良温柔的大师兄啊 这些年你一定演得很辛苦吧 大师兄麻了 难道自己的演技早就被二师妹看穿 二师妹的定情性物有多牛皮 竟将自己的贴身之物当作定情性物 被推倒的大师兄一脸害羞 二师妹则表示如今师兄不用再隐藏自己了 你的秘密人家早就知道 大师兄看着二师妹一脸冰焦的模样怕得要死 畸形的爱人家不喜欢了 但一想到自己可是个反派 于是酝酿一番过后开始了自己的表演 二师妹 你大胆 这帮放肆就不怕师兄今晚狂性大发吗 你可知道 你师兄发起飙来连自己都怕 其实二师妹早就看穿了一切 明明内心善良温柔 却努力想要扮演一个好色猥琐之徒 大师兄你真的是太可爱了 随之下一秒二师妹竟强吻了上去 林霄麻了 这特喵得真是令人猝不及防呀 借着微醺般的感觉 二师妹竟脱下了他的丝袜 遮在了林霄的脸上 大师兄既然偷了师尊的丝袜 想必一定很喜欢女孩子的衣物吧 这是人家特意送给大师兄的定情信物 林霄麻了 他怎么知道人家偷拿了师尊的东西 林霄猜测这个未免从一个时间线开始 剧情就已经彻底崩坏了 一切都是命运十字门的选择呀 此时二师妹酝酿已久的喷嚏终于打了出去 这时他似乎有些清醒起来 看着这尴尬的一幕 连忙解释刚才喝得有些头昏 这才冒犯了大师兄 林霄一脸无语 气氛都轰脱到这了 你给我掉链子 这时二师妹一本正经地说明了此次来意 那就是下个月的五脉会晤 咱们各脉内部将会定下最终出战的人选 他请求林霄跟网界一样不要出战 由他姐妹三人代表神弯风 若是那个叶尘在党狗胆包天挑衅大师兄 由他亲自出马教训即可 大师兄文言一口围绝了这个题 表示自己身为首席 岂能躲在几位师妹的身后 并扬言叶尘在敢叫嚣 他闭上台打的词子 连他亲妈都不认识他 就连临走时还不忘小庄一下 表示现在的他已无敌手 林霄心中早已暗自发誓这次五脉会晤 他定要抓住机会被叶尘成功打理 毕竟这么好的机会 他怎能容许剧情再次崩溃 看着大师兄离去的背影 果然大师兄拒绝了 也就是说师兄真的会像天道记忆预言的那样 与叶尘比是走上不归路吗 但想到白天的收徒大点 大师兄一见碾压叶尘扭转的命运 他对大师兄有信心 接下来的五脉会晤 一定会再一次改写命运的 看着早就醉得不省人事的三师妹敢抬道 师妹啊师妹 只要今后你不跟师姐抢大师兄 师姐还会疼你的 希望我们不会有反目成仇的一天吧 天选之子竟差点死在自己的后宫手中 原来被套路的男主被关在暗无天日的地牢之中 此刻的叶尘犹如丧家之曲 将这一切都甩播给林霄 要不是他派处又为使用美人计 自己怎么会变成这样 这事师老让他别狗叫 有位半步化神的强者来了 看样子怕是要来处决你的执法堂太上掌了 下一秒砰的一声 劳门竟被直接踹开 来人正是苏寡妇 叶世子 你总算落在本座手上 说吧 你想怎么死 看到浑身杀气的苏妹男主被吓得瑟瑟发抖 连忙求助石老救命 这女人是真的要对自己下杀手的 见石老一言不发 于是叶尘便开口威胁 你如今已残魂寄生于我 我若生死你也没好果子吃 你若今日救我 从今往后什么都听你的 苏妹看着男主的这副嘴脸只觉得十分恶心 记忆里那大气韵加深 角洞青蓝中乃至整个中州大陆的天命之子 难道就是这副贪生怕死的德性吗 你这个疯女人 你使得并非先门法术 而是摩修的伎俩 此时的苏妹已经接近疯狂的状态 什么天道记忆 什么悲惨下场 他今日就要把男主扭转乾坤 就在男主即将挂掉的时候 石老突然出手将男主从苏妹手上就走 苏妹也猜到了 就叶尘之人应该是 记忆里提及过的神秘高人 可惜剧本只是勾勒出了 大概的未来普及 叶尘背后的高人到底是什么来头 还从未展示 想到接下来的零外会晤 如若不阻止叶尘后果不堪设计 回想之前 林霄在剧本所作所为 本应是一名育育而终的小人物 但却在收徒大典上改写了自己的命运 猜测林霄就是改变整个局面的关键棋子 只见苏妹露出一脸病骄的模样 他发誓这次一定要把林霄牢牢抓在自己的手心 此刻的男主正在疯狂逃命 石老则在一旁继续劝他借此机会离开青蓝宗 身为天命之子以后的机缘也不会少的 等修成大果正到神王 否则这天命之子不当也罢 你我不过是各区所需何必将自己说得那么伟大 无奈的石老也只好再次低头 随后便问起男主接下来打算怎么做 而男主自然是要将林霄与处又为合伙 陷害他的事情告诉原一老道 让林霄为此付出代价 石老这时提醒叶辰那原一老道身上夹杂着一股上补邪魔之息 搞不好此人是八大宗门安插在正道的奸细 叶辰文言竟哈哈大笑起来 正好与这家伙联手一起灭了青蓝宗 只要他一封书信 石老已经是对男主失望透顶 正邪不分善恶不便 死子没救了 随后他便想到那位隐藏在青蓝宗截胡叶辰气韵之人 或许抱此人大腿还算不错 天命之子竟阴阴差阳错拔出了魔剑 原来逃跑后的主角意外来到剑种秘境 石老一眼就认出了这里 剑种秘境是青蓝宗专门用来给本宗弟子铸就本命名剑 十年才会开启一次 男主文言也就是说里面有很强大的武器了 石老一脸兴奋 告诉叶辰只要能成功得到一把 对修士本身的实力内将是值得提升 所以每年才有这么多人要拜入青蓝宗 石老感受到剑种内有一股神秘的精纯力量 猜测里面可能是叶辰的大机缘 叶辰文言一领兴奋 前一秒还在被人追杀 后一秒就碰上次等机缘 这才对得起他天命之子的身份嘛 可这时石老突然拦下他 只因怕剑种内危险重重 凭他现在的实力进去只有死路一条 叶辰则认为常年关闭的剑种因他的道理而打开 这分明就是为他而特赦的机缘 有了这机缘他定能将灵霄狠狠踩在脚下 最终叶辰不顾石老的劝解还是进入了剑种内 在两人的不断探索中 石老终于找到了那股神秘力量的源头 就在打开石门的一瞬间 叶辰就飞快地冲了进去 而映入眼帘的却是一柄诡异的魔剑插在棺材之上 石老不解为何仙宗内会有魔族的武器 可叶辰则不管那些 只有此等魔兵才配得上本世子的身份 这时石老再次阻止叶辰不要轻举妄动 提醒他这魔剑有极其邪恶的镇压封印 此情此景必有重大隐情 不是他能把握的 叶辰文言恶狠狠地盯着身后的石老 他把握不了 那你觉得青兰宗内抢走他气韵的内丝能有把握吗 石老无奈地告诉他 对比目前的气韵情况 确实那人或许有把握 男主文言当即暴怒 凭什么他可以 我就不行 今日就让你看看谁才是真正的天命之子 当叶辰拔出魔剑的一刹那 棺材内的魔器蜂拥而出 石老也在这时感觉到来自上级的气息 此刻的叶辰已经接近疯狂的状态 扬言这就是为他特赦的大纪元 扭转乾坤 只日可待 下一秒萧红灵就出现在男主的身前 此刻的叶辰一脸猛逼 灵霄的师尊怎么会在这呢 这时萧红灵才缓缓开口说道 你果然能解开这个封印 不枉人家引你到此处 而灵霄看着裂开的茶杯 一种不妙的预感瞬间涌上心头 堂堂爽文男主天命之子 明明天下的女子都该倾慕于他 可如今这一切都成为反派大师兄的 其实上一世的叶辰在拔出魔剑后 青蓝宗的祖师娘娘月姬便就此出现 并将青蓝宗祖脉之力传授于男主 作为助他解除封印的报答 自内之后叶辰便暴露出了他的本来面目 如今的青蓝宗沦落至此 全都是拜他所赐 这时男主也不再掩饰 扬言只要师尊带着师姐们老老实实顺从于他 他就会帮其保住青蓝宗 如若不然便屠灭青蓝 时间来到叶辰入剑中之前 萧红灵按照天道记忆来到魔剑所在位置 他不解到底是谁 将月姬封印于此 但不管出于什么目的 既然他已经提前知晓 那自然不能如叶辰所愿 这魔剑可是叶辰的机缘 所以他必须提前拿走 这样叶辰的人生就将止度于此了 可萧红灵使出浑身解数魔剑依旧纹丝不动 果然这把魔剑只有真正的气韵之子才能拔出 于是他便想了个办法 那就是将叶辰引入剑中让气拔出魔剑 他再半路截胡 这样叶辰所有的努力便会功亏一篑 时间来到叶辰拔出魔剑后 萧红灵也在此时霸气登场 石老剑壮连忙提醒男主情况不妙 叫他赶快逃离这个是非之地 谁知男主两眼冒光 将半路杀出的萧红灵当作他的机缘 石老拔了 你小子还真是游言不尽了 面对如此妩媚动人的世尊 身为天命之子的他也沦向 此刻的叶辰心中暗想 只要能拿下萧红灵 灵霄那个仙棍还不符手称臣 就在他白日做梦时 萧红灵一把便将他丢飞了出去 并嘲讽叶辰要有自知之谜 能让他萧红灵高看一眼的 唯有他的徒儿灵霄 至于你又算个什么东西 此刻的叶辰内心被打击的 已经不成样子了 明明自己才是气韵之子 天下的女子本都该爱慕于他 可这一切凭什么都变成灵霄的 石老让叶辰快逃 他已经感觉到萧红灵起了杀心 可叶辰似乎还没搞清楚状况 以为自己是气韵之子 绝不会轻易狗蛋 谁知下一秒便被萧红灵打飞了数米之远 而此刻的萧红灵只有一个想法 那就是灭了叶辰改写青蓝宗的命运 谁知就在常见即将刺中叶辰时 拥有天道庇护的叶辰再次化醒灵 并降下天雷重伤了萧红灵 天灵之子竟被师尊打成猪头 就连戒指中的石老都被揪出来一顿胖揍 就在萧红灵打算一箭解决掉男主时 静意万受到天道庇佑降下的惊雷身受重伤 此刻的男主感觉自己又醒了 小爷我果然是气韵之子 想要对我出手 这下遭老罪了吧 想到萧红灵刚才对自己的羞辱 他今日必报此仇 要不他还算得上男人吗 萧红灵也在这世拖着重伤的身体艰难站起 即便浑身是伤 他也要干掉叶辰 可每一次想要对叶辰动杀心 就会被天道庇布惩罚 此刻的叶辰一脸猥琐 放弃吧萧仙尊 人家会让你死得其所了 随后将魔爪伸向了萧红灵 萧红灵内心无比自责与不甘 这一是他终究还是保护不了他的宝费毒了 谁知就在叶辰即将得手时 随身佩戴的玉佩突然亮起 天道庇护竟然消散了 这时是老赶忙提醒叶辰小心 天雷被化解了 但叶辰此人依旧不慌 并出烟提醒萧红灵 若是敢对他下杀手 还会有第二到第三到天雷接踵而至 扬言这世上已经没人可以阻止他了 而萧红灵这次并没有打算出手灭掉叶辰 虽说杀不得但是还打不得吗 随后便对着叶辰一顿猛快 发泄着心中的不满 此刻的叶辰已经被打成了猪头 真是惨目忍睹呀 临走之时还将今日的记忆从叶辰的脑海抹除 可就在萧红灵离开时 突然又折返了回来 差点就忘记你这老家伙了 真是同情失老呀 跟着天命之子问 十天坐九顿 我愿称他为最惨的天使投资人 岳姬也在此时主动现身 他们本想提前诱骗叶辰来此地 神不知鬼不绝将其击杀 不料气韵之子的天道 居然必顾叶辰到如此地里 好在萧红灵身上这枚玉佩 替他挡下了雷姐 而这玉佩乃是林霄小时候 亲手送给萧红灵的 看来冥冥之中天衣已经发生了变化 岳姬猜测唯已能阻止叶辰的 看来只有林霄了 维京之计也只能在剧情到来之前 他们二人尽快为林霄谱好 接下来要走的路才行 单纯傻白甜的四师妹竟突然闯进了 反派师兄的房间 将大师兄看了个惊光 此刻的神轮风高级弟子宿舍内 大师兄正在房间泡走 他没想到二师妹隐藏挺深的 看着冰清玉节玉解放十足 但没想到还有两幅面孔 本打算洗完早睡个回笼觉 四师妹竟突然闯了进来 大师兄 师尊让人家通知你去一趟龙守峰 那个叶辰在掌教真人面前 声泪俱下控告你跟三师姐 林霄这才反应过来 自己好像没穿衣服 真是当场射死呀 但遇事不决 反派文学 反正自己是反派怕的锤子 于是开始调戏起四师妹来 可单纯傻白甜的四师妹 对林霄的花言巧语完全不懂 林霄也是一脸无语 若是二师妹和三师妹在此 恐怕已经羞红了脸 他是真的什么都不懂了 果然是原著中最纯真无邪的小天使 为了还原反派人设 他竟然对如此单纯的小师妹 说出这种不要脸的话 真是心痛啊 于是连忙将小师妹请出房间 自己先去穿个衣服 关上房门的小师妹一脸病娇的模样 大师兄的身材好棒呀 他发誓一定要在五脉会五十灭掉叶辰 不管付出什么代价也要得到大师兄 另一边睡梦中的祝婉宁 也在此时觉醒了天道记忆 记忆里青蓝宗弟子死伤无数 叶辰却让他赶快去救萧红林 和其余的几位师妹 看着如此虚伪的男主 祝婉宁真是对他厌恶至极 若不是叶辰一路上故意单个时间 青蓝宗怎会落得如此下场 如今只有萧师叔和三位师妹正在血战 为了救下萧师叔和神乱风的师妹们 即便他多么不愿与叶辰为伍 还是同他一起开启了护宗大阵 你的师妹是活下来了 可他的师尊和师妹们却全部惨死 就在叶辰本以为自己的计划天衣无缝时 殊不知萧红林和师妹们已经看清他虚伪的嘴脸 一阵敲门声也将睡梦中的祝婉宁惊醒 原来是叶辰现在碰到他跟神乱风的三师姐合谋 所以长叫叫他去一趟龙首峰对峙 如今觉醒天到记忆的祝婉宁 也在心中暗自发誓 一定不会放过这个该死的叶辰 他现在唯一不解的是 萧师叔口中的萧尔是谁 高冷无双的祝师妹竟也对反派师兄放心暗许 更是主动站出来为林萧开脱 此刻的龙首峰宫外 小师妹让林萧快点进去 省得叶辰在里面添油加醋 就在此时一道声音叫住了林萧 而来人同样是被叫来对峙的 凤铭峰苏广父坐下大弟子祝婉宁 援助中祝婉宁可是男主费尽心思 才撩到的极品后宫 只见大师兄一脸猥琐地 看着面前身穿黑丝的祝婉宁 这可把身旁的小师妹气得要死 以援助理祝婉宁对叶辰的胆情 看来是想商量对策如何圆满地将叶辰救出 谁知祝婉宁竟也不按套路出牌 指责叶辰此人色胆刀天 擅闯天女时 咱们身为首席大弟子必须联手严惩此人 最好让他勇士不能翻身才行啊 林萧文言直接愣在了原地 但随后表示自己行事做人光明磊落 叶辰虽然有罪但自有宗门铁律判定 并请求祝婉宁不要落井下石 身后的小师妹一脸不爽 大师兄什么时候这般正义光辉了 而大师兄则一步步敢停留带着小师妹开溜 生怕再和祝婉宁掰扯下去 使剧情跑偏的更加离谱 祝婉宁看着离去的大师兄竟害羞了起来 他没想到大师兄如此刚正不论 与他想象的不一般啊 与此同时神肖宫长教大殿内歌风手作早已齐聚 林萧刚一到场叶辰便开始飙昔 看到这一幕林萧是一脸无语 原著里独断望谷的叶神王 竟被他这个喽啰反派击败后 对着魔门间谍下跪痛哭 而林萧现在能做的也只能尽最大 可能让这祸不到我们会 随后给叶辰来了一个国际首饰 而他也在刚才跟男主对视之时 感觉不到那股天命之子自带的强大压迫感 难道是这小的气运开始衰败 这时长教询问林萧为何楚优威没有到场 林萧回答三师妹昨晚年轻过度 伤了心脉所以在宿舍歇息 随后便开始审问林萧昨晚是否指使楚优威将叶辰骗到天女时 林萧马了 要怎么说才能撇清她的关系又不至于将叶辰弄死 胖子老道让叶辰放心 以他这些年在宗内积攒的人员 今日若没人提林萧出头他必死无疑 谁知下一秒苏寡妇竟站了出来 表示今日萧红林没来他便替其做个主 亲自为林萧站台撑腰 林萧也在此时感动得要死 叶辰则是满脸不甘 他好恨呀 凭什么林萧这个仙姑运气这么好 而他也在此时有了个大胆的猜想 林萧该不会就是石老所说的那个截胡他气运的未面之子吧 随后苏寡妇便在大殿上和林萧一唱一和 苏寡妇本想帮林萧开脱 胡料尽承认昨晚派三师妹替他去向叶辰道歉 因为林萧深知三师妹那晚去天荡丰找叶辰 大概率会与天荡丰的其他弟子碰面 与其遮遮掩掩掩还不如大方承认 但紧接着林萧解释他的本意 只是让三师妹替他缓解和叶辰的仇怨 没想到三师妹竟一脸急迫地找到了他 说是与叶辰不小心走丧了 并且四下寻找都没发现叶辰的身影 这番牛批的反向操作不仅让大家相信了 这是一场误会 更令弟子们投来崇拜的目光 对待手下败将也如春风般温暖 林首席真乃真君子也 这可把一旁的男主气得牙痒痒 明明是故意设计陷害 现在却变成了前来道歉 苏寡妇闻言当场暴怒 这可把叶辰吓得直打冷战 好在胖子老道出来打圆场 苏寡妇随后询问林萧谁能给他和师妹作证 林萧也一时回答不上来 可就在此事前是本是男主后宫的朱婉宇 突然站了出来为林萧作证 天命之子竟向反派师兄低头道歉 谁知下一秒就被师敦当场跳 就在刚刚驻师妹突然站了出来为林萧证明 在扣押叶辰之时 确实见到神乱风的楚师妹 在问其他弟子可曾见过叶辰 此话一出直接证明了这场事情是一场误会 朱婉宁虽不曾与林萧谋面 但在天道记忆里 得知他会演独具 是最先识破叶辰此人的虚伪面目 因此他打算趁着这一切尚未发声 与大师兄一同定间作战将叶辰送往地狱 叶辰闻言当场报幕 指责几人都是一虎 随后又飙起了演技 苦苦哀求在座各位首座长老替他做主 林萧见状是一脸开心 这鬼活小青年没想到在关键时刻 挺会看别下菜的吗 可惜你还是太年轻了 只见林萧一改常态化身正道的光 叶师弟我执你情绪激动口不择言 但是你不能因为自己遭受委屈构陷无辜 如此又如何能铸就一颗清净刚直的道心 这番夸张的表演也成功征服了在场的试瓜群众 本想再为自己辩解的叶辰被胖子老道一把堵住嘴 只见他一脸黑线让叶辰就此承认此事是个意外 今日之仇他日为师弟会助他血债血偿 于是胖子老道也借泊下离打起了圆场 解释整件事都是个误会 并让叶辰服软主动握手言和道歉 叶辰一脸不甘 明明他才是本次事件的唯一受害者 都被打成猪头了 这件事情总算到一段落于是打算握手言和 谁知下一秒叶辰竟被师尊当场听 萧红林赶忙来到林萧面前扬言今日只要有位师在 这青蓝宗便无人感动林萧分毫 叶辰麻了为什么受伤的总是自己呢 林萧赶忙向师尊解释都是误会 刚才人家叶辰是走过来握手言和的 一脸甘尬的萧红林连忙带着林萧返回了神弯风 留下独自一人的小师妹在此 小师妹一脸不守 师尊一来师兄的眼睛就再也没有人家了 明明是人家先来的 几位手作剑萧红林越发没有章法了 于是打算派出一人前去敲打一下 苏寡妇直接毛遂自荐 正好她对林萧失职的资质很是欣赏 师妹的脾气秉性她也最清楚不过了 这件事就交给人家好 苏寡妇深知若再不出手 林萧怕是要被萧红林拐走了 她绝不允许到嘴的猎物再飞走 反派师兄竟向师尊当众表白 而这突如其来的告白也令师尊开心不已 自证清白过后的林萧第一时间便被师尊带回了神弯风 萧儿 咱们总算回家了 不用害怕别人欺负你了 此刻林萧内心无语到了极点 我特喵的是害怕您老疯狂改剧情了 闭言不合就Q天命之子 师尊看她好像不太高兴的样子 林萧连忙解释 劫后余生现在开心还来不及呢 萧红林深知她心中固满 觉得今日为师多此一举了 心情也变得格外低落 林萧也在此刻爆发 觉得萧红林今日有些偏激 虽然叶辰不是什么好人 但她确确实实没有伤害人家的意思 师尊不分青红皂白就将她打成重伤 林萧说完这些肺腑之言后内心慌的一批 早就做好被师尊一巴掌拍飞的命运 谁知师尊竟没有反应 而是站在原地痛哭了起来 萧红林没想到这一世 从不在意任何人的看法 但是林萧竟如此看待她 她今日只是想保护她心爱的徒儿 这难道也有错了吗 想到之前月姬所说 难道林萧真的对她没有一丝情感吗 而今日就让我们的缘分止步于师徒吧 没有幻想就不会受伤 谁知就在她伤心欲绝试 林萧竟突然从身后抱紧了她 什么反派师兄 什么非生成仙 剧情崩坏 都先一边去吧 师恩浩荡 做人若不能知恩图报 跟咸鱼又有什么分别呢 随后林萧说出了那一日师尊问她的问题 只见大师兄一脸深情地表示 自己愿意一生一世陪伴在师尊左右一直到永远 师尊也被这突如其来的告白整个不要不要的 她没想到林萧这小子竟然这么会撩 林萧看到师尊开心的就像个小女孩 她发誓飞声成仙之前绝不会再让师尊落泪 莲花洞府内 萧红林一脸严肃交代林萧在接下来的五脉会晤 要让她大杀四方 明镇整个冬域修真剑 大师兄五语到了极点 师尊怎么又开始改剧本了 林萧连忙自嘲起来 活而滋志平平 这辈子看来是成为不了一代添娇了 萧红林看她一副吊儿锅当的样子 那叫一个气 得知林萧心中所想她也很是感动 于是主动提出要帮林萧脱胎晃午 这样也能让她更长久地陪在她与三位师妹身边 只是这个办法可能会令萧红林付出一些小小的代价 原著中曾经提到过师尊乃是上界太阴见地转世 难道师尊真的要给自己一套大造化 可人家里成仙只有一步之遥了 所以人家真的不需要了呀 于是连忙拿出美酒转移话题 师尊这就是十大珍西仙酿之一的净花青酿 今日我们不醉不归 好在有这么的道具令她逃过一劫 更是在临走时偷偷亲吻熟睡的师尊 前世的大师兄在五脉会五十 因不满之前被男主羞辱 所以偷拿师尊的绝天黑莲打算找回场 谁知竟被师尊发现 斥责林萧竟敢擅自盗用绝天黑莲偷袭同门 真是太令为师失望了 林萧连忙解释叶辰此人的话不能相信 可师尊已经对林萧失望透顶 并将其带去四国牙面壁 林萧心中虽有万般不甘 但最令她心痛的还是师尊对她的态度 其实林萧不知道的是 萧红灵以建议灌顶为条件 才赦免了林萧的过错 谁知当她来到四国牙 却发现自己的宝贝徒儿竟自觉于此 每当在睡梦中想到前世发生的一切 她就固有落泪 萧儿 这次为师绝对不会再让之前的悲剧重灭 林萧也没想到系统奖励的美酒居然如此好使 就连师尊这个酒鬼都醉了 看着被灌醉的师尊 林萧一脸坏笑 这要是不做点坏事也太对不起她反派的身份 随后她便将接下来的作死道具 绝天黑莲弄到手 按照原著剧情 在五脉会舞之前 林萧为了碾压叶尘 毁迷心窍地潜入师尊的洞府 偷取了神兰峰的禁忌法宝绝天黑莲 也是因为这个契机师尊才对她大感失望 这次她不仅要带走绝天黑莲 还有一件事她一直想做 那就是趁师尊熟睡好好捏捏她的小脸 这手感真的绝了 做完这一切的林萧 领走十一脸深情地亲吻师尊的脸颊 殊不知萧红灵其实一直都在装睡 她没想到林萧竟会偷偷倾塌 而且还这么的熟练 月姬也在此时突然出现 居然真被萧红灵算准了 林萧这小家伙还真会偷拿法宝 好在萧红灵早就有所防备 让月姬净化了绝天黑莲的凶上魔器 如今的绝天黑莲已经蜕变成为了 真正的天阶法宝九游清廉 月姬竟也看不透萧红灵 难道是她记忆里有着天道遗落的预兆法则 这才窥探了几分未来 萧红灵文言只是窥探怕是远远不够 之前月姬前辈曾说 那叶辰是身负上界大气韵之人 若想彻底抹杀她 必须先地榨干她的气韵 月姬告诉她 眼下好像就出现了一些转机 原来就在林萧进来之时 月姬便嗅到林萧身上 有一丝来自上界的金色气韵 萧红灵文言一脸震惊 难道萧儿也是来自上界的气韵之子 其实林萧只不过是个普通人罢了 月姬猜想她应该是在萧红灵的默默付出之下 不仅开始扭转了自己的命名 更是要逆袭反噬天命之子了 并叼师妹竟向反派师兄当众表白 更是一言不合就抢伟师兄 身为反派大师兄的林萧自然也不甘示弱 小师妹八岁时便被长老每日严加训练 整日里就是面对凶猛的林兽让其臣服 每当小师妹受到威胁林萧就会出手相救 但依旧逃不过林萧的贬低嘲讽 小师妹真没用啊 关键时刻还得看人家的 就连教他御寿的长老都对其失望透顶 真是胆小如鼠 不适合做一名御寿师 可即便这样小师妹依旧不愿放弃 只因她要亲手灭掉那个害死她父母的妖兽 夜晚小师妹被一阵声响惊醒 当她走出屋外境发现那头杀死她父母的妖兽居然被人斩灭 而灭了那妖兽之人正是每日捉弄她的大师兄 曾经弱小的四师妹如今已能号令如此高等级的妖兽 这一切多亏了她心心念念的大师兄 小师妹都深深地磕在了脑海里 灵霄一脸欣慰 这才是她纯真可爱的四师妹 那天那个统于万寿扬言塔平青蓝宗的黑化病胶一定是幻觉 这时小师妹一脸激动 表示有一件礼物要送给大师兄 就这样小师妹不知牵着灵霄走了多远 当灵霄拿下白沙 天空中全是小师妹为她准备的七彩伯缝 看到这一幕的灵霄极为震惊 这可是放眼整个好土都极为稀有的上古先天灵兽 难怪袁助理暗示说真正能毁天灭地的是这个不起眼的小萝莉 灵霄一脸不解为何师妹要送她这些 小师妹害羞地表示 音音问过大师兄最喜欢的灵兽是什么 大师兄说喜欢的是这世间最珍惜难寻的东西 所以她便想到了这器材火荒 此刻灵霄内心感动不已 其实灵霄当初所想是想要与家人团聚 她没想到自己随口一提的一句话 竟让小师妹牵挂了这么久 小师妹见灵霄低头不予以为送的礼物不合心意 于是连忙向大师兄道歉 大师兄历来对御兽没有兴趣 又怎会喜欢这群凤凰呢 谁知下一秒灵霄静意把江小师妹拢进怀里 并表示这礼物她好生喜欢 小师妹文言开心地飞起 人家最喜欢大师兄了 天不怕地不怕的反派师兄竟也在此时害羞了起来 最终小师妹深情一吻告别单身 灵霄麻了这还是她纯真无邪的小师妹吗 她一个反派都自愧不如啊 为了维持她猥琐的反派人设 灵霄直接反客为主 接下来便是她的主场了 谁知小师妹一脸病骄的模样 表示大师兄这些年都是同一套狠话 也不嫌累 忽然天边传来一阵震耳欲聋的声响打断了两人的对话 只见天空之上七颗五彩斑斓的光球 正在以肉眼可见的速度陨落 最终七道光球撞击在了不远处的泰苍山上 这时灵霄才反应过来 那地方好像是青岚六圣居住的泰苍山 完了完了 这下真的完了 天命之子竟被师老无情抛弃 末期少年穷现在也不好使 此刻的青岚宗之殿的泰苍山 青岚先宗见圣泰武真君一脸惆怅 原来是天道并未回应他们的祈愿 七星其命阵彻底失败 泰武真君表示五脉会五即将开始 本届夺魁者乃是天选之人 于是吩咐到时将其带来泰苍山 他将亲自传授本门至宝抵御魔门的威胁 这也是他作画之前能做的最后一件事了 泰武真君得知萧红灵最近都在指点弟子修行一脸欣慰 随即下令带他作画飞升之后 同时大师兄想到那一项英式七星其命阵 根据原著剧情五脉会五前夕 其所有长老之力 以青岚禁忌古法七星其命阵 为即将陨落的剑圣泰武真君延续寿元 在青岚宗也唯有他能勉强和师尊这位太阴建帝转世打平 为何这位合道进的大门会提前陨落 只因他常年消耗本源镇压宗门禁地里的大宝 也就是胖子老道的师尊天云血魔 林霄没想到剧情竟崩坏成这个样 按原著剧情在男主取得冠军后 便被前往盘龙深渊找到那柄青岚法剑 并在那里获得他的第二个机缘 白字上届的大门元月机 可现在青岚法剑被系统强行塞给了林霄 但男主要拿什么去抵御魔门呢 想到这里林霄便一脸黑线 小师妹见状连忙上前安慰林霄 大师兄别担心 人家会保护师兄的 此刻林霄内心挣扎无比 只有熟知剧本的他才能轻松吊打邪魔 保护师尊和师妹们的安全 另一边被萧红灵打成猪头的男主 正在发泄着心中的不满 更是扬言待他崛起之后 定要将林霄抽筋扒皮 石老见他都这样子还是不愿放弃 也是一脸无语 早就告诉他绕过青岚宗 此时照样是身怀大气韵的天命之字 并提醒男主他到青岚宗后遇到的所有女子 都无时无刻绞尽脑汁想送他归西 而是那个他最痛恨的林霄一直在绑他 叶辰文言一脸不爽 感觉石老无非是想借机嘲讽他罢了 石老见状也不再多说什么 打算最后再帮他一次 祝叶辰在会舞上夺得魁首 严禁于此的石老回到戒指内后便一言不发 叶辰见状连忙道歉 并给石老花起了大骨 待他正道之日定会帮气重铸肉身 可惜石老这次是真的心灰意冷了 即便他怎么样苦苦哀求石老依旧没有理会 就在此时胖子老道突然来访 见面就是一顿浮夸的演技 叶辰也不傻让其有话直说就行 胖子老道打算和叶辰通力合作 如果能得到叶轩儿八十万北川惊奇的帮助和仇大事不成 叶辰一脸惊讶 他怎么知道自己还有个妹妹 叶辰表示合作可以 但希望他能答应自己一件事情 那就是一个月后的五脉会务 他要代替天荡丰出战 并让其放心半月过后他不仅伤势恢复如初 实力修为更能领域龙门 胖子老道虽然不愿 但想了想好歹也是个天命之子 搞不好还真有什么底牌 胖子老道告诉叶辰本脉首席弟子 你的陈锋师兄一项为师请求出战 另外两个名额已经定下 这件事情有些难办了 叶辰表示师尊无需为难 半个月之后他要与陈锋切磋比试一较高下 争夺五脉会务资格 当过反派的都知道 小生活那叫一个逍遥 每天日常就是睡觉摸鱼平躺 回到房间的灵霄那叫一个不爽 先前二师妹劝他别参加五脉会务也就算了 现在连小师妹这丫头都跑来劝他 到底在搞什么飞机啊 这个大师兄前几届都是当缩头乌龟 隐隐约约有几分灼烧的痛的 灵霄一脸害羞完了完了 情况好像不妙了 下一秒金色莲花浮现 由于在十枚聚气散的加持下 系统自动为灵霄开启高速无内耗修炼模式 并突破至金丹净初期 灵霄一脸无语 人家主角叶辰都在老爷爷的指点下一步一个脚印的升级 他一个反派直接给整成了金丹大修士 到时候在五脉会五时碰上叶辰 他想数都难啊 于是灵霄决定来到幻灵洞府选择平躺 每天只做三件事 睡觉 看流影 还有摆烂 谁知即便如此 在高速无内耗修炼模式下 灵霄仅用了十天的时间 就自动修炼到金丹中期 连呼吸都能变强 真的是造孽啊 这时怀真突然来访 原来是师尊传召本脉所有弟子前往天女牙的太义广场 召开五脉会五的动员大会 按援助时间线 灵霄就是在这次动员大会上收到叶辰递来的战书 如今叶辰败入反派阵营不知剧情会发生怎样的变化吗 灵霄询问怀真 其他几脉的出战人选都是谁 怀真也是将他所打听到的消息依告知了大师兄 当灵霄得知龙守峰今年还是由徐正清出战一脸惊讶 按照援助这一届的五脉会晤 龙守峰将会派出他们的秘密武器 那就是龙守峰上一代首席大弟子江源 毕竟他天生通明健兴体质 天赋绝佳 更是甚得师尊子云真人的宠爱 多年前江源因为私通魔门妖女 被关在龙守峰悟到牙关键60年 今年正是他解除禁毒的时候 随后一路碾压对手 成功与叶辰会是决战 但最终还是不敌天令之子被无情报答 灵霄猜测不会是江源认损了吧 更是从怀真口中得知 叶辰不仅修为突飞猛进突破金丹初七 更是还打败了陈峰师兄 灵霄文言一脸开心 施老真是太给力了 随后灵霄从储物界中 拿出一袋灵氏和一柄练七七的 低阶飞剑送给怀真 怀真看着这两件东西眼睛直冒惊光 大师兄嘱咐怀真 在五脉会舞时 无论发生何事都不要去插手 会舞结束就下山找个地方摸鱼 躺平潇洒过一声马 只因灵霄在五脉会舞被男主打败后 最终在众叛亲历下选择自我了断 而在灵霄死后 怀真欲要为大师兄报仇血恨 最终偷袭失败生死到萧 看着憨憨的怀真 灵霄一脸伤感 他希望在自己离开之前 顺手改变这老实孩子的命运 听完大师兄所说 怀真竟嚎啕大哭起来 在他心中也只有大师兄愿意与他说话 试图与他成才 这份恩情他一直牢记于心同步感望 怀真答应大师兄 舞脉会舞之后便离开青蓝宗 做一个平凡之人 安慰完怀真后 灵霄便没有什么后顾之忧 看着大师兄离去的背影 怀真心中暗自发誓 我家大师兄是这世上最宽厚善良的师兄 这辈子便是为他豁出性命又如何 人家一定会守护好我们的大师兄 羡慕反派师兄的每一天 大师兄刚刚出场 两位师妹就主动前来投怀送棒 但如此美妙时光却被天命之子下的战书打过 当灵霄来到天女牙的太义广场 众弟子纷纷鞠躬拜见大师兄 不愧是神乱风首席 气质高贵无人能比 大家也觉得灵霄好像和以前不大一样 当然不一样啊 我在家平躺秀为都突飞猛掌 就在这时两位师妹突然抱紧灵霄 灵霄连忙让两人松开 人家不能呼吸了呀 师妹们发现大师兄竟然突破先天 进入了金丹 十分惊讶 要知道灵霄十几年都在先天出七元地踏步 几日不见居然突破到了金丹 灵霄一脸不爽 你家大师兄之前是低调 不想突破罢 现在不装了 摊牌了 我是天才怎么低 如此嚣张的模样 让两位并教师妹更加春心荡漾 果然如剧本中所说 大师兄为了保护大家 没日没夜地拼命修炼 用生命与夜城那个天命之子战斗到 时日入金丹 完全可以想象大师兄他承受了多大的压力与艰辛 灵霄麻了 这到底什么情况啊 还没等灵霄反应过来 师妹们竟当中再次扑进灵霄怀中 人家不就是百乱了十天 至于这样啊 就在此时世尊霸气登场 看着不远处的灵霄他们 萧红霖内心无比惆怅 随后萧红霖表示 关于此次打头阵的三位内门弟子明额 分别由神兰风的三位师妹出战 师妹们得知出战一脸开心 扬言一定会替大师兄好好教训夜城 灵霄让他们不要勉强 其实你们什么都不做才是对我最大的帮助 师尊见状一脸醋意 光天化日之下 勾勾搭搭搭成何体统 但一想到他们都是自己的好徒 又这般天资聪益 他们与自己的大师兄关系和睦 身为师尊的他应该开心才是 于是独自买醉打算忘记眼前的这一切 谁知就在此时突然一阵寒意来袭 神兰风消失书在上 弟子奉天荡风新任首席夜城之命特来下战书 约战神兰风首席弟子灵霄 萧红霖见状一点杀意 他没想到这个天荡风的原首席弟子陈锋 还是如剧本描述的那般不知死活的找上门来 反观灵霄内心开心无比 他心心念念的剧情点终于来了 夜城好大儿 你果然没让反派爸爸失望 如此完美的开局 真是妙啊 反派师兄竟当众接下天命之子的战书 如此气魄也令在场的师尊师妹们更加崇拜不已 看着如此从未有过的美妙开局 大师兄无比兴奋 灵霄也因还原反派人设成功 成功提升至金丹巅峰 灵霄一脸无语 现在都直接强塞经验包了 众弟子对夜城这番赛前下战书的操作十分比试 夜城这小子一定是之前被大师兄打得跪地求饶 因此想借机报仇 也不知道大师兄会怎么应对 只见灵霄对着陈锅便是一顿嘲讽 这不是陈师兄吗 一阵子不见 怎么这么拉 好好的手席位置就这么拱手让人了 如今竟还赶上神乱风挑衅 真是脸都不要了 灵霄这是杀人诛心啊 他也因再次还原反派人设成功 获得九神咒这个被动神通 陈锅也不敢多说什么 随后来到萧红林面前 表示此番前来替夜城下战书 挑战归拍大弟子灵霄 灵霄连忙询问这战书是给本首席的 去打扰我家师尊是几个意思 并表示这战书他接了 就在这时两位师妹赶来制止灵霄不要应战 师尊突然发话 让他们两个让开 这天荡风的战书他亲自接了 他萧红林的徒儿天下无敌 何惧区区夜城 并让陈锅回去转告夜城 五脉会五之时 他神文风首席灵霄 并会再次打的他跪地求饶颜面无存 吓得陈锅瑟瑟发抖 连忙告辞离开 灵霄文言开心极了 还是师尊懂人家 可两位师妹却依旧不想让灵霄应战 你们这是想忤逆为师吗 两人解释夜城这种跳梁小丑 根本不需要大师兄出手 纷纷自告奋勇 想要替灵霄接下这份战书 灵霄表示夜城公然下战书挑衅 他身为神文风首席弟子自当全力复战 怎么能躲在师妹们的身后求保护呢 这要是做了缩头乌龟 神文风千年名声合存 他的脸面合在 师尊的威望合在 无被修饰和拒一战 如此气魄也令在场的师尊师妹们 更加崇拜不已 大师兄果然做出了 跟天道记一样的选择 跟那夜城抗争道理 我的好侮儿 为师果然没有看错你 其实萧红灵早就打算 助灵霄亲手斩断 救日因果重铸命轮 这也是为何他今日成下此战 下方弟子群情激愤 为灵霄助威加油 两位师妹也表示 他们也会支援灵霄的 作为一名有职业素养的反派 自然要有大爱了 你们说是不是啊 这次奖励再次来袭 乃是何欢宗老祖秘制法宝 魔域三头枪 听证明就知道 应该不是个正经玩意 但系统出品应该必属精品 爱了爱了 大师兄这次是真的爱了 看着月下荡秋千的师尊 开心的就像个温柔可爱的小女孩 谁能不爱呢 此刻获得魔域三头枪的 灵霄一脸无语 这法宝的额外效果 乃是针对异性敌人 作为一个宅男的 他哪来的异性敌人呢 难道是要让人家 对三位师妹使用吗 这时师尊来到灵霄身旁 打断了他的快乐时光 萧儿 大战在即 莫要在这儿女情长 为师是时候传授你一些真东西 灵霄麻了 莫不是又要给人家灌顶了 萧红灵连忙牵着灵霄的手 就要带他回莲花洞 这可看待了两位师妹 只见萧红灵换出剑林 带着大师兄一起回去 果然长得帅就是好啊 就连美女师尊都主动投怀送抱 师妹们看着身为下界修士的师尊 连仙剑的剑林都孵化出来 来到洞外在月下荡起了鞦韆 而这鞦韆正是灵霄数年前 亲手为师尊打造了 鞦韆上更是留有灵霄充满暖意的书信 自从有了这个鞦韆 他就再也没去外面喝过酒了 看着月下荡秋千的师尊灵霄真的爱了 师尊喜欢就好了 给师尊奉效是徒儿应尽的职责 谁知就在此时萧红灵突然来到灵霄面前 还没等灵霄反应过来 下一秒便被传送到一出料无人烟的沙漠之中 而这里正是师尊为他搭建的一方剑道秘境 萧红灵早已算到夜晨的高人指点 护井突破金丹修为 剑道实力更是突飞猛进 于是将灵霄带来打算实战锤炼一番 而接下来便是大师兄与师尊的对战 灵霄一脸黑线 师尊 你这是要谋杀青涂啊 只是师尊的随意一击 大师兄就显然有些招架不住了 这便是中州修真界进谷剑道第一人的恐怖剑压嘛 在这方秘境里 萧红灵将所有剑决神通与修为 都压制到与大师兄同等境界 更是以树枝为剑都能轻松压制灵霄 而灵霄也在师尊的千锤百炼下 领悟了师尊所用的剑势 萧红灵很是满意 为师果然没有看错人 我家萧二 注定是万古独尊的剑修器材 随后打算借此机会 再传灵霄一招绝技 这样便能吊打夜晨这个天命之子 并让灵霄用他的最强剑剑剑回击 不然可就没机会了 话音刚落 萧红灵便被灵霄的绿营缠绕捆绑束缚 师尊 这就是徒儿的最强剑剑 谁能想到反派师兄 竟轻松拿捏了师尊 其实早在师尊第一次见到灵霄时 就已经喜欢上了他 而今夜市两人第一次在月下对酒当歌 就在刚刚灵霄使用他的最强剑剑 森罗万象死角缠绕 成功将师尊制服 师尊怎么样 徒儿这招是不是很厉害啊 萧红灵连忙求饶让灵霄住手 灵霄也没想到他这本命神通 连感官都能延续 这也太牛皮了吧 萧红灵一脸怒气 好你个灵霄竟敢对师尊如此不敬 灵霄见状连忙撒腿就跑 胡尔刚刚想通了 我与那夜城施不了令 近日师尊传授我神迹 看我碾压他的五行剑剑 打爆他的狗头 此刻的萧红灵虚弱的瘫倒在地 还好这副丢人的模样没被萧尔看到 真是丢死人了 很快大师兄便在师尊的指点下 学会了这套剑剑 萧红灵一脸欣慰地看着灵霄 其实从十四年前 他第一次在桃园村那间小酒馆里 见到灵霄时 便断定他是万古难寻的剑道器材 灵霄内心尴尬无比 人家在原著中 就是一个平平无奇的反派喽啰 哪来的逆天剑道资质 而萧红灵为了能钻研出 克制五行剑剑之法 竟在这天女牙上琢磨十年 灵霄文言一头雾水 十年时间 那夜城不是现在才上山的吗 师尊为什么十年前就研究这套剑诀 随后大师兄问起这套剑诀叫什么名字 到时候他定要让这剑诀明满清来 萧红灵表示这套剑诀 是他看灵霄在摆弄原意插花之时 偶然悟出的 还没想好名字 灵霄提议不如就叫插花弄欲剑诀吧 但师尊感觉这名字听起来怪怪的 而且吐力吐气的 一点都配不上他这套剑诀的神威 下一秒灵光一闪 不如就叫做大威武美丽神剑诀吧 灵霄文言一口美酒喷出 师尊你是认真的吗 虽然心中嘲笑了一万遍 但还是对师尊起得这个名字十分肯定 师尊 这名实在是太应景了 还得是师尊你啊 而这也是两人这些年来最开心的一天了 对酒当个人生几何呀 月姬看着如此开心的萧红灵竟有些忧伤 只因仙爱上的人注定要伤心 大师兄怒了 大师兄这次是真的怒了 十云天命之子竟敢对大师兄的小师妹出手 今日不管怎么样他都要打抱男主的狗头 此刻的大师兄一想到他这个青蓝总反派喽啰的戏服 即将杀青完结洒花就一脸开心 谁知就在此时怀真突然跑来 告诉他小师妹正独自上天荡风跟叶晨决斗去了 大师兄闻言便火速前去救场 此刻的天荡风武剑平 看着被叶晨重伤不起奄奄一息的小妙 小师妹哭得气不成声 叶晨则是一副胜利者的姿态走到小师妹面前 音音姑娘还是到此为止吧 生死决斗的游戏可不是随便玩的 并虚伪地表示在桃园村出遇小师妹时 便对其一件如故 要不是灵霄三番四次挑衅他 此刻我们应该正在一起甜蜜地赏愿 小师妹让叶晨赶紧收起他这虚伪的嘴脸 叶晨见他如此冥顽不灵 于是走到小师妹的面前 若是之前的我或许敌不过你跟你的灵仇 但现在本世子已经今非戏比 本世子最后再给你一次机会 给我磕头道歉 小师妹早已看穿他这个小人的嘴脸 对着叶晨便是一顿极致羞辱 并将他若是没有背后那位高人护持 就他这种卑鄙小人又岂会有这般实力 自以为气韵无敌 高贵无双 实际上就是个跳梁小丑吧 叶晨没想到他竟会知道自己背后有人 此刻的叶晨显然已经动了杀意 打算杀人灭口 毕竟时老可是他崛起的秘密 他是绝对不可能让任何人知道的 即便天荡风的众弟子劝他冷静 可叶晨还是执意动手 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 天空上方传来一道声音 叶晨 你就是个地中之地 欺负女人算什么本事 而前来救场之人正是我们的大师兄 此刻的灵霄怒气值已经达到顶点 金月小爷便要打抱你的狗头 为我家小师妹报仇血恨 看着伤痕累累的小师妹 大师兄再也忍不了 他这次是真的怒了 你对我怎么样我无所谓 但竟敢打伤小师妹 便是动了我的逆铃 叶晨被灵霄刚才散发的气息 吓得连忙后退 这家伙的建议比之前又强了几分 而且修为也达到了金丹巅峰 若是再放任灵霄被萧红灵栽培 五脉会五他便不能制霸全场了 于是打算借此机会除掉灵霄 可叶晨的攻击对大师兄丝毫过不成威胁 就他这剑法比师尊的差远了 而大师兄也发动绿营缠绕 将叶晨捆绑束缚起来 旁边的弟子一脸难以置信 神兰风大师兄竟用藤蔓锁住了叶晨 即便叶晨怎么挥卡还是无法摆脱 叶晨见状只好求助起师老破解之法 师老劝他还是赶快跑吧 在这结界中你就是个弟弟 被逼到绝境的叶晨决定不藏了 我就是天命之子摊牌了 下一秒一道火柱直冲天际 而这便是叶晨从师老那里学来的 最强剑法五行剑决 大师兄这次真的要对天命之子出手了 谁知男主叶晨进切战跑路了 就在刚刚叶晨使用了他的最强剑法五行剑决 本以为大师兄会被击败 谁能想到叶晨自以为是的五行剑决 竟然对大师兄毫发无伤 这可看待了一旁担心大师兄的小师妹 要知道叶晨实力大涨后 早已经飞溪 可他现在却仍然处于下风 大师兄怎会变得这般强呢 天道记忆里可不是这样的 只见大师兄一脸怒意表示 今日暂且先放叶晨一条狗命 待到五脉会五那天定要将新救老张算个明白 要不是为了任务大师兄早就灭了他这个天命之子了 感动他的人 真是活得不耐烦了 谁知叶晨竟还在狗叫 嘲讽林霄还不是用了邪恶神通偷袭了他 本打算将绝招留到五脉会五 彻底将林霄毁灭 现在他决定今日提前用了 而这招便是叶晨先前打败陈锋的那招 明约五行破灭剑 即便大师兄知道今晚若是与叶晨死斗 不论胜负如何 接下来的剧情都将彻底崩坏 而他承先回家的愿望也就彻底破灭 可不知为何林霄竟有一种说不出来的警告 只见林霄这次不再留守 周身散发出来的强大剑意令人不含而立 他将使用师尊教他的大威美丽剑决一剑秒叶晨 这次就连石老都怕了 这可是建议了 于是连忙劝解叶晨赶紧撤 叶晨则表示他可是只凭一招便打败天荡风前首席的天命之子 他难道还会怕面前这个神乱风的神棍 谁知石老这次竟只冷了起来 指着叶晨便是一顿臭骂 蠢笨如猪的小憋三 你真以为你很能打吗 并提醒叶晨与林霄交手时 他每一次遭受重创 身上的金色至尊气韵都会被林霄夺走一部分 石老断定林霄就是那个隐藏在青蓝宗 一直截胡叶晨气韵的未面之子 以前石老从没有在大师兄身上感受到杀意 但这次大师兄是真的要动真格的 此刻的叶晨也是真的怕了 毕竟连石老都不愿意出手帮他了 再这样下去看来今日是真的要交代在这 最终不可一世的天命之子竟然怯战跑路了 林霄麻了 这到底又是什么情况 叶晨这种无脑龙傲天 在自己掌握了五行剑决最意气风发的时候 竟选择了不战而退 当大师兄缓过神来 才想到身后伤痕累累的小师妹 满身是伤的小师妹无比自责 大师兄 阴阴好生没用 不仅没能帮到大师兄 还麻烦大师兄赶来救人家 小师妹更是当众再次向大师兄表白 大师兄你现在的样子温温柔柔的就跟小时候一样 以后不要再装出那一副凶巴巴的样子 好吗 看着伤心流泪的小师妹 大师兄这次是真的心痛了 随后一把将小师妹抱起 走 大师兄带你回神乱风疗伤 你的仇 大师兄总有一天会为你讨回来的 一个是冷艳无双的美女师尊 另一个是傻白甜的可爱小师妹 面对师尊和师妹的争风吃醋 大师兄会怎么选择 看着伤痕累累的小师妹大师兄心痛极了 可一旁的师尊却调谈起来 还好笑儿将四丫头带来得及时 否则她的伤口就该自然痊愈了 随后萧红灵殿问起大师兄 为何音音如此痛恨叶晨 凌霄一脸尴尬 也不能跟师尊说小师妹这样都是为了我吧 于是便说应该是小师妹察觉 叶晨此人是个大祸害才如此痛恨的吧 饮完美酒的师尊脸颊微红 看来我家笑儿果真是慧眼独具啊 就在气氛烘脱到了的时候 刚才还昏睡的小师妹竟然醒了 刚醒来的小师妹便和大师兄求抱抱 旁边的师尊一脸醋意地看着两人 但想到小师妹刚刚遭遇变故 此时内心定然尚未平复 她便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看似傻白甜的小师妹 其实内心也绿茶道 就连师尊都不是她的对手 此刻的师尊已经忍无可忍了 茵茵你竟敢当着师尊的面以下饭上 随后连忙让凌霄注意影响 差不多得了 谁知小师妹居然上演了一出苦情戏码 师尊 人家的心头好难受 有些话想单独跟大师兄说 您能否暂时回避一下 师尊闻言一脸怒意 四丫头 你不要太过分了 为师只不过在这喝酒罢了 也爱着你嘛 不料小师妹竟嚎啕大哭起来 这还是曾经那个傻白甜吗 这妥妥的茶医大师啊 更是靠在大师兄的怀中求关心 无奈的萧红灵还是不抵小师妹败下阵了 没想到人家也会有败给徒弟的一天呀 小师妹见洞府之中就剩下她和大师兄两人 静一把抓住大师兄的脸颊亲了上去 今日的初吻成功达成 灵霄麻了 但身为反派的她怎么能怂呢 谁知下一秒小师妹静一把将灵霄推开 质问起大师兄的初吻不是她对不对 是那个霸道的二师姐还是故作柔弱的幼微师姐 女人的直觉真是可怕呀 这时系统告知灵霄因还原反派人设成功 奖励与魔琴粉十分 不同类型丝袜的五条 大师兄一头雾水 五条丝袜 除了师尊和三位师妹 还有一个是谁呢 大师兄竟亲自给小师妹换上了白色丝袜 更是为了还原反派人设直接亲吻起小师妹的狱卒 就在刚刚大师兄为了哄正在生气的小师妹 于是拿出了从系统获得的丝袜 当看到大师兄手中的白色丝袜 小师妹心情这才好了一些 灵霄表示这是她亲自为阴阴缝制的袜子 阴阴的腿这么美 穿起来一定特别好看 小师妹看着大师兄送她的礼物一脸开心 果然大师兄最宠我了 随后害羞地表示 要让灵霄亲手帮她穿 灵霄连忙拒绝 这样不太好吧 小师妹见状对着灵霄开始撒起了娇 大师兄见状也只能选择妥协 毕竟若是拒绝了 她还是那个尽职尽责的反派嘛 而身为反派大师兄的灵霄 对丝袜她最熟悉不过 先前偷拿师尊的丝袜 现在又给小师妹穿起了丝袜 就在灵霄为小师妹检查袜子的线头时 小师妹突然问起大师兄 为何要去偷拿师尊的丝袜呢 明明她也有的 灵霄麻了 她是怎么知道的 为了能转移话题还原反派人设 大师兄竟突然亲吻起小师妹的御足 这番牛批的操作 令系统直接奉上 北明吞天仙弓当作奖励 灵霄麻了 这次直接给她整了个 上届传承的先接功法 你要人家还怎么输啊 为了避免一会儿再触发什么奖励 大师兄一脸尴尬选择快速跑路 此刻的灵霄气到了极点 本来历程仙只有一步之遥了 现在又来给人家增加难度是吧 这玩意不仅能加快吸收天地灵气 还能夺取别人的修为功法 昏示本源以及法则之力 可还没等灵霄吐槽完 系统竟再次送来奖励寒冰软律床 灵霄这次是彻底被系统搞无语 系统兄 别演了 你到底想让人家怎么样呀 是不是真把我当傻子了 这些到底还能不能成啊 而系统的回答也亮下了灵霄的双眼 这些能成 但是得站着 这十几年下来 灵霄为了演好反派付出了这么多 眼下只差灵门一脚了 在有三个小的支线剧情之后 便是五脉会五的大事件了 分别是剑种秘境的失恋 以及关于二师妹和三师妹的剧情 剑种秘境灵霄因为怕死没参加可以直接跳舞 而他接下来的第二个支线任务就是三日后的炼丹早课 而这一周恰好由三师妹坐镇 援助钟灵霄在偷走师尊的绝天黑莲后 仍觉得不够稳健 于是便盯上了长老们的一品名真丹 试图用此神丹快速提升实力 可当晚灵霄偷走那枚丹药后 就被主角叶晨安装在单房里的刘影师记录了下来 按照时间推算第二个支线任务的时间刚好是三天之后 想到这里灵霄一脸坏笑 只因三名师妹中三师妹是最好拿捏的 一样也是一名穿越者 无法接受青蓝宗被主角叶晨覆灭的他 一生都在和主角对抗 可他不管怎么努力都不是主角的对手 但万万没想到小说的剧情居然出现了天差 这一次他能否成功逆袭归来 今日便是江源禁足六十年出山的日子 师尊询问江源这一届的五脉会晤真不打算去了吗 在江源禁足的这些年里 青蓝宗出现了不少天骄 譬如凤鸣锋首席祝婉宁 神兰锋二弟子郭有龙 话音未落 江源便将叶晨的名字说了出来 并表示这次的会舞他还是不去为好 毕竟去了也拿不到第一 又何必做人家的垫脚石呢 江源打算在这悟到衙安心修行 一日不成仙 便一日不下山 这可把师尊心痛坏了 他不理解自己的这个宝贝徒儿 为何这么在意那个刚刚入门一个月的叶晨呢 即便那个叶晨得了些什么机缘 也远远不是他爱徒的对手 可江源却告诉师尊 或许师尊觉得他已经够强了 但其实青蓝宗的所有天骄 都不过是叶晨的垫脚石罢 结局已定 去与不去都已经不重要了 而且他现在还有更重要的事情需要他 那就是在舞卖会舞之后 天鹰血魔便会破风 谁知师尊突然告诉江源 他最在意的那个叶晨 就在刚刚已经被神弯风首席灵霄给打败 江源文言一脸难以置信 要知道主角叶晨可是气运无双的天命之子 他居然会败给一个不起眼的小啰啰手里 这时江源突然跪地祈求师尊能答应他一件事 而这也是这么多年江源再次换紫云真人师尊 这可把师尊激动得热泪盈眶 江源表示他这些年不见外人 故意断绝宗门关系实属无奈 等他是成之后定将整件事情的来龙去脉如实相告 而师尊一直坚信江源的为人 并表示他能为其做些什么 而江源所求便是不久后开启的盘龙深渊的剑种 想要将剑种开启的日子放到五脉会舞之后 到时候他也去剑种磨练一番 看着江源那无比诚恳的态度 想到这六十年江源所受的委屈 师尊答应吗 师尊对他的关爱令江源感激涕零 他发誓不管前方的道路多么难走 他都要一路向前永不退缩 即便燃尽生命也要守护师门 现在他唯一要做的便是便强 而在江源练剑十万次后 系统也再次给他发来奖励 可惜又是一本剑决 江源甚至以他现在法相近中期的修为完全不够 要是奖励是提升修为那该多好啊 你们猜的没错 其实江源也是一名穿越者 八十年前他以少年人的姿态穿越到这方世界 成为了为守护师门栗战尔王的大弟子江源 在清兰宗他感受到无比的快乐 所以他无法接受清兰宗被魔门覆灭的结局 而这一切的罪魁祸首便是主角叶晨 可惜不管他怎么修炼变强 终究不是主角叶晨的对手 本以为自己穷极一生都改变不了宗门的命运 谁知命运的齿轮竟在慢慢发生天差 这也让他重拾信心 江源发誓这一次他定要王者归来 改变这一切 女王叶轩儿他终于要来了 只是没想到叱咤风云的女王大人 小时候竟也对大师兄暗生情愫 更是对林霄许下他日若为女帝 许君共长久重天的誓言 刚刚醒来的大师兄心情无比舒畅 就在这时怀真前来提醒 今日的早刻是在龙首峰的炼丹房 大师兄问怀真是不是搞错了 今日不是剑种失恋吗 于是怀真便将剑种开启 延后的事情告诉了大师兄 大师兄一脸龙圈 五脉会舞之后才开启 难道剧情又出现偏差了吗 无奈的林霄也只能兵来将挡水来吐掩了 毕竟提前了也不妨碍他走剧情 此刻的龙首峰丹塔内 重量级的丹药即将登场 长老于是将这个展示菩提宁贞丹的重任 交给了大师兄 并主护林霄展示完后一定要放回原位 而这枚丹药正是攻击六胜 以及诸位太上长老们的一品丹药 这正是原著理林霄要偷丹药的剧情 可惜林霄找了半天都没发现叶晨 主角不盯着 他还偷什么丹药啊 而系统则让林霄只需还原好 自己的人设剧情就行 至于其他的无需担心 殊不知大师兄的一举一动 都被三师妹看在眼里 他这次无论如何都要阻止大师兄身败名裂 夜晚 大师兄正交际等待着去打听叶晨消息的怀真 原来叶晨昨日被大师兄打得落荒而逃后 就去胖子老道的洞府中 闭关修炼至今未出 林霄没想到这胖子反派 居然让叶晨去他那里修炼 难道真把叶晨当自己人了 虽然剧情线有些偏离 但好在还有他这头丹药的剧情 随后便换了深夜行衣 打算夜戏只守单方的三师妹 而林霄随身携带着玉佩不小心掉在了地上 看着这半没玉佩 林霄想到了他小时候那段甜甜的回忆 萧哥哥 谢谢你救了我 他日我若为女帝 许君共长九重天 林霄也不知他而是要称霸西荒 逐鹿九州的梦想实现了吗 而叶晨这边正在胖子老道的洞府情家修炼 施老提醒叶晨 他现在只想做一件事 那就是变强 如今留给他的时间已经不多了 他这次一定要在五脉会伍上 将林霄打得如死狗一般 一血前耻 而叶晨这次也早有准备 那就是他的妹妹叶轩儿 如今的叶轩儿已经率领八十万北川荆旗 横扫三十三驳 被北京共尊女皇 叶晨打算带五脉会伍之后便修输一封 让气带领大军前来 随后露出一脸猥琐的表情 哥哥期待着与轩儿相见了 与此同时叶轩儿正霸气地坐在王座之上 这也是一名手下前来禀报 原来是三年之约已到 叶晨希望叶轩儿七日之后率领三十万大军 前往青蓝宗一堵他的雄风 叶轩儿则认为七天时间太长了些 如今北京已全部臣服于他 此番正好可以借此机会杀回中州 叶轩儿之所以这么迫不及待地前往青蓝宗 其实是为了去兑现他儿时与林霄的承诺 这十二年的时间里 他无时无刻都在思念我们的大师兄 反派师兄还是第一次见完全不反抗的反派 而此人正是我们的二师妹郭友仁 换好夜行衣的大师兄刚打算趁着叶黑风高出门偷药 谁知怀真突然出现 原来是四师妹说他伤口恶化 疼痛难忍 让林霄赶紧过去一下 大师兄一下就看穿了小师妹的伎俩 在他那千年凝血膏的作用下 什么外伤差不多当晚就恢复好了 于是让怀真回去告诉小师妹 他去了天女牙奉孝至今未归 你让他好好休息去吧 可怀真不理解为什么大师兄 要打扮成这个样子去见师尊呢 难道是大师兄想顺便出去巡逻 抓住宗门里晚上出来做坏事的弟子 知我者怀真也 不得不说 怀真小老弟真是个天然呆啊 谁知就在林霄快到单方时 竟发现了除他之外出来做坏事的弟子 于是林霄连忙追了上去 并质问起对方是哪个单位的 你这超速了知不知道 我乃神轮风首席林霄 还不速速让开 面具人完全没把林霄当回事 而是继续加速 大师兄见证于是出手 打算教训一下这个狂妄之徒 虽然飞剑接连被其躲过 但下一秒 大师兄的蓝营缠绕 瞬间就扭转了局面 轻轻松松就将此人拿下 不料这名弟子竟完全没有反抗 这到底是哪来的病骄啊 无奈的大师兄只好将其勒晕过去 打算亲自看看他的真面目 谁知面具之下竟是二师妹郭有龙 大师兄一脸难以置信 先是小师妹借口骗他 现在又有二师妹前来阻挠 而他们又是怎么知道 自己今天要出来干坏事的了 谁知这时大师兄竟突然头痛难难 看着怀中的二师妹 总感觉有些似曾相识 紧接着前世海量记忆疯狂 在脑海中浮现 此刻的大师兄心境 显然出现了变化 系统见状竟强制修复了 灵萧的精神状态 缓过神来的大师兄 也搞不清他刚才到底是怎么了 但身为反派大师兄的他 完成任务才是最重要的 于是打算先将二师妹 送回再去偷拿丹药 冷言师尊竟套路起自家古尔 将大师兄好不容易偷来的丹药掉了包 只需贴身携带一碗 便能吸收其中精华 使其神魂力量更上一层楼 果然将还是老的辣 此刻的龙手风干方顶层 三师妹正在独自欣赏月光 就在此时突然发现身后好像出现一道黑影 还没等灵萧下手偷袭 竟被三师妹一把抱住球锁吻 大师兄麻了 连忙质问起三师妹知道人家是谁吗 上来就轻 三师妹表示大师兄的气味 他早已记载了心里 至此都不会忘记的 只是大师兄你为何这副打扮来单方呀 灵萧一脸尴尬 先前差点精神崩溃 好在系统出手干预 才让他稳住精神状态没影响接下来的剧情任务 于是大师兄便开始了他的表演 先是化身纯情暖男对三师妹嘘寒问暖 表示自己这身打扮都是为了来看三师妹 三师妹瞬间就被大师兄这一套丝滑小连招拿捏 陷入爱河的小师妹刚反应过来就发现大师兄没了踪迹 于是连忙四处寻找起灵萧 他今晚必须要盯住大师兄 绝不能让其将丹药盗走 不料大师兄竟使用以前系统奖励的一道傀儡替身组 成功将三师妹骗走 看着到手的丹药大师兄是一脸开心 五脉会五的第一个支线任务终于达成了 殊不知刚才所发生的一切都被躲在不远处的师尊叹得严 而刚才灵萧偷走了那枚丹药 乃是月季前被亲手炼制的超频宝丹菩提素混丹 先前的那枚宁针丹早就让人送到了太苍山去了 此丹只需贴身携带一碗 就能将其练花吸收其中精华 五脉会五 我的肖二必定夺得头筹 第二天早上 丹方主事长老便来到神门风打谢 多亏了林首席和楚师之丹塔 才没出现一丝一毫的纰漏 反观师尊和师妹们一副无精打采的样子 想必应该是为了昨天的事情没休息好 林肖文言连忙询问长老是不是忘记了什么 这可把顾长老搞懵圈了 大师兄麻了 这到底什么情况呀 这么重要的丹药被偷走了你居然没发现 真是老糊涂了吧 于是连忙寻找怀中的那枚丹药 打算采取自爆的方式 强行将剧情拉入正轨 可找了半天什么都没找到 此刻大师兄的脑袋就像诈派了一样 明明将丹药贴身携带的呀 现在怎么没了 这时师尊突然发话 询问林肖是不是最近休息得不太好 脑子不太清醒了 当看到师尊的表情 大师兄猜测这件事情绝对不简单 一定有果 上一次莫名其妙给他建议灌顶 传授无相剑体 并让他务必斩杀叶臣 难道是师尊用了某种逆天手段为补先知 毕竟能让他的菩提名真丹凭空消失 大概也只有师尊能做到 随后林肖来到师尊的洞府 当面质问起师尊为何在收徒大典的前一晚 为他建议灌顶 还有叶臣拜山挑衅 以及今日担要仪式 难道都是师尊提前算到的吗 林肖表示他不愿被心爱之人 当个傻子一样随意安排 还请师尊如实相告 这还是大师兄第一次如此硬气地和师尊对话 难道大师兄这次要知冷起来了 大师兄竟当众亲吻起师尊的额头 而这一刻可以说是师尊最幸福的时候 大师兄为了弥补钢牌的大逆不道 特意送上先前获得的黑袜当作陪礼 就在刚刚大师兄竟知冷了起来 表示自己实在不愿被心爱之人 当个傻子随意安排 所以他今日务必要问个明白 师尊告诉林肖很多时候知道的越多 身上的担子就越重 不管将来发生了什么 师尊都会为你遮风挡雨铺好路的 而你 只要像小时候那般无忧无虑变好 大师兄闻眼感动不理 这时师尊举起手中美酒 脸上也露出忧伤之情 感觉现在的他似乎一点都不符合 林肖心中庄重威严的师尊形象 看着面前就像一个小女人的师尊 大师兄内心无比的心痛 他明明只是原著里的一个反派大师兄而已 何德何能让师尊如此关爱有加呢 而这时那股奇怪的感觉似乎又来了 好像有什么情感压抑不住 就在师尊愣神之际 大师兄静下意识地亲吻起师尊的额头 完了完了 这下真的完了 我怎么会突然亲吻师尊呢 反应过来的肖红灵连忙后退 肖二 你大胆 现在你越来越放肆了 林肖见状连忙解释 表示刚才吻了之礼 乃是他家乡的传统习俗 是晚辈对长辈表达无上敬意的方式 随后便开始转移话题 拿出先前获得的黑袜当作陪礼 林肖更是介绍起这黑袜有着修饰腿情 增添气质的妙用 师尊要是搭配此物必然更加美艳无双 看着林肖送给他的礼物 肖红灵爱不试试 林肖也是露出了满脸期待的表情 谁知肖红灵竟说这袜子奇奇怪怪 他身为一脉手作 绝对是不可能穿的 更不可能在林肖面前穿 这可把林肖失望坏了 随后便让林肖先行退下 在他五脉会五碾压夜沉之后 或许会将一切告知林肖 等林肖走后 肖红灵看着手中的黑袜陷入了沉思 平日里不务正夜 竟收集些奇奇怪怪的玩意 但一想到今日林肖期待的眼神 要是肖二真能在五脉会五时 碾压夜沉改写命运 他穿一下也不是不可以 在这三天的时间里 林肖整日里就是摸鱼平躺 这时怀真端着一只考昆前来 大师兄也从怀真口中得知 这三日不管是师尊还是师妹们 都在寻找他的踪迹 但好在林肖事先吩咐怀真守口如瓶 虽然林肖偷担药的任务被系统放水 判定还原人设成功 但为了三天后 关于二师妹的任务不再出现任何问题 所以林肖才一直躲在宫殿里 等待任务开启的时机 这时怀真疑惑地问起大师兄 为什么大师兄这几日都在观察这些牌子 原来这些都是宗门弟子的本命御牌 由于宗门弟子要经常外出出摩尉党 因此需要通过这些御牌 与各地执行任务的弟子们沟通 方便掌握他们的动向 人死则排碎 而刚刚碎掉的便是掌教真人的清传弟子李浩雅 天赋实力也都是一等一的存在 这也说明苍蓝城有大事发生 那便是接下来 二师妹等弟子带队 前往苍蓝城抗击去魔的支线任务 很快掌教便发起了五脉手作会谈 各脉手作鞋自家首席弟子 以及三名清传弟子前往神肖宫 大师兄临走时再次嘱咐怀真 带五脉会舞之后下山去做一个平凡人 逃走是他唯一的机会 此刻的怀真敢更不已 他终于明白大师兄为何一直劝他离开清蓝宗了 原来大师兄早已算尽了一切 看着大师兄散发着光芒的背影 怀真竟有些忽然不想走 高冷师尊为了给反派师兄送行径 特意换上了新皮肤 黑袜版的师尊真的好可爱 与此同事摆烂了六十年的穿越者江源 这一次终于支冷了起来 我见六十年 他这柄太乙玄清剑 也是时候该出窍了 此刻龙手风神萧宫大殿 紫云真人正在询问跟麦首席可否到齐 分别是龙手风首席徐正清 凤鸣锋首席祝婉宁 赤云锋首席王武 以及天命之子天荡锋首席叶晨 当叶晨一出场变成了焦点 只因刚入门一个月的 他就击败了前任首席陈锋 成为新的首席弟子 而最后一名姗姗来迟的 便是我们的反派大师兄 神兰锋首席灵霄 随着灵霄的到来 叶晨的风头瞬间就被抢走了 叶晨见状于是指责起 灵霄竟然在这般重要的场合迟到 还有没有将长老们放在眼里 大师兄随即嘲讽起叶晨 本手气迟到自有长老们不言责备 你算老几也敢管老 这时师尊赶忙打起了圆场 为灵霄求情开脱 叶晨无语到了极点 到底谁才是天命之子啊 他不理解为什么灵霄这个仙棍 可以拥有这么强大又不等的师尊 对于这种微不足道的小插曲 长老们自然没有放在心上 大事在急 还是快些抽签吧 援助中叶晨败入凤鸣锋 祝婉宁抽中了到自迁带队出发 叶晨作为队员随行 而现在随着剧情改行 抽中到自迁的分别是其他三封 灵霄是一脸无语 三番五次打剧情 这要他怎么圆回去啊 谁知就在此时祝婉宁突然请您 表示此番苍蓝城之变 龙手风的李浩阳师弟 以及数十名弟子申允道消 所以打算代替徐正清前往苍蓝城 经过几位手作讨论 最终答应了祝婉宁的请求 而师尊也派给了林霄两名师妹当作助手 分别派二师妹和三师妹与他一同前去 大师兄一脸开心 没想到会以这种方式回归剧情正轨 这不稳了呀 为何祝婉宁执意要前往苍蓝城呢 只因他深知大师兄为了拯救宗门 独自抗击了那叶晨两次 所以这一次他定要与大师兄携手共战 阻止叶晨的阴谋 看着大家斗志昂扬信心满满的样子 林霄也是开心极了 终于剧情快要完结了 他这个小反派总算快要下线了 就在大师兄他们要出发时 师尊竟换上了新皮肤特意来给林霄送行 并提醒林霄万事小心 一切以保命要紧 躲在不远处的小师妹内心无比忧伤 看着手中花费好长时间才编织出来的戒指 本想在离别前送给大师兄 可惜还是慢了一步 说好的只能因一人独有了 与此同时江源正在失地的坟前伤叹 此刻的他内心无比自责 知道剧情走向的他却不敢阻止 而是选择躲在这雾道牙摆烂了六十年 如今随着林霄的崛起 剧情已经发生了变故 江源决定提前出手 顺便再尝试一次夺走男主夜城的机缘 就算是飞蛾扑 他也要竭尽所能 管天青 救师门 保护青蓝宗所有的师弟师妹们 此刻的江源一改往日颓废 魔剑六十年 为的就是这一刻 师妹之间的修罗场终于出现了 分别是火辣欲解的二师妹和温柔可爱的三师妹 两种不一样的风格该选谁好 经过一天的蹬播 林霄他们已经到了距离苍蓝城不远的洛月镇了 这时三师妹发现大师兄脸色似乎不太好 于是两位师妹提议如今天色已晚 不如就在前面的客栈住下 而且凤鸣峰的祝婉宁也已经带领弟子们进驻了洛月镇 明日正好可以一同前往苍蓝城 林霄文言一脸蒙圈 按照原著剧情发展 不应该是他这个慵懒大师兄嚷嚷着要住店吗 现在怎么他成被动了 到底我是反派 还是你们是反派啊 但好在最终路线是一致的 随后林霄一行人便包下了整个客栈 打算好好修整一番 按照接下来的剧情 林霄他们在这间客栈住下之后 第二日清晨便会出发启程 没走多远便会出现两条路 一条荆棘密布阴森恐怖 有着魔道中人留下的印记 而另一条却是一马平穿阳光普照 身为一个欺软怕硬的反派 林霄自然是抱紧二师妹的大度 强迫他走第二条道路 而三师妹为了不辱师门使命 独自带领几名师妹选择了另一条道路 其实那条阴森恐怖的道路上什么都没有 只是魔门想要迷惑大家的假象 相反那条阳关道却是危险重重 更是会遇到杀害李浩阳的真凶 八大魔门之音鬼交的师魔道人 而林霄这个不要脸的竟在关键时刻 将二师妹推了出去自己跑路了 幸好二师妹实力高深莫测 和师魔道人打个五五开 最后叶晨及时赶到一剑将其灭杀 从而收过师魔道人掉落的祖传至宝银神柱 就在这时怀珍端着刚熬好的骨头汤来了 不得不说怀珍小老弟真的是太贤惠了 要是怀珍是个妹子就好了呀 怀珍一脸害羞表示这些排骨食材都是三师姐弄来的 她只不过是借花献佛罢了 三师妹连忙邀请怀珍过来坐在大师兄旁边一起用晒 这些骨汤如此珍贵 人家一个小小外门弟子 怎么能跟师兄师姐们一同用餐呢 这时二师妹突然阴阳起三师妹 让怀珍给三师妹倒一杯茶 这绿茶她可喜欢喝了 而我们的大师兄则在一旁静静地看着这场好戏 谁知就在此时竟有弟子突然倒地 表示这汤被人吓得毒 大家第一时间便怀疑起了顿汤的怀珍 大师兄连忙质问起怀珍为何要在汤里下药 怀珍一脸委屈 表示自己真的没有 随后竟当着大师兄的面将补汤一饮而尽 紧接着自己也晕倒在地里 此刻的大师兄一脸懵圈 不会真有魔门的奸细混进来了吧 当大师兄也倒下后 幕后黑手终于现身了 原来这一切都是三师妹搞的 指引好不容易能与大师兄独处 她自然不会轻易放过这次机会 谁知就在三师妹将要下手时 二师妹竟出现打断了她 三师妹 放开你的闲珠手 我们的二师妹到底有多牛批 竟然夺走了师妹对大师兄的爱意 就连熟睡的大师兄都不放肚 就在刚刚本打算对大师兄下手的三师妹竟被师姐打断 此刻的三师妹一脸不紧 为何师姐没有中毒 其实二师妹早已看穿了她的小心思 指引三师妹哪怕是说一个小小的谎话神色都归不自然 当她看到怀真将骨汤端上来时 说实才是三师妹采购便发现其眼神多闪 明显心里有鬼 所以她喝了骨汤但没咽下 如今看来果不其然了 见事情败露三师妹打算和师姐一战高下争夺大师兄 不料二师妹一脸坏笑 表示根本不需要出手 师妹 正所谓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 你现在可以睡了 原来二师妹为了以防万一 竟在刚才的茶水里面下了毒 师妹放心你我姐妹十几年 师姐是不会忍心害你的 你中的只不过是普通的催眠散罢了 你可知师姐我是从什么时候爱上大师兄的 为了师兄 人家自然要多考虑一些了 既然你心心念念想要抢走大师兄的一切 那师姐便抢先一步夺你的梦 两个字 牛P 忙完这一切的二师妹看着昏睡不醒的大师兄 打算先将灵霄带回房间 看着如此可爱的大师兄 二师妹情不自禁地亲吻了灵霄的人家 大师兄等人家斩了师魔道人 便回来带着女人走高飞 再也不回去了 这时二师妹突然联想到 刚刚亲吻了师妹 现在在亲吻大师兄 这不就相当于让师妹和大师兄间接接吻了吗 很快二师妹便出发单刷宝去 此刻的苍蓝城方是灯火功名 就在师魔道人带着两名妹子里开始 二师妹突然出现将其拦下 阁下可是阴鬼叫左护法师魔道人 见身份败露老头一打将身旁妹子推开 打算出手解决郭友荣 谁知下一秒二师妹率先出手 一个手刀便将其直接斩杀 这种一剑变死的货色 怎么可能让叶辰那个人渣来捡漏呢 就这样天命之子的机缘再次被截毁 而这便是剧本里男主叶辰将要拿到的凝神珠 看着手中的凝神珠 二师妹打算将其送给灵霄当作定情戏名 也不知道大师兄会不会喜欢 谁知就在此时一名猥琐变态 突然出现在二师妹身后 此刻的二师妹动感不妙 感觉到此人很强 本打算逃离时 竟发现身体动弹不得 随后猥琐男子一步步朝着二师妹走来 在吞噬你之前 人家要让你在恐惧中知晓我的真名 而面前这名英柔男子 乃是魂天宗魂殿少主积奥天 也不知道大师兄会不会前来救场 他来了 他来了 我们的反派大师兄 踏着七彩祥云赶来了 锦衣剑便将欺负他师妹的变态 红成了渣渣 面对法相近的天鹰童子 这次大师兄义无反顾地 挡在了师妹前面 师妹的安全由我来守护 看着一步步向他走来的积奥天 二师妹这次是真的怕了 郭友荣啊郭友荣 亏你自诩不凡心高气傲 在这些杀人如麻的魔刀恶徒面前 你只不过是温室里的花朵罢 弱者怎配活在这方世界呢 小时候的林霄不仅一直守护在他身边 更是一人斩尽了二师妹的仇人 从那一天 整日做噩梦的国家姑女便消失了 取而代之的是那个战无不胜 丽亚同辈天骄的神乱风清传二弟子 如今在这生死存亡之际 他是多么希望大师兄能来救救他 就在此时驻守二字响彻了整个苍蓝城 而来人正是二师妹心心念念的大师兄 当吉耀天看到林霄时 他慌了 只因他从林霄身上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杀影 还没等他反应过来 便被林霄一招从天而降的剑法轰成了渣渣 他怎么也没想到 大势已去的青蓝宗 近还有这般牛批的人物 其实在二师妹离开不久后 大师兄便醒了过来 只因生怀无相剑体又有北明真气护体的林霄 喜慧就这么轻易攻死过去 在得知二师妹要一个人闯进苍蓝城后 林霄甚至其中凶险 因为那几个大boss都在里面 比起任务林霄更在意的还是二师妹的安全 但好在及时赶来将二师妹成功救下 就在两人要离开此地时 虚空中突然出现一副诡异的嘴影 下一秒一个指人便朝着他们猛的起来 好在二师妹及时提醒 林霄这才及时躲过攻击 而那指人更是拥有法相近后期的修为 以指人作为媒介施展鬼道神通 看来只有这位阴鬼交的左护法天鹰童子 在原著的这个时间线上 八打魔门已然结成了同盟密谋覆灭青蓝宗 更是通过阴鬼叫腐蚀污染的手段 将毒性蔓延整个青蓝山脉 导致宗门弟子被邪气轻住 从而进阶大爹 为了守护青蓝 保护师妹 大师兄决定拿出他真正的实力 师妹 你先后退 接下来大师兄要开始展示真正的技术 反派师兄竟当街骂起了天鹰童子 一句丑八怪直接将其气的自爆身亡 这难道就是大师兄真正的技术吗 两个字 牛批 援助理天鹰童子原本不会这么快出场 可因为二师妹改变了剧情 提前一晚闯入了苍蓝城 这才惊动了此人 以天鹰童子法相近巅峰的修为 想跨越一个大境界将其击败 就算是男主叶辰也不可能做到 但林霄却知道天鹰童子有一个致命的弱点 只见大师兄缓缓走向天鹰童子 难道大师兄要展示他真正的技术了吗 师兄到底还藏着什么厉害的神通 是我不知道的吗 只见林霄深吸一口气 随后以一种极为嚣张的表情 对着天鹰童子开骂 什么狗屁天鹰童子摸门大护法 你就是歌姬而已 就你也配在小爷面前叫嚣 这番牛批的操作着实惊呆了两年 而这也成功激怒了天鹰童子 他纵横磨到一百年 还从未有人敢这么如此与他讲话 而且还是一个不入流的金丹小丝 恼羞成怒的他放出指认便朝着林霄系去 二师妹本打算上前支援 却被大师兄瞒下 毕竟即便是他俩联手也打不过这家伙 天鹰童子没想到林霄去去金丹修为 不仅掌握了木系法则之力 还催生出了这等强大的本命神通 这也更加勾起要拿下林霄的想法 看着如此恶心的小老头 林霄也是无语到了极点 魔门的人都这么变态的吗 随后林霄便开始了长达两分半的嘴炮输出 令天鹰童子没想到的是 林霄竟知道他的过去 原来天鹰童子小时候 因长得太丑还是诸如被母亲无情抛弃 死后更是被天鹰老祖炼成了鬼鬼 天鹰童子威胁林霄让其住口 反而让林霄变本加厉 越骂越嗨 只因着天鹰童子血怒攻心 再也掌控不了天鹰血魔植入他体内的天鹰魔珠 很快便会被自身暴走的魔器吞噬殆尽 原著中他就是在第二次震魔大战中 被小师妹活活骂死 最后一句丑八怪更是气得天鹰童子破防自暴身亡 这也看待了一旁观战的二师妹 大师兄未免也太强了些吧 这是二师妹连忙上前将本是叶晨的机缘双手奉上 据说这玩意能让神势通达 一念成佛 弹指间便能祭出法术神通 是原著中叶晨一直用到后期的先天之魔 看着手中的凝神猪林霄犯了难 要是想还原剧情岂不是要将这玩意儿拱手让给叶晨 想想就有些不甘心 谁知不远处传来一道声音 这位师弟 可否将这东西交于我 而来人正是同林霄一样穿越来的龙手风前任首席江源 红为穿越者的两位师兄今日终于碰面 当江源得知面前之人正是那位暴打天命之子的林霄后 不仅太独来了个大改变 更是在面对追击而来的三大五十一的大巫主 一无党度地倒在了林霄前面 就在刚刚江源突然出现 并让林霄将手中的凝神珠交于他 林霄看着眼前之人 总感觉似曾相识 于是便询问起江源 之前是不是打过照面 而江源也同样有此感觉 彼是彼刻 恰如此是此刻 原来在多年以前 江源打算在叶轩儿小时候将其掳走 正是林霄出手就下了小时候的叶轩儿 江源也没想到缘分竟如此奇妙 必转眼十四年过去了 林霄也长成了风流翩翩的青年剑修 林霄脸色阴沉 难道此人今日特意前来找他算账 于是拿出逃生符传 但凡察觉此人有所异动 他便带着二师妹立马跑路 江源让林霄不用紧张 还闭关六十年 每日刻苦练剑不敢懈怠 修为虽然比林霄多出一镜 但见到境界却略训一筹 以前的事情 就算了吧 毕竟那人气运滔天命不该绝 随后问起林霄一个问题 那便是他败在哪位首座门下 如今是谁鹤立鸡群碾压同背添娇 二师妹一脸无语 总感觉此人有些怪怪的 江源也从二师妹口中得知 此人正是神栏风首席林霄 那个消失书最宠爱的大弟子 连续两次碾压夜城的存在 如此一来 他好像确实不配向林霄所摇灵神珠 看着江源低落的模样 林霄也觉得此人 好像不太聪明的样子 于是打算借机 带着二师妹赶紧离开 江源也在林霄要离开时提醒他 一是林霄或许远比自己想象的强大 解决问题的根源便在于林霄 是林霄改写了自己原本悲惨的命运 二是让他务必守护好身边的人 若是要爱便大胆去爱 莫要让某些人渣有机可乘 最后一点 你是青蓝宗禁谷最强健修 消失书的大弟子 气运自当不弱于人 因而能力越大责任越大 并叮嘱林霄他日魔门为火苍生 定要拼尽全力守护宗门和所爱之人 谁知就在此时追兵来袭 而来人正是苍蓝城三大宝之一 南兆国鬼巫教的大巫主 还有他麾下三千桶甲士鬼大军 要知道这大巫主修为已经达到了原因禁忌 一身鬼道法术可通幽名 可不是刚才那天因童子能够辟命 就在这时江源挺身而出 挡在了林霄前面 他悟到牙魔剑六十年 今日正好借此机会拿这些魔门妖孽祭剑 没想到他就是那个魔剑六十年的绝世天骄 难怪这伙这么有底气啊 而在林霄逃跑之际 竟不小心将自己的本命令还遗落在此 因为宗门赴汤导火守护同门的江源师兄 竟被天命之子偷袭残忍杀害 什么天命之子简直就是一个无耻败的 就在刚刚叶成从十老口中得知 只要杀掉是魔道人 便能将弃至宝明神珠收入囊中 这一次他定要将这机缘牢牢掌握手中 可当他赶到后镜发现魔门之人全部被人斩杀 当叶成看到鬼屋教令牌时也是极为震惊 他没想到鬼屋教的镇教二老传闻中的原因强者 竟然横尸街头生死到消 而且宁神珠的气息也完全消失了 十老猜测应该是某个正道修士闯入了苍安城 杀了这些魔修夺走了宁神珠 当叶成看到灵霄遗落的本命令牌后 更是验证了他的猜想 这家伙已经是第二次夺走了本该属于他的机缘了 身为天命之子的他 难道要一直活在灵霄的影子里吗 就在此时血战魔修的江源拖着重伤的身体出现 并提醒叶成赶快离开苍安城 八大魔门已经联盟 后援即刻变倒 叶成也总感觉此人似曾相识 看阁下的配件可是青蓝宗弟子 这些魔道修士可是你所斩杀 江源让他别废话 速速跟着神文风大师兄灵霄离开此处 叶成文言一脸黑线 下一秒进一见残忍地杀害了一心守护宗门的江源师兄 这可惊待了一旁的石老 他不理解为何叶成要暗算同门 在叶成眼里只要同灵霄有关系的都是他的敌人 石老 天命之子里应杀法果断 难道不是吗 与此同时回到客栈的灵霄发现祝婉宁也来到此地 原来祝婉宁方才与师妹们路过客栈 发现神乱风弟子全部中了名要倒地不起 担心出事便决定在此无法 灵霄也是对祝师妹的举动感动不你 灵师兄人家有些悄悄话想单独对你说 不知你方不方便 另外师妹没想到的是 就连祝婉宁这种天之娇女都对大师兄放心暗许 大师兄真是优秀 而灵霄也和祝师妹来到了天台 这时祝师妹突然开口询问灵霄是不是很讨厌自己 灵霄文言一脸蒙圈 原著中清冷如雪难以撩动的冰山美人 为何会对他这个小反派说出这种无厘头的话来 灵霄告诉他无所谓讨厌与喜欢 你我就是普通的同门关系 得知灵霄不讨厌自己他也总算松了口气 随后便恳请灵霄不要参加舞卖会舞 叶晨就交给他来打败 灵霄断然不可能答应他的请求 毕竟现在只差灵人一几 便能完成任务原地飞升 祝婉宁见他心意已决便也不再多说什么 既然祝师妹没什么事 那明日咱们便一同回去吧 灵霄也将凶手视魔道人 被二师妹处决的事情告诉了他 如今苍蓝城内魔门的阴谋我们已经了解 所以还是速速返回禀报宗门 临走时灵霄趁着如此良辰美景 竟对着祝婉宁说起了土味情话 祝师妹刚才忘了说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那就是祝师妹你真的很美 就跟今晚的月色一样美丽 明日里温婉贤淑的三师妹 没想到竟是这样一个人 不仅抓住了师兄的未来 更是将把柄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 就在刚刚灵霄借着良辰美景当中告白祝师妹 并成功拿捏了这位角色天娇 就连灵霄也没想到 本是主角的后宫之一竟会对他方心暗许 而系统更是送上一本双修秘籍当作奖励 回到房间后的灵霄辗转难眠 自从夜晨拜山之后各种状况层出不穷 已经对他的成仙道心造成了冲击 自家师妹也就罢了 现在就连江源这个配角都让他内心震动 要不是当时二师妹有伤在身 他定会留下来跟江源师兄并肩作战 灵霄也不由感叹 若他有主角的气韵和老爷爷加身 他倒不介意留在此界 解救清完宗守不师尊和师妹们 奈何他就是一个小小反派 如今他只需要再坚持一段时间 演好最后一场泄木大戏便能飞升了 若是再出现什么重大变故 他也就认命 谁知就在此时系统静又不按套路出牌 竟将他的修为提升至了法相近初期 先是那晚拖担回来 神魂便莫名其妙拉升到底 然后再搭配这个顶级内区发动机的北林真气 到底谁才是真正的主角啊 误过法相近的灵霄第一时间便查看起自己的法相 可令他没想到的是自己的法相 竟然是一把平平无奇的长剑 同他那三位师妹的法相真是差远了呀 但想到自己毕竟是个不起眼的小反派也就算了 本打算就此入睡时 三师妹竟半夜敲响了灵霄的屋门 灵霄麻了 这丫头刚醒来不久 又想搞什么飞机啊 下药事件后 三师妹温婉贤淑的形象已经在她的心中崩塌了 于是便以男女友别自己没穿衣服为由拒绝三师妹进屋 不料三师妹竟直接推开了屋门 这番操作下的灵霄连忙后退 三师妹则表示自己只是有些心里话想和灵霄说清楚 可就是这场景似乎有些尴尬 为何灵霄如此坐怀不乱呢 直隐眼下两条支线任务已经全部完成 接下来便是最后的五脉会五了 她是真不想出现任何差错导致剧情功亏一亏 这时三师妹突然向灵霄靠近 并解释自己在汤里下药明晕大家 其实只是为了想和大师兄独处 最让灵霄没反应过来的是 三师妹竟又不按套路出牌 成为了第一个吃到螃蟹的师妹 彻底抓住了未来 二三师妹的修罗场经夜再度来袭 这一次的竞争也是更加激烈 到底是选择火辣玉姐的二师妹 还是温柔可爱的三师妹呢 身为反派师兄的灵霄难道还用选择吗 就在刚刚灵霄没想到平日里 温柔可爱的三师妹竟会如此大的 三师妹连忙解释自小涉猎百家之作 博览群书所以还算略懂一二 而这也是她从小到大最憧憬向往的时刻 灵霄见状连忙将三师妹推开 师妹如今的你已经染上了心魔而不自知 长此下去你的勤勉努力将会毁于一旦 而且外面全是师妹们 若是被看到你我都将在青蓝宗勇无立足之地 看着三师妹这可怜委屈的模样 灵霄也不知如何是好 这时三师妹突然开口 如今的她只想知道一个答案 那就是她跟二师姐 大师兄心中更倾向于谁呢 谁知话音未入 二师姐竟不管三七二十一推开房门冲了进来 并让无耻的三师妹放开大师兄 三师妹没想到二师姐居然偷偷跟踪她 既然明正暗斗了这么多年 今日借此机会不装了 要好好和她这个二姐竞争一下师兄的归属去 这可看呆了一旁的大师兄 吃瓜竟然吃到了自己身上真是没水了 二师妹则让三师妹趁早打消这个念头 还是赶紧去找那个叶晨去吧 那个人渣才适合你 三师妹怒了 你跟那个叶晨才是天生一对 这时二师妹突然扑进大师兄怀里 让灵霄将今晚孤身一人前来相救的事情告诉三师妹 而且若非大师兄偏爱 又怎会在小时候为了帮助人家去除心魔 远赴大周提师妹斩灭仇人呢 况且单凭身材上的气势人家就已经赢了 三师妹这边则让大师兄收起那该死的温柔当断则断 暂且不谈小时候大师兄有多少次偷偷为我修缮情弦 就说方才他是第一个吃到螃蟹这点便赢了 所以大师兄你要选择谁呢 而此刻的大师兄并没回答 而是独自走到窗边看起了夜空 随后便开始了内心堵摆 此时此刻的师兄就如同那轮矫急的月亮一般 照拂着宛如星辰的你们 只有我们大家在一起 才能组成一副完整的夜景 所以师兄并不属于你们其中一个 而是属于整个宗门 上一秒还在争风吃醋的二三师妹 下一秒就又成为了相亲相爱的一家人 没办法身为一个天生的暖男 融化并交师妹们的内心 应该是最基本的义务吧 这一夜 三人如同小时候那般挤在一张床上并排而睡 气氛无比幽静美好 虽然林霄每人入怀 但内心却是十分平静 只因此时此刻他久违地感受到了家的氛围 若你们不是女主 他也不是反派 或许真的可以在这里成立一个和谐幸福的大家庭 而林霄也隐隐感觉到自己若再继续沉沦下去 迎接他的将会是万劫不负 就好像他已经经历过无数次一样 可即便如此那又何妨了 可爱戴蒙的小师妹竟特意穿上了白色裤袜 迎接大师兄凯旋而归 果然还是小师妹最懂大师兄的心思 清晨起床林霄就感觉肩膀差点暴废 还是自己单身一人比较好吧 这时祝婉宁突然前来禀报 林师兄昨夜城中爆发了一场惨烈的政协大战 死了上千名魔门弟子 并且那鬼屋教的大巫主死后 城中剩余魔门余孽全部退出了城内 林霄也从朱婉宁口中得知并未见到有正道中人的尸首 不过 听闻有一名穿着青蓝宗服饰的男子 浑身浴血提剑走出了城门 林霄悬着的心这才送了一口气 他没想到江源师兄竟这么猛 连原音境界的大巫主都被他斩灭 根据原著提示 八大魔门计划通过污染青蓝宗周边分支灵脉 从而使毒性蔓延到本山灵脉 如今提前破坏这个计划 想必应该能让青蓝宗减少伤亡 接下来的两日 林霄率领师妹们找到了被污染的分支灵脉 并将之一分为二 从而切断了青蓝宗本山灵脉的联系 可令林霄没想到的是 他这两位师妹料事如神 竟然精准找到了污染源头 而祝婉宁更是霸气的以一己之力焚毁的嗜毒源头 见此情形林霄在结合先前的一些事情 他心中已经生出了大胆的开想 解决完这一切事情后 林霄他们终于凯旋而归回到了师门复命 祝婉宁也就此告辞离开 就在林霄要返回神乱风时 小师妹突然出现来到宗门口迎接大师兄的归来 林霄也是欣喜若狂 离开的时候都没来得及跟他到底 我这个大师兄当得真是不称职啊 当林霄抱紧小师妹时 竟发现小师妹居然又穿上了那条白色裤啊 师妹你是真行啊 二三师妹看到这一幕差点原地爆炸 于是达成了联盟 怎么也不能让小师妹先得手啊 达成统一战线的两人第一时间便制止了小师妹的行为 小师妹你先回去吧 等大师兄忙完正式就去找你 毕竟这种场面要是不赶紧闪人 怕是会对师妹们叨死啊 谁知小师妹又开始了卖惨表演 就因为人家是个小傻瓜 所以才不配得到大师兄的宠爱吗 若不是人家先前被那个人渣夜晨打伤 就也能跟着大师兄一同出征了 而这番卖惨下来也是令两位师妹不由心痛起来 虽然我们俩无论怎么争中吃醋 可或不及这位天真无邪的小师妹啊 毕竟一个天真懵懂的小师妹能有什么坏心思呢 最终还是引后鹿鹰鹰略胜一筹 从师姐手中抢走大师兄 看着许久不见的小师妹灵霄也是十分开心 这次小师妹一脸天真无邪地看着灵霄 表示自己乖乖等了大师兄这么久 大师兄是不是该给鹰鹰些奖励呢 并教小师妹竟要大师兄当众亲吻他的狱卒 但却被大师兄直接拒绝 只因我堂堂神轮风首席大弟子 怎么能对傻白甜的小师妹做出这种事情 不行 绝对不行 此时与大师兄独处的小师妹正在花痴地看着灵霄 鹰鹰乖乖等了大师兄这么久 大师兄不给鹰鹰些奖励吗 此刻的灵霄虽然很想给小师妹一些宠溺 但为了以防剧情添离 于是一本正经地表示 大师兄可以宠溺 但不能没有限度 譬如 身为兄长 大师兄可以亲吻你的脸颊 额头 这是长辈对晚辈的案 但是嘴对嘴是绝对不可以的 小师妹十分心痛 明明他那一次在莲花洞祖亲吻大师兄的时候 大师兄你不也没拒绝吗 林霄麻了 表示那一次是看他被夜沉打伤不忍心拒绝而已 收手吧 鹰鹰 你眼下正是青春年华 这些情情爱爱不适合你 林霄深知在他成仙非生之前 有必要将小师妹拉回正轨以免误入弃图 当然最大的原因就是 他确实有些挡不住小师妹的攻势 可小师妹还是不愿放弃 翻出了他给林霄做的草剑 并对着大师兄申请告白 小时候的林霄为了帮他除去心魔 独自斩了那头妖兽 这些他都一直记在心里 林霄表示这些都是小事 鹰鹰现在已经是一名优秀的御寿师了 大师兄很欣慰 小师妹却在这时告诉林霄 在他的家乡已晋级计之年的女孩子 主动送给男孩子亲手做的戒指 便意味着放心已许 至死不渝 若是男孩子不答应的话 女孩子便会孤独中老终生读价 或者杀死自己的一中人 然后再自我了断 这样他们就永远在一起了 林霄文言直接压麻呆住了 这特喵的是什么扭曲的爱慕 小师妹连忙解释 绝对不会伤害大师兄的 而且这枚天心界 他原本打算在大师兄 出发苍蓝城前送给师兄 林霄见小师妹如此用心良谱赶忙安慰 但他一想到自己 收了这枚戒指 万一成先离开后 自己岂不要背上一个渣男的骂名 除非是五脉会五十出现意外 于是他便已过几日五脉会五十 待他打抱叶尘的狗头后再印 小师妹见状也不再多说什么 即便按照天道记忆里的事件发生 大师兄最后被送往四过牙 他也愿意化作一道光温暖融入大师兄的身体 只要能和大师兄在一起 一辈子待在四过牙又何妨 这时小师妹突然起身 很严肃地询问林霄喜不喜欢他 林霄表示那是自然 谁知小师妹竟害羞地坐在桌子上表示 想让林霄跪下亲吻他的狱卒 林霄一时不知如何是好 身为反派的他到底要怎么办呢 经过短暂的思想斗争后 林霄表示他身为神伦风首席大弟子 堂堂八尺男儿 怎能任由你这小丫头摆过呢 你以为你是师尊呀 还请这位小日子师妹冷静一些 见大师兄如此不解风情 小师妹又开始了卖惨表演 林霄麻了 没想到自己也有被拿捏的一天 最终大师兄还是妥协了 高冷师尊为了迎接反派师兄凯旋 而归镜特意换上了黑色长蜡 而这哇塞的一幕 也恰巧被大师兄看得一清二楚 世尊 胡儿真的什么也没看到 就在刚刚林霄跪舔完小师妹的狱卒后 来到河边清醒 而这也给他造成了极大的心理阴影 这时林霄突然想到小师妹方才问他 视魔道人是不是被叶臣斩杀 小师妹是怎么知道视魔道人的呢 况且不只是他 就连二三师妹和祝婉宁在内 在这一次除谋行动中表现的都很反常 再加上先前他做的坏事都阴差阳错反转 结合种种表现 林霄猜测他们或许也是重生者 亦或者是同他一样掌握了剧本的穿越者 虽然林霄现在不敢百分百确定 但如今所有制线剧情已经完成 接下来就看五脉会五上他们会如何表现了 林霄这几日不见师尊 也甚是想念 安抚完了小师妹便到了静孝道的时候 与此同时师尊也在为林霄担心 毕竟按照天道剧本的描述 友荣也该杀了视魔道人回来复命 为了不影响剧情 走向他这次并没有干预 但内心还是十分担心林霄的安危 即便破坏天道预言 他也不能让林霄受到一丝伤害 就在他打算前去出门寻找林霄时 竟看到了先前林霄送给他的黑袜 我穿这个去见他 他会不会很高兴呢 谁知就在师尊穿袜时 林霄竟突然推门进来 这羞耻的一幕也被林霄竟收眼底 林霄没想到师尊竟也对他送的黑袜情有独钟 原来师尊内心也有这么病交的一面 为了缓解尴尬 林霄表示自己刚才什么都没看到 可师尊又岂会信他的鬼话吗 只见师尊心念一动 便将林霄带进了他的神势空间 而接下来迎接林霄的便是和师尊的炼剑环节 在经过两个半小时的军训后 此刻的林霄累得差点没原地归西 而他也在和师尊的对决中 将自身剑到修为大幅提升 一想到自己现在强的一批 林霄的脑袋就像炸开了一样 明天夜晨还怎么跟他打呀 而师尊也对林霄的表现很是满意 不仅修为踏入了法相境 就连剑法都更加精进 为师果然没有看错人 萧尔果然是万中无一的剑修天才 谁知就在此时 萧红林竟然进入了林霄的神石 此刻的林霄一连猛批 师尊怎么了 原来是林霄的法相 就连萧红林都感受到了恐怖的气息 他总觉得在哪里见过 或许是他关心则乱 现在的林霄在青蓝宗年轻一辈中 能打得过他的不超过三人 而林霄实力飙升和叶臣不无关系 可以说是全败这个主角所赐 只因在叶臣拜山之前 他的修为十几年都在原地踏步 可叶臣入门短短一个多月 他就一路飙升到了法相境 而且女主们的行为也变得异常 林霄为了在飞升前不留遗憾 打算借此时机向师尊申请告白 可平常身为海王的 他对师妹很容易说出来的话 却唯独对师尊说不出口 也就在这时 宗门突发吉令 由于魔门蠢蠢欲动 正魔两派形势紧张 本届五卖会五十日提前 我去 这场面是不是有些大了闲啊 殿命之子竟然独占了江源的功劳 这种残害同门抢走别人功劳的小人 就连十老都对之 吃之以鼻不屑与之为武 就在刚刚林霄听到明日 就要进行五卖会五后 内心也是百感焦急 师尊则让林霄不必担心 明日与叶臣对战 他只需全力以赴即可 其他的由师尊一肩扛之 师尊也在这时问起 刚刚林霄想要说什么 不管有何要求 他都会尽力满足 林霄也在这时鼓起勇气 说出了他内心尘封已久所想 师尊 这十几年徒儿劳宁养育成人 呵护关照 却从未对你说过一声谢谢 今日林霄在这里 请师尊受我一拜 并叮嘱师尊他不在了以后 要务必照顾好自己 伤身的酒要少喝 莲花洞府的花草也要擒打理 而且他已经将师尊最爱吃他做的 翠素灵芝高交给了王之士 还没等林霄说完便被师尊打断 此刻萧红林的内心虽然很是感动 但却又有几分忧伤 他强忍着泪水表示 刚才林霄所说才不是他想听到的 随后转过头去 并让林霄明日在五脉会五上 把夜尘揍成猪头 然后再老老实实回到他的身边 而林霄这边同样也是伤党无比 他不想走的念头 还从未有过如此强烈 果然这诺达的清完宗 最在意的还是师尊 为了不给林霄压力 萧红林告诉林霄明日之战 即便他落败 也永远是他的徒儿 但是这种莫名其妙的话 以后不许再说了 而就在师尊临走之际 林霄终于说出了 埋藏在心里的那句 我永远喜欢你 当听到这句喜欢你 萧红林再也压制不住 内心的情感 其实他又何尝不是呢 但萧儿所说的喜欢 真的是我理解的那个意思吗 亲手养大的徒儿 我真是太不守时道了呀 想到这里 他便羞答答地跑回了莲花洞 与此同时龙手封神宵宫内 祝婉宁和二师姐将大师兄 带领他们截断魔族污染灵脉 击败士魔道人和魂天宗少主 以及天鹰童子的事情 全部禀报给了在座封主 各封封主没想到 此番行动的主角竟然成了林霄 平日李指挥摸鱼的首席弟子 想不到能力却是如此出众 这时胖子老道突然打断了几人的吹嘘 表示苍安大战死的 可不只是这些不入流的家 那鬼屋教几乎是惨遭灭 掌门这才想到还有这件大事 于是询问朱婉宁两人 那鬼屋教妖孽是否也是林霄出手所为 两人一时间也不知如何回答是好 这时主角叶晨突然出场 表示苍杰所说的那些杂鱼 却是林霄所斩 但鬼屋教大屋主以及三千童甲尸 都是死在他的剑下 一时间在场弟子无不知为之感到震惊 区区法相近居然能以一己之力 打败这么多魔门高手 这是何等强横的天将之子啊 此刻的石老就像是吃了两斤香一样的心 他还从未见过如此厚颜无耻之人 不仅杀害无故同门后毁坏林霄的令牌 夺走了别人的功劳 更是逼迫他传授然血住西秘法 此刻的叶晨才不管那些三千二十一 他现在只想在明日五脉会五十 将林霄踩在脚下 让这个神乱风大师兄尊严扫地 生不如死 石老劝他还是不要太过乐观 虽然他现在秀为突飞猛进 但实则根基并不牢靠 而且这秘法太过逆天而行 还会燃烧掉一部分的生命本源 叶晨一脸黑线表示他乃是天命之子 天上人间他最大 献祭这一点气运算了什么 至于本源等日后 他找为何欢宗的圣女做卢顶 猜补回来便是 一个字 学 苏师伯竟要传授住师妹独门秘诀 而二三师妹也为了师兄放下内斗 身为好姐妹的他们 只要大师兄不被外人抢走 两人共享也不是不可以 而先前被叶晨斩杀的江源师兄 并没有惨死 此刻的江源遍体鳞伤从苍蓝城赶回 虽然他没能赶在郭师妹之前 亲手斩杀师魔道人为师弟报仇 但这一趟到也没白去 他将鬼无教的大巫主 以及三千同甲师斩灭 这也就意味着 接下来八大魔门攻打青蓝石 也会少一些压力 但江源如今已经没有信心 在天鹰血魔冲破封印虚弱的那一刻 与其同归于尽 只因他与大巫主击战后 竟被那叶晨偷袭伤及了本人 或许他已经忘记了叶晨的样子 但那柄黑剑上的剑意 一定是男主叶晨 而且也唯有叶晨这个天命之子 能够直接剥夺他的本人 江源他恨了 身为穿越者的他 竟在叶晨面前如此不堪一击 但在镇杀天鹰血魔之前 他绝不能倒下 与此同事本想向江源道谢的 林霄被师弟告知 江源昨日返回宗门后 一直在悟到崖闭关境 现在不方便出来相见 此刻的林霄有些懵圈 那鬼无教的大巫主 应该是江源杀的 可怎么被叶晨那家伙揽下了功劳 现在剧情又变得不一样了 希望明日五脉会五蝶 再出什么幺蛾子 二师妹也在半夜偷偷跟踪林霄 师兄长相厮守 就在这时三师妹突然出现 情敌见面也是分外眼红 三师妹担心明日师姐对战的 可是最恐怖凤林峰首席朱婉宁 二师妹则让她放宽心 别在这里起人忧天了 虽然朱婉宁上一届会五蝶了她 但她也曾夺过魁首 但根据天道记忆 她还是会惜败朱婉宁之手 也就在这时主角叶晨上前安慰 并成功打败朱婉宁赢得师姐的芳心 虽然三师妹讨厌师姐跟她争夺大师兄 却也不忍师姐被叶晨这个渣男所骗 二师妹表示明日无论如何她都要击败朱婉 而三师妹这次前来是想与她调换顺序 这样不仅能打破僵局 还能让她保留实力暴揍叶晨 二师妹也在这时才意识到三师妹的好意 其实他们共同目标都是为了大师兄能平安无事 二三师妹就此达成协议暂时放下内斗 两人也在此刻重归于好 毕竟只要大师兄不被外人抢走 施舍对方一半又何妨呢 此刻凤鸣风仙女时 苏寡妇突然来到朱婉宁面前 询问她从苍蓝城回来就心神不宁 是不是在担心明日的五脉会伍 朱婉宁表示并没有 可这么明显又岂能瞒得了苏寡妇呢 既然不是为了五脉会伍的事情 那么就只有可能是因为一个情字 被猜对的朱婉宁瞬间羞红了脸 还没等苏寡妇问是谁 她就不打字招解释自己和林霄之间清清白白 绝无半分觊觎之心 苏寡妇没想到自己的乖徒儿竟跟她一样 喜欢上了同一个人 若你真与林霄两情相悦 师尊亲自前去神乱风为你并亲 可祝婉宁深知林霄与她的三位师妹青梅竹马 未必能瞧得上她 苏寡妇让她不必灰心 今晚师尊便交教您一些真本事 这也是为了在五脉会伍后的剑种意境中 帮助她与林霄在双剑合璧上更近一走 果然还是苏世伯更懂男人 二是修仙界的深情暖男 只要和她对视一眼 不管怎样的女人都会被她所迷恋 即便是天命之子在她面前也会被人无视 本该是主角后宫团的妹子 瞬间就被大师兄拿捏 这便是高贵出臣的先门小哥哥 今日五脉会伍正式开始 东玉正道宗门以及各大势力军一到访 就在林霄为之感叹时 身后突然传来推推嗓嗓的打闹声 只见一名女子被青蓝弟子拦下 原来妹子本是南赵公主 受邀请来观瞻五脉会伍 但邀请玉蝶不小心一落 这才被当成魔门妖女 而林霄一眼就认出了 此人是南赵公主赵青蝶 按照原著的剧情 这一次的五脉会伍 除了邀请正道同门 还对一些有过交情往来的 王朝势力发出了邀请 而这位青蝶公主便是南赵国皇师代表 不料这丫头被新任国士鬼乌娇的小巫主 半路偷取了身份玉蝶 还特意送了她一枚被植入凶煞利器的护身玉蝠 至于这整件事情的幕后 背首自然是胖子老道 想借此救帝雾杀这位南赵公主 从而引起争端 令南赵国的势力倒向魔门一方 按照接下来的剧情 主角叶晨马上就会遇见登场 并在石老的指点下 帮助赵青蝶解决困境 赢得美人芳心 但令林霄最觉得离谱的是 江源放走的那位魔教妖女 其实是赵青蝶的姐姐 而且叶晨这小子 还在南赵国一行姐妹双收 可林霄并不想多管闲事 毕竟眼下距离她非生只差一步之遥 刚打算开溜谁之境 被赵青蝶从身后一把抱住 没办法谁让她是青蓝宗 有头有脸的人物 小哥哥 我看这些凶巴巴的家伙 都对你毕恭毕敬 请你一定要相信我 我真的是南赵国公主 只不过我生性贪婪 那些皇室护从都被我甩掉了而已 当林霄回头的一刹那 赵青蝶瞬间就被迷住了 爱了爱了 这小哥哥长得好好看了 这便是高贵出臣的先门小哥哥 这时宗门弟子联盟上前 就要将其情拿 林霄则是摆了白手 让他们停下 而这一举动 更是让赵青蝶感动过 这小哥哥要帮人家了吗 可惜下一秒便被啪啪打脸 只见林霄恶狠狠地盯着妹子 并警告他要是在胡脚蛮缠 就羞怪他当场发飙了 随后命令弟子 将他拖下去公事公办 也就在这时 主角叶晨突然出现 林霄 怎么哪里都有你呢 随后询问施老 这女子便是属于他的大纪元吗 而赵青蝶只是在叶晨的脸上 停留了两秒半 便又转头拜托起林霄 这一幕也成功惹怒了叶晨 当着他的面 竟然敢抱着别的男人 这种美女机缘不要也罢 还没等施老劝他 叶晨便对林霄放下狠话 良言今日他便要踩着林霄的狗头 灯灵至高之巅 随后便转身潇洒离开 留下林霄独自一人 面对可怜巴巴的小公主 而这干大的一幕 也被周围不少吃瓜群众误会 以为是失恋少女挽留渣男呢 被逼无奈的林霄 阳哥哥谁能不爱呢 板派大师兄竟将三位师妹 同时搂入怀中 更是为了给最先出场的三师妹打气 豪至五百灵石压他获胜 谁知主角叶晨为了装逼 竟然压十万灵石和林霄对着盖 今日五脉会五开始 就连青蓝宗的六胜之一的 阴圣诞台轻音都来了 主角叶晨也是十分激动 今日的舞台全是为了本世子而搭建 我叶晨这次定要名流轻时 顺便把林霄这个仙棍一起收拾掉 林霄一想到这么隆重盛大的舞台 一会就要被叶晨这个二货装到他就不爽 要是自己真用上全力 只怕今日名震东狱的就是他了 师尊也在这时给林霄抛了个魅眼 为他加油打气 想我林霄忍辱负重扮演了十几年的小丑 今日总算迎来的结局 无论如何这最后一战 他都要成为全场最亮的赞 这时林霄来到备战区 为三位师妹加油 毕竟都到最后一刻 还扮演个锤子反派 能对他们好一点便好一点吧 绿茶小师妹健壮 第一个就扑进了大师兄怀里 虽然二三师妹也很想去和大师兄贴贴 但两人已经达成协议公平竞争 在大师兄做出选择之前 都不许太靠近师兄 至于小师妹他们两个完全没把他当回事 毕竟这个年龄段能有什么坏心思 但林霄又岂会独虫小师妹一人了 当然大家都要全部在一起了 三位师妹此次舞迈会舞 不要给自己太多压力 我被修饰当保持一颗清静的道心 做到问心无愧即可 至于结果自有天定无需强求 这时作为第一个出场的三师妹 害羞地表示 若是能为神龙峰拿下第一阵的胜利 不知大师兄能否给予人家一些特别的奖励呢 还没等林霄回答 另外两位师妹便率先说话 咱们师姐妹三日今日若能赢下比赛 大师兄都得奖励才成 林霄拿了 早知道就不过来了 很快五脉会舞第一阵正式打响 由神龙峰首席清传三弟子楚又威 对阵赤云峰清传二弟子陈秋月 而陈秋月这霸气的出场方式 也令下方弟子很是看好 都在传言她是赤松首席的秘密武器 打算一屑前耻夺下头盔 相比三师妹的出场方式 就有些截然不同 气势上更是拉了太多 这番温柔做派 怎么能跟煞气冲天的陈秋月较量 殊不知按照原著剧情 三师妹在激战数十招之后 便轻松拿下了陈秋月 与此同事长老那边也开盘了 众人首选肯定是赤云峰的黑马陈秋月 纷纷压她获胜 按照原著剧情 本该是叶辰帮赵青蝶解决麻烦后 叶辰向她借了些银子 在石老的指点下 全满了三师妹 最后赚的盆满锅满 可现在剧情被她横插一脚 也不知道接下来会怎样 这是灵霄从人群中叫住 正要下住的怀珍 还没等怀珍反应过来 灵霄便高喊她要满五百零食 神伦峰弟子处又为五十到一百回合 击败对手 自家师妹必须要支持一下 一旁的叶辰则嘲讽灵霄还敢买回合 也不怕把裤子输掉 关你屁事 给小爷滚 长老也是被灵霄这魄力所折服 但是比起她的师尊可还差远了 五万灵石是回合以内取胜 还得是师尊呢 青蓝宗第一副婆可不是浪得虚名的 可惜师尊这次怕是要输麻了 三师妹可是用了五十回合才获胜的呀 此刻怀珍的心正在低血 这可是她的全部身家呀 看着灵霄这逮色样本想听 石老买楚又为胜出 但仍活一口气 她就是要和灵霄对着干 本世子压十万灵石陈秋月胜 谁能想到屡次战胜天命之子的大师兄 唯独在压住上四次试别 深知剧本的她本想在五脉会五上大转意 怎料不仅将怀珍的全部加当输光 就连南赵公主借她的十万灵石都瞬间亏空 这就是所谓的小赌一情大赌伤身啊 就在刚刚三师妹和陈秋月的大战正式打响 陈秋月上来就是她赤云风的绝招穿云破语剑法 反观三师妹动作依旧还是那么优雅 就在大家以为胜负一分 庆幸自己将全部身家压了陈秋月时 三师妹只是轻轻扫了下琴弦便将陈秋月击退 随后轰的一声 陈秋月就这么败北 众人一脸难以置信 魔剑五年的赤云风首席以及长老无数心力的黑马 就这样一招击溃了 完了 临时都输没了 我要去跳脏剑谱了 就连赤云风首座都不敢相信 他偶心力血培养的弟子就这么输了 三弟子楚又威尚且如此 提前练成了是新魔鹰的最后一重极煞天魔鹰 援助剧情中期 三师妹为了帮助夜城攻下大洲皇城 才不惜燃烧自身晶圆 练成这一招毁天灭地之能的绝技 如今三师妹怎么会在这个时间点提前练成极煞天魔鹰呢 真是搞不懂啊 其实在五脉会五前夕 三师妹为了能在大比诗斩灭夜城 特意请教轻音尊者为他解惑 助他练成极煞天魔鹰 要知道三师妹可是人间千古难遇的情心剑谱 倘若席炼正法鹰功 只需十年光鹰 便能真至情剑合一的至高境界 如今为了大师兄竟选择 速成对自己肉身伤害极大的是新魔鹰 只赢大师兄是三师妹心中那道最温柔的光 为了大师兄一切都是值得的 这时怀真还在傻傻地认为三师姐赢啊 他们刚才吓得助起不是赚大了 可惜因为灵霄的失算买偏了一点点 所以怀真的全部家当就那么打水漂了 灵霄让他别伤心 下一阵你四师姐上场 大师兄带你赢回来就好了 随后便让怀真将全部的灵石拿出来 梭哈 才是男人的浪漫 搏一搏 飞剑变神舟 相信大师兄带你飞 可惜怀真身上已经没有灵石了 剩下的都在房间里 这要是等你去拿 你盈盈姐都败下阵来了 灵霄连忙询问七长老能不能暂时先欠着下注 他身为神轮首席大师兄绝对不会赖账的 我还是第一次听到有奢帐下注的 灵霄真是将羊毛薅到了极致啊 七长老虽然相信灵霄的幸运 但他要是开了这个仙盒 以后他还怎样做装呢 不如去找你家世尊云点仙 毕竟萧首座刚才赢了大钱 而灵霄这番操作也引来旁边叶晨的嘲讽 这点小钱都输不起 你若今日下跪求本首席 我叶晨便帮你下注翻身 灵霄内心恶心极了 这嚣张的德性也太欠打了吧 一度让灵霄怀疑他俩到底谁才是反派 谁知这时南赵国公主赵青蝶突然出现 并表示愿意借给灵霄零石 有了小富婆的助力 灵霄一下子就支冷了起来 直接下注十万灵石买小师妹败北 谁知一个时辰后 命运的齿轮再次给灵霄开了个玩笑 第二轮对决 神闻风鹿鹰鹰胜 两位天之娇女的对阵终于打响 明明祝婉宁可以提早一键刺中郭友荣取得胜利 但他却为了灵霄选择了打假赛 反观灵霄竟然让赵青蝶接下来帮他压二十万自己输 就在刚刚灵霄在第二轮小师妹上场后 便下注十万灵石鸭鹿鹰鹰败北 不料小师妹惊爆冷取得胜利 原来小师妹在对决中装作肚子疼 趁着对手徐正清犹豫之事偷袭成功 一拳便将气凯打下擂台 灵霄麻了 这特喵的也太扯淡了吧 这么不讲武德的操作也能扭转剧情 灵霄想到之前的判断 小师妹看来跟他一样知道未来剧情的发展 所以他明白自己无论如何都打不过徐正清 才用这种卑鄙手段一天翻盘 但一想到自己即将杀青飞胜离开 就算证实了这点又有什么意义呢 而这时男赵公主赵青蝶盯着灵霄一动不动 灵霄见壮连忙询问为何这样看着自己 如果是为了压住的事情 他只能说一声抱歉了 如你所见 我又输了 赵青蝶表示这点灵石对他来说根本不算什么 比其你救了本公主 这份恩情可是多少灵石都衡量不了的呢 赵青蝶这个花痴看着灵霄久久不能自拔 灵霄没想到现在的女主居然不喜欢主角那种清秀的少年了 反而改变口味喜欢他这种图有其表的反派了 这是灵霄最期待的对阵要开始了 那就是二师妹郭友荣对阵凤鸣封助婉宁 虽然二师妹已经是青蓝宗年轻一辈少见的顶尖天才 但比起助婉宁这种爵士添交还是有些差距的 赵青蝶提醒灵霄想要下注的话他可以帮忙 但却被灵霄一口回绝 经历了两位师妹的变故 他是真的没信心了 搞不好二师妹也给他报告了 反杀助婉宁 但灵霄转面一想他可以压住自己输啊 于是一把抓起赵青蝶的鲜鲜御手 这位赵姑娘 你若真想还我人情 待会等我上场的时候 帮我押二十万零食 全押我输 放心 我有信心 我不是那夜晨的对手 而此刻的赵青蝶已经被灵霄迷的差点阴了过去 他没想到小哥哥竟然主动牵了他的手 他还是第一次被男孩子牵手了 鼓声响起 对阵比赛正式开始 二师妹和祝婉宁两人一开始便爆发出惊人的威势 两人就站在原地自成一方剑剑 台下观战弟子满脸震惊 他们这是在做什么 为何会有剑目出现 其实他们是为了能更畅快的厮杀斗剑 链接彼此剑意 划出一方无形剑剑 将之作为更宽阔的厮杀场地 如今两人已经在台上走了三百招了 按照原著剧情也便是这个时候 二师妹一招之插膝盖 果不其然 哼的一声 两人竟同时飞出倒在擂台上 但没过一步 二师妹居然拖着受伤的身体艰难战起 神乱风的地才竟赢了凤鸣风的天才 就连二师妹都不敢相信自己胜了 她看着倒在台上的祝婉宁 那一剑你明明可以提早刺众可为什么收手 祝婉宁嘴角上扬 没有为什么 是我既不如人罢了 恭喜你 郭师妹 此刻祝婉宁内心无比从容 若是能跟郭师妹兑换身份 有灵霄这种大师兄的招服该多好啊 来了来了 反派大师兄和天命之子的对阵终于来了 就在刚刚第二阵暴冷由神乱风郭友荣胜出 接下来便是天荡风首席大弟子叶晨 与神乱风首席大弟子林霄的对决了 全场最期待的对决终于开始了 一个是逃脱大洲女帝重重为不入门先宗的天选之子 另一个是传闻中不学无数的青蓝首席之耻 但却两次挫败北川王世子的奇才 这两位宛如素仇般的奶奶 今日终于以最公正的方式一决刺雄了 师妹们也是紧张的要死 大师兄你一定要逆天改命将叶晨这个人渣按在地上摩擦呀 师尊萧红林坚信林霄定不负众望碾压叶晨 作为师尊最喜欢最欣赏的男子 你才是那个天命之子 刚一上场的叶晨便火力全开 林霄这个神棍何在 还不速速给本首席下跪投降 而叶晨如此强劲刚猛的肉身也震惊下方弟子两秒半 反观林霄这边的气场则是差了些 跟叶晨完全不是一个档次的 但为了还原反派人设 林霄深吸了口气 开始对着叶晨一顿臭骂嘲讽 更是扬言今日定要将他这个整日自诩 气韵之子的渣渣打成猪头 而林霄这番操作下来系统 更是在比赛前给其送上一系列的奖励 这个狗系统又出来搞事情 这特喵的可是人家最后一场大戏 下方的三位师妹也是为林霄拼命的加油打气 大师兄加油 打爆叶晨的狗头 师尊则是拿出了自己的全部身家百万零食 压自己徒儿取胜 祝晚宁心中不断祷告 只求林霄万事尽力变好 叶晨这边依旧信心满满 他等了这一天已经太久了 今日无论如何他都要一雪前耻 将林霄踩在脚下 林霄没想到叶晨这个人渣 竟然已经法相近巅峰了 看来那老头还是有点本事的嘛 你越强 我越放心 虽然结局注定 但气势上可不能认输 叶晨 你给小爷听好了 你在我眼里就是个弟弟 小爷我只用一根手指便能将你按在地上摩擦 被激怒的叶晨直接使出他那华丽的一剑更金剑绝 面对如此裹挟着强大的五行剑绝 林霄决定将剑一压制十分之二与其硬碰硬 当两股强大的剑一碰撞在一起也是不相上下 但别忘了这只是林霄实力的十分之二 此刻的林霄内心暗爽 他没想到自己反派生涯的最后一场大戏竟然如此顺利 叶晨冲上来的时机 以及使用的剑招跟援助发展的一模一样 按照剧情发展 林霄将被逼到穷途陌路狂性大发 祭出从师尊偷盗出来的禁忌法宝绝天黑莲 叶晨会暂时受挫最后使出终极必杀剑五行破灭剑绝 然后他会在被五行破灭剑绝吞噬的最后关头 被每人师尊救草自动认输 接下来他的盗窃之罪也会被公之于众 被师尊无情囚禁于四过牙 叶晨好大 快点来帮助爸爸成就红尘先味吧 但林霄一想到他就要离开此界 离开深深爱着的师妹师尊们 他心中便隐隐作透 以后再也见不到师尊那张绝美天言 以及那世间绝无仅有的眉腿 看到林霄在他面前如同蝼蚁一般 叶晨就更加膨胀起来 时老你看他 这便是你一直忌惮为格与我不相上下的存在吗 就这副德行给我提鞋都不配 他就是个不折不扣的废物而已 林霄今日便是你的死期 天命之子这次终于要智冷起来了吗 在反派师兄的最先望月步的影响下 主角叶晨竟使出了原助理都没有的这招叨叨猎 就在刚刚被激怒的叶晨 斩出了自己的权力意见 台下弟子也是被这一幕震惊了两秒半 都以为林霄被打得神魂俱灭 反观台上的萧红灵却很是淡然 只因他对林霄十分有信心 这点攻击怎么可能击败他心中的天命之子呢 此刻的叶晨也是一脸猛逼 林霄这个神棍就这么被他的剑气焚为灰烬了 时老 你现在还敢找他人志气 灭本世子威风吗 一路从大洲到东狱 任何与本世子为敌的人都死于非命 即便是林霄也不例外 顿时间叶晨就感觉自己又行了 我为天命 万物俯首 天上剑仙三百万 欲我也蓄尽低眉 还没等叶晨高兴完 一道声音便打断了他 叶晨你个废物 给你机会你不中用是吧 此刻的林霄气得要死 他都这样放水了叶晨还没能打败自己 真是烂尼扶不上墙啊 其实在叶晨的剑气处碰到 林霄的无向剑体凝结出的护体剑罩时 那个坑爹的被动身法 最先望月度在一次完美触发 以至于林霄整个人不受控制的完美多赏攻击 但好在没同事触发九神众 不然直接将叶晨那个废物反阵 要知道这套的组合技能 甚至曾经压制了剑境与秀薇的美人师尊 看着毫发无伤的林霄 叶晨他懵了 不可能 绝对不可能 一定是用了什么邪门妖法 于是赶忙求助石老 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 石老告诉他 林霄方才用了一种传承于上界极为高深的身法 躲过了他的更经剑气 而且此人的剑道造诣远在你之上 叶晨可不想听石老废话 他只想知道接下来要怎么才能赢 只要助他赢下五脉会五曲的冠军以后 什么都听他的 石老犹豫不后告诉叶晨想赢林霄并不难 只赢林霄自始至终都没对他流露出一分杀意 即使林霄方才激发剑气抵挡之时 那股剑意也是中正平和 总而言之他根本没想赢你 只要全力以赴定能将气拿下 听完石老的这番话后 叶晨嘴角上扬再度狂吠了起来 上天给了你这么强的剑道天赋 你却仍然卑躬屈膝跪求一败 没办法谁让我才是天道的宠儿 此界唯一的天命之子 看到叶晨又变回了刚才装逼的模样 他总算是放心了 希望他这次能再接再利一口气将自己打败 两人也是再次摆好架势准备一战 叶晨见他的更经剑绝对灵霄无用 于是使出了自己的绝招刀刀刘 无边恐怖的爆裂火焰席卷了方圆数十丈 台下弟子也是被叶晨的这招深深震撼到 要知道五行法则之中杀伤威力最大的便是火之法则 如此完美地融入自己的建议之中 这不是天选之子又是什么 只有师妹们以及怀真坚信大师兄定能逆风翻盘 灵霄看着一步步朝他走来的叶晨内心也是慌的要死 他没想到叶晨这个人渣竟然被他的最先望月不影响 使出了原著里都没有提到的这招刀刀刘 也不知道后面的剧情因此会不会发生改变 反派师兄竟施展法乡神通将主角打成了猪头 可即便叶晨被灵霄按在地上疯狂摩擦也没有放弃 居然打算动用底牌与之疏死一战 就在刚刚叶晨使出叨叨烈火向灵霄逼近 台下的师妹们尊尊向师尊开口求情教廷礼士 一旁的胖子老道表示灵霄叔给他这徒儿不冤 萧红灵则面无表情开口说道 什么狗屁见到奇才 在我家笑儿面前即便是本作也不一定配得上见到奇才四个字 至于叶晨给他提鞋都不配 你们三个小丫头放宽心 你们根本不懂你们家大师兄 只有维师最懂他 其实早在师尊与灵霄间接斗剑时 他便发现了灵霄的身体只要感应到危险 就必定会激发那一招恐怖的神通 而此刻的灵霄也打算硬着头皮佩伏着将这出大戏眼 但叶晨这招叨叨烈火威力巨大 他还不想就这么挂掉 必须将自己导成重伤 这样才能按照接下来的剧情发展 使出天绝黑莲让美人师尊下场 于是动用最先望月步轻松躲闪 几轮攻击过后灵霄终于找到一件侧伸展 这样应该能助攻将自己逼成绝境 于是主动卸去了一半灵气卖给叶晨破绽 就在灵霄认为这下稳了的时候 他的法相神通竟然主动显现 只见一尊大佛手拿酒坛出现在了虚空之上 下方弟子一脸震惊 他们没想到一个法相竟修士竟然能一念成佛 瞬息施展出如此强大的险胜神通 如此虚无的法相莫非灵首席也是天选之人 随后大佛举起手中的酒坛就要冲着叶晨砸去 灵霄一脸无语你呀快点躲开啊 紧接着台上便传来叶晨的痛苦爱好 在历经两分半的输出后 此刻的叶晨已经被揍成了猪头 这特喵的到底是什么神通啊 你究竟是什么来头 灵霄内心已经无语到了极点 这特喵的要让人家怎么演吗 我系统不想让叶晨仙直接说不就行了吗 谁知就在此时叶晨竟然站起 周深更是散发着恐怖的杀意 看来这伙终于准备提前使出那招了 这时使老连忙劝解叶晨不要冲动 本就利用燃血柱细功损耗本人突破修为 如果使用那招一旦不能成功将气吞噬破灭 他将付出巨大代价 但叶晨已经下定决心今日无论如何 都要使出那一招将灵霄这个蝼蚁彻底抹杀 台上的阴圣但台轻音看到这场面已经认定叶晨将会取胜 胖子老到一下子又装了起来 虽然在萧师妹眼离我家叶晨徒儿的剑道资质不值一提 不过全力出手灵师之怕是会血剑当场啊 苏美人也很是担心灵霄的安危 毕竟叶晨这一世见觉非同寻常 要再不出手阻止怕是就要晚了呀 师妹们苦苦哀求希望师尊出手救救他们的大师兄 而萧红林依旧气定神闲还是那句话 诸位拭目以待 本座相信我家萧儿 更是再次加入二十万灵石压灵霄获胜 这番牛批的操作也是看待了在场众人 这女人一定是疯了呀 小师弟竟被天命之子一剑刺穿了胸膛血剑当场 一心为反派大师兄着想的怀真难道就这样惨死了吗 不管他什么天命之子非生成仙 今日不管怎么样我都要为小师弟报仇血恨 就在刚刚主角叶晨终于使出了他的杀招大五行破灭剑意 此招一出天地一扁 台下观战众人无疑不为之感到震撼 这到底是什么招式竟然能有如此恐怖的杀意 林霄双手合适心念一动 也祭出了从美人师尊那里偷拿出来的天绝黑莲应对 当金色莲花出现 一股温和的光明气息照耀了整个擂台 一边是叶晨的暗黑气息 另一边是林霄的光明之气 两股能量在擂台上不断相互碰撞 到底谁能碾压对方成就不败神话呢 此刻的叶晨面露争鸣 他没想到连这传承于上界天荒魔剑的大五行破灭剑 林霄都能够将之削解 这特喵的到底是什么法宝啊 殊不知林霄自己也不知道啊 这天绝黑莲怎么变成这个样子了 胖子老道则在上方怒斥林霄作弊 诸位长老你们看林霄使出的法宝 像不像祖师爷当年封印在神伦峰的禁忌之物天绝黑莲 这林霄大胆妄为竟将此物偷了出来 还请诸位长老名剑言诚不代 这是美人师尊站出来为林霄说话 不仅如此还嘲讽胖子老道白活了一把银记 没想到见识还是如此之短 你若瞧不出名堂啊 大可以请教下尊者 这是一旁的秦圣诞台 清音表示此法宝已不再是天绝黑莲 而是被练去其中邪煞之气脱胎晃骨的酒练道莲 在上界被称为十二品先是金莲 胖子老道文言一脸难以置信 不可能 绝对不可能 要知道天绝黑莲只有清兰宗的祖师爷才有能力练化 其他人怎么可能呢 石老这边劝解叶成赶快停手 再这样下去生命本源将会消耗殆尽 面对石老的好言相劝上头的叶成仍然一意孤行 今日不管怎样他都要弄死灵霄这个废物 此界只能有一个天命之子 那便是他北川王世子叶成 而灵霄这边正在极力克制自己不出手反击 我必须得还原剧情被叶成逼到绝路 使得每人世尊出手然后认输 但计划永远赶不上变化 小师弟竟然手持匕首走上了擂台 灵霄撕心裂肺的让怀真赶快离开 这不是你能来的地方 可谓是一晚 怀真小师弟还是朝着叶成的后背刺了上去 他无论如何都不能允许叶成伤害自家大师兄 对不起大师兄 怀真这一次没听你的话 等灭了这家伙 怀真给您道歉以死谢罪都成 我绝不容许我最敬仰的大师兄被人欺负侮辱 而这时叶成认出了偷袭他的正式收徒大抵难日 帮灵霄前来毒害他的那名弟子 于是转身一剑刺穿了怀真的胸膛 我们最可爱的怀真小师弟难道就这么惨死在叶成的剑下吗 反派大师兄竟亲手斩杀了天命之子 只因一心为大师兄着想的小师弟被叶成残忍杀害 看着曾经天真无邪的小师弟惨死在擂台之上 灵霄他怒 仅仅一剑便碾压叶成 更是因为改变剧情导致系统崩溃 阴差阳错将炮灰身份提升至天命大反派 就在刚当小师弟偷没来到擂台被刺叶成 不料尽被其当场反杀 看到这一幕的灵霄当场暴怒 叶成 今日我便要你的狗命为小师弟报仇 仅仅一剑叶成的手臂便被斩掉 谁也没想到刚才还处于劣势的灵霄居然逆风翻盘 神乱风首席当真恐怖如斯啊 看着倒在血泊中的怀真 灵霄满脸忧伤与自责 终究还是不能改变小师弟的命运吗 他还是为了我而死了 此刻的怀真奄奄一息 他的两条大腿已经被破灭之息吞噬 怀真你这小子为什么这么傻 为什么就是不听大师兄的话呢 即便怀真只剩下最后一口气 他心中还是在挂念灵霄这个大师兄 在他心里大师兄是最厉害的 其实怀真当初早就听从灵霄所言 不仅在赤丰城买了一块饼 还置办了一个养猪场 就等着五脉会晤之后 下山安心当一个凡人 隔三差五给大师兄和师姐们做做饭菜 可怀真怎么能容忍别人弃负大师兄啊 而这也是他最后一次任性了 临死之前的怀真 希望灵霄能答应他最后一件事 原来怀真今日在给灵霄收拾屋子时 看到了他给几位师姐还有师尊的信 他恳请大师兄能留下来 师姐们还有师尊都很喜欢大师兄的 答应怀真这最后一个请求好了 灵霄看着在生命最后一刻 还在为他人着想了怀真 灵霄他真的绷不住了 为了师尊师妹还有惨死在他怀里的小师弟 灵霄决定不走了 他要留在这里守护所有人 而今日他便要拿叶成开刀 为小师弟报仇血恨 看着一步不向自己逼近的灵霄 此刻犹如丧家之犬的叶成跪在地上不断囚牢 灵霄你不能杀我 你一直对我都没有杀意的 难道你忘了 你一定有某种理由不能杀我 你好好想想别大胆妄为 面对叶成的囚牢 灵霄只是冰冷地回了他一句 叶成 抬起你的狗头看看我几分像从前 只见灵霄身上爆发出前所未有的恐怖杀意 从现在开始攻守一事 而一直自诩天命之子的叶成 此刻终于看清了形势 连忙跪在地上认输囚牢 只求太上长老和师尊救他一条狗命 但在他对小师弟通下杀手的那一刻 灵霄就已经不可能放过他了 最终被灵霄一剑刺穿了胸膛剑当场 也就在这时灵霄的嫌与反派系统崩溃 灵霄将永远接触与系统的绑定 而他的身份也由炮灰灵霄自动提升为天命大反派灵霄 北人师尊敬霸气护肤剑指清澜 面对各封手作的出言挑衅威胁 师尊一如既往的选择站在灵霄这边 今日不管是谁想要动他的宝贝徒儿都不可以 就在刚刚灵霄终于为小师弟报仇血分 一剑斩杀了天命之子 从原来的炮灰身份提升至天命大反派 灵霄一脸猛逼怎么斩了个天命之子 系统还升级了呢 只是为什么升级后还是这个狗系统呢 事到如今灵霄也懒得理会此事 现在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带怀真回家 谁知就在灵霄抱起小师弟走下那一台时 胖子老道突然将灵霄揽下 并露视灵霄明明他徒儿夜城已经认输 可他仍然强行置夜城于死地 完全没有把清兰祖师的门规放在眼里 若不严惩灵霄我清兰宗外年的威信将毁于一旦呢 各封手作也十分认同胖子老道所说 必须严惩灵霄 一命换命 美人师尊只是看了长教真人一眼便吓得他不敢表态 没办法谁愿意跟这位极其互端的冰冷美人树敌呢 这时太上长老发话 世俗上有天子犯法与庶民同罪之说 管他哪家首席的弟子 一律从严处置 胖子老道见终于有人敢为他说话 于是更加猖狂起来 杀灵霄 清理门户 既然那夜城已经通过书信把北京女王叫了过来 那这位北川王世子也已经没有任何利用价值可言 反倒是他的死能让那位女王陛下将怒火撒在清兰宗身上 虽然这灵霄手段通天 见到资质不亚于萧红灵 但也是必须扼杀于摇篮之中 此乃一时二鸟之计 就在原意对灵霄出手之时 美人师尊及时出现将他拦下 只是随手一挥 擂台便瞬间土崩瓦解 原意老而见状连忙俯软 萧师妹不要动怒 本作不是这个意思 萧红灵当众表示他的徒儿今日一时冲动 一不小心将夜城斩杀 虽然破坏了会武规矩 但自有他这个座师尊的好好调教 还请诸位给我萧红灵一个面子 此事就不必深究了 否则的话诸位将会见到本作在这方人间最猙獰的一面 此话一出引得个风手作极大不满 弘样都是手作难道我们就不要面子的吗 如此嚣张跋扈必须请六胜出手 谁知英圣竞站在了美人师尊这边 没办法谁让人家是战立天花板的 他青蓝宗的大劫还全靠这位萧首作呢 所以这个面子必须得给 林萧见师尊如此霸气糊涂 一时间感动的话都说不出来 萧儿 无必多言 一切由我 带着你小师弟回山吧 临走之时还不忘叮嘱林萧 事者已是 生者如斯 不要太过伤心恶坏了身子 你家师尊会心疼的 当林萧抱着小师弟走下擂台后 师妹们和赵青蝶都围了上来 小哥哥 我们南赵国的女娲秘书 或许可以试着抢救一下你的小师弟 当林萧得知小师弟还能七死回生 连帝震惊了两秒半 复活吧 我的怀真小师弟 来了来了 我们的怀真小师弟竟真的能复活 为此林萧还特意将怀真安放在玄天水晶宾馆里 可师妹们却认为赵青蝶是在信口开河坑骗师兄 好在林萧出手安抚师妹们化解了这尴尬的场面 就在刚刚舞脉会舞的对阵全部结束 江源正独自一人在崖边饮酒 这是徐师弟前来告知今日战绩 徐正清神情低落 道出了他输给了神乱风的小师妹 江源文言一脸震惊 法相近的女真的被那位金丹初期的陆师妹打败 原助理徐正清跟陆英英的对决本应该完胜才对 没想到剧情居然反转打败了他这位师弟 难道是这位小师妹耍了些什么小手段吗 可当江源从徐师弟口中听到主角叶晨竟被神乱风首席林萧击败后 他原地震惊了两秒待 江源不敢相信本应被叶晨无情碾压的小菜鸡 竟战胜了天命之子夺得的魁首 但接下来江源听到灵霄不紧迎来 还斩断了叶晨的一条手臂 并一剑贯穿了其身体要害生死不明后 他手中的酒杯哐当掉落 徐师弟你先退下吧 让师兄一个人静静 对了 师兄 还有一件事 师尊让我问你 五脉会五结束之后的剑种试炼 您还会按计划参加吗 江源丝毫没有犹豫回答道 当然 要知道剑种里可是有着珠般归奇密宝 而江源的目的只有那一柄青蓝法剑 因为只有拿到这柄神剑 才能重启祖师爷传下的六道轮回护山大阵 从而抵御魔门入侵青蓝 虽然江源不知道身为原助理小人物的灵霄 为何会突破自己的本命成功翻盘 但他希望接下来关乎青蓝宗的关键事件中 他们是有非敌 我对你的好感远超过那个龙傲天叶晨 灵师弟 这一杯 师兄敬你今日打败叶晨横压全场 另一边在得知赵青蓝能够救活怀真后 灵霄便将怀真安放在莲花洞府深处的玄天水晶棺中 可师妹们却都十分之疑赵青蓝所说 兰赵公主殿下 怀真师弟都伤成这样了 你真的有办法能救活他吗 此番若不能令怀真起死回生 一定得给我们一个解释 我家大师兄如此信任你 希望你不要令他失望啊 赵青蓝看着他们三个对他普世淡淡 吓出了一身冷汗 连忙躲到灵霄身后 希望灵霄能帮他跟这三位姐姐说一下 他们的小师弟契机未曾断绝 神魂中更有着一谋执念 还是有希望救活的 只不过得给他换个身体 灵霄文言激动万分 在原著设定中 这位南赵国公主身为前妻重要女主之一 也是被安排了一种特殊体制就是联心 在八大魔门围攻青蓝的剧情中 叶辰的九幽魔雕被吸干了血肉 大战之后正是赵青蝶这位红颜 将妖兽的遗骸带回南赵 以南疆的生命鼓术的树干为养料 帮助其重塑肉身 看着自家师兄对一个外人如此亲密 师妹们瞬间不乐意 谁料灵霄进场看怀抱 将师妹们全部搂进怀中 瞬间变得通情达理温柔可爱 就在大师兄搂着师妹出去时 美人师尊也在此时玉空而来 请客落至灵霄的面前 原来美人师尊刚才去了一趟太苍山 拜会了六圣之首太武真人 摆平了灵霄重伤叶臣的事情 此刻的灵霄心中酸涩难当 多谢师尊为徒儿担下罪责 而灵霄最关心的事情便是 那叶臣到底死了吗 美人师尊终于在夜色之下 完成了对灵霄先前的许诺 而天命之子居然非生非死 作为本届魁首的大师兄 明日将赴太苍山 接受太武真君的一波 就在刚刚灵霄询问 师尊叶臣到底死了没有 师尊的回答却是非生非死 不过是一句躯壳罢了 往后只怕再难有剑术 灵霄这一剑 着实够准狠 得到答案后的灵霄将 南兆国公主赵青蝶能救怀真 并将借用洞府深处的 玄天兵关一世告诉了师尊 师尊淡淡地摆了白手 表示随便用 以后他这莲花洞府 你们四个随时可以自由进出 师妹们文言开心到飞起 而接下来才是真正的大喜事 那就是今日灵霄跟叶臣一战 太武真君全程都用极木水晶看在眼里 表示十分欣赏灵霄 并在肖红灵的指尖下 太武真君亲口团下赵令 灵霄作为本届魁首 明日前往太苍山接受他的一波 灵霄心中苦笑 要知道在原著中 夺下魁首的叶臣第二日 便被召唤到太苍山上 与太武真君会面 而这太武真君不仅给叶臣建议冠 更是为他打开神石天眼 将青蓝宗的镇派之宝 青蓝法剑的具体埋藏点告诉了他 如今灵霄已经决定留下 陪着师尊师妹们一起修仙 所以他当然不会拒绝 太武真君的建议传承 从此以后 一切能够变强的事件机缘 他灵霄都一定会想尽办法 磨到手里 这样他才能更好地保护 自己想要守护之人 萧红灵还是第一次见 自家徒儿如此顺从 接受自己的安排 为了庆祝灵霄夺魁成功 美人师尊决定今晚在天尼牙上 举办一个庆功大会 至于来宾不用太多 就咱们内门五十名小师妹 以及灵霄这个大师兄即可 而这也是时隔五年 大师兄为神蓝风再度夺下魁首 所以今夜必须要好好庆祝 殊不知三位师妹的怀心思 今晚就能与大师兄亲力畅饮了 灵霄不知为何总感觉好像要出事呢 这时美人师尊倾和一声 表示自己还要有话单独同灵霄说 于是便让三人先行退下 灵霄当准备开口却被师尊打断 只见美人师尊神色凝重询问 灵霄今日他跟夜城一战 在怀真上场之前是否一直故意求败 灵霄心中一沉 也不知如何作答 萧儿 你知道为师这些年 花费了多少心血在你身上吗 为师相信 你若知道的话 一定不忍心辜负你家师尊的 灵霄心中怎会不知呢 无论师尊知不知道未来剧本 但他做那么多事情 都只是为了帮自己改写命轮 而自己呢 不仅不积极改变 反而每日墨于百难 面对这位有着养育之恩的美丽女子 灵霄双膝下跪 师尊 徒儿错了 我灵霄今日放话再次 只要我还有一口气在 神乱风万事无鱼全员非生 萧红灵的一颗心 瞬间就被灵霄融化了 他连忙走到灵霄面前 想要将他搀扶起来 可无论他怎么安慰 灵霄却仍是跪地不起 莫非是我先前的话语气太重了 没想到平日里大大咧咧的孩子 还是得那项敏感的性子 事到如今该怎么安慰他呢 这是美人师尊忽然想到了 那一日在洞府的场景 随后他轻轻咬了咬嘴唇 那玲珑有致的高挑身子微微攻下 将灵霄的手慢慢牵起 接下来便是美人师尊 完成先前许诺的画面了 灵霄瞬间就压麻呆住了 我的天啊 师尊这是在干什么那样 天命之子果然没死 更是为了满足一己思欲报复灵霄 报复整个青蓝宗 不惜与魔道中人同流 和无一步步堕落魔道 而石老也在此刻探清了 所谓天命之子的真面目 选择了弃他而去 夜晚 圆圆高悬繁星满天 而天命之子却成了一名独臂少年 浑身缠满纱布躺在一方弹幕床上 叶辰心中万般不甘 石老 我叶辰这一世是不是彻底结束了 我不甘心啊 明明只差一点就能碾压灵霄这个神棍 叶世子 早至今日 何必当初呢 一而再再而三的肆意妄为 不听老夫劝告 以至于落得惨淡收场 任命吧 以无论心智还是实力 都远不及那位领首席 叶辰一脸苦笑 他怎么也没想到堂堂天命之子 竟会落得如此下场 真是讽刺啊 以前一口一个小友 现在却换林霄那个神棍为领首席 真是新人圣旧人了 而石老也在此时冷漠地说道 若非他命格够硬 林霄那一件巴裂无比 植入葬 他现在该是一个死人了 好好活下去吧 至于其他的不必再抢求了 叶辰也听出了石老的言外之意 他这是要抛弃自己了呀 先前两人早就有个约定 五脉会武是石老 最后一次陪叶辰好比 如今叶辰大叔特殊 败得一塌糊涂 所以也是该分到扬镳的时候 在分别之际 石老还是为他送上了最后一挂 那就是剑种秘境里躺着 他另一个大纪元 或许此人才是他人生道路上 最重要的贵物 叶辰见石老这次是铁了心的放弃他 小脸上的表情更加崩溃 这时他忽然想到 自己还有最后的底台没出呢 那就是他的妹妹叶轩儿 此刻正带领八十万北川铁骑 赶来东宇与他会合 他这轩儿妹妹这辈子 最价糊的就是他这个哥哥 若是他知道林霄将自己打成残废 定会率领大军剑指青蓝 到时候青蓝宗 还不乖乖将林霄的狗头双手奉上 如此一来 此界的天命之子就只剩下他 可即便叶辰怎么苦苦哀求 石老依旧无动于衷 叶辰狂怒之下 当即便将魂戒丢了出去 这时屋外突然有人来访 而来人正是袁一郎 在有十五日便可到达东运后 袁一老道笑眯眯地抓着叶辰的手 打算带着他去十二元城洞府最深处 一瞬之间 叶辰整个人便躺在了一方石台之上 一股刺鼻的腥臭气息扑面而来 当叶辰低头望去顿时大惊 只见下方是横便也宛如修罗炼狱 并且那些尸体看起来还都是正道修士 这也验证了石老先前的猜想 果然这胖老头是隐藏在青蓝宗的魔宗剑笔 如今叶辰已然知晓一切 原意老而当即让他做出选择 是加入魔宗干一件足以翻天覆地的大事 还是成为他的养量 他若点头答应 过几日便会带他去见一位大人物 只要他愿意助你一臂之力 以叶辰定能脱胎晃谷逆天改命 将灵骁那个妖孽踩在脚下 这位气运滔天的天命之子丝毫没有犹豫 随即单膝跪地 不而愿为师尊赴汤蹈火 在所不辞 就在这时刚才消失的石老出现劝解叶辰 万不能与魔道中人同流合污 身为天命之子若是入了魔道 此界必定生灵涂炭 叶辰 收手吧 叶辰的嘴角却泛起一抹邪恶的笑容 如今的他已经回不了头了 只要能灭了灵骁堕入魔道又何妨 石老接连叹息 真是造念啊 错了 老夫从一开始就错了呀 来了来了 期待已久的神蓝风勇士派对终于来了 今夜庆功宴反派师兄不仅福利满满 就连高冷玉姐朱婉宁都被苏美人拉来向萧红林提亲 此刻的灵骁正在打扮着装 以前扮演反派人是拉里拉他也就算了 如今做回自己 自然是要成为俘获万千师妹方星完美无瑕的大师兄了 要知道今晚的庆功宴除了师尊以外 便是四十多个颜值出众的那门小师妹 她是唯一的男性 据神蓝风的首席指示所说 还是设在明月牙上彻夜狂欢的那种勇职派对 简直就是男人的天堂啊 以前一心想要回家的自己 就是个妥妥的大傻子 灵骁仰望天际 双手合十 一脸虔诚的告别家乡的父母 看着同镜里风光无限 宛如折仙凌凡的自己 灵骁口中赞叹不绝 这颜值放在前世娱乐圈 怕是不用连续两年半就能直接四位出道了 灵骁忽然想到少了个配事 于是朝外面的大厅喊了一句 怀珍啊 把大师兄那块玉佩给我拿来 话音刚落 灵骁的目光瞬间凝住了 她现在只希望怀珍能够复活 若是赵清蝶能顺利为怀珍重塑肉身 灵骁也不介意在对抗八大魔门时 顺手帮她登临南兆国国主之位 就在灵骁伤感之时 系统奉上一系列奖励 若是之前那个扮演反派人设的自己 听到这个声音肯定会忍不住当场破防 而现在这种躺着就变强的感觉 实在是太令人身心愉悦了 与此同时神轮风高景与弟子宿舍里 三位师妹已经换好了永逸等待派对开始 三师妹看着二师姐的身材羡慕不已 若是大师兄也这么觉得那边最好 当三师妹看向一旁先弱娇小的小师妹 心里就平衡多了 还是小师妹这种小丫头 从来不争抢大师兄 谁料眼前这位人出无害的小师妹 为自己准备的永逸竟然是不了最少 但最让两人意想不到的是小师妹 竟从衣柜里拿出大师兄送给她的白色长蜡 今夜大师兄必然是属于音音一个人的 为此音音已经做好了一切准备 等着抱我心爱的大师兄 另一边的凤鸣峰 祝婉宁和苏美人正依偎着在一起 看着隔壁神兰峰为大师兄准备的庆功宴 祝婉宁亲力的小脸微微动容 林师兄他真的很强 值得这场盛大的庆功宴 苏美人也十分认同他所说 林霄天资的确恐怖 就算太武真君不出面清点 你跟那夜晨败了之后 恐怕也没认识他的对手 但你为何跟郭友龙的鄙视时故意放水 苏美人深知从小要强的祝婉宁 不愿辱于他人 如今不知为何对一个 跟他针锋相对十年的老对手低头认输 你心中到底有什么顾虑呢 祝婉宁神色其然 祈求师尊不要问 近日的比武是他此生 唯一一次遵循内心的任性 希望师尊能原谅他这一次 苏美人心中品鉴着 遵循内心这四个字 他似乎想到了什么 拉着爱徒的小手腾空而起 为师这就和你去神乱风 向你肖师叔提亲 苏美人知道 他是看在林霄的面子上 让郭友龙迎他一次 但我徒儿这般痴心对他徒儿 他肖红灵今日必须得给出回应 每人师尊今夜真的是经验全场 开具便碾压三位可爱动人的漂亮师妹 而今夜也是大师兄 一直向往的人间天堂 此刻的神乱风明月牙 林霄早早便来到 位于明月牙之间的露天长生温泉边 如此盛景佩美人 让林霄有一种如灵仙境的错觉 这里是人间天堂吗 不知是哪位师妹率先发现了他这个亮子 大师兄来了 煞时之间 一个个身材玲珑有致 紧穿着修真戒特有的灵沙泳衣的少女 从水池中蹦出朝他涌来 大师兄今晚好帅气啊 感觉五脉会五之后 大师兄眉宇之间 比之前更有阴气了呢 在这般恐怖的攻势下 林霄竟然还能稳如泰山 我可不是夜晨那种 动不动就流鼻血的屌丝男主 我可是天命大反派啊 但想到如今自己已经彻底 跟原著中那个反派林霄做出切割了 现在的他才是真实的自己 一个来自蓝星温柔正直的好青年 其实现在想象以前那个反派系统 也并非完全一无是处啊 这是周围的美少女师妹们 拉着林霄一起进入温泉 在温泉池里林霄竟闻到了 一股浓郁醉人的酒香 原来是美人师尊心情大好 特意让师妹们去他的洞府地窖中 取来了沉眠鲜酿 倒入池水之中 为今日宴会增添几分乐趣 林霄心中苦笑 师尊 不愧是你 咒王直呼内行啊 就在这时 一道温柔悦耳的声音传来 林霄掉头望去 只见三师妹梳着淑女发迹 身穿白色青纱一脸羞涩地朝这边走来 诸位师妹能让她一些吗 在庆功宴正式开戏之前 师姐跟大师兄有些要事要谈呢 虽然其他师妹们不是很情愿 但一想到上一次那位男师妹 只是因为给大师兄写了一封情书 便被三师姐发配到了凶险的黑水河后 只能无奈地选择了离开 此刻的温泉处就只剩下林霄和三师妹两人 这时三师妹缓缓来到大师兄面前 刚要询问林霄他今日这一生怎么样 就被跑来的小师妹打断 当看到小师妹的这身后 林霄直呼好家伙 迪幽威还要过分 他们可都是我看着长大的妹妹 不可以 绝对不可以 正当林霄心思博杂之时 二师妹也朝着这边缓缓走来 如今一家四口气活了 林霄总感觉三位师妹今晚是有备而来 林霄一脸害羞 其实那四十个师妹们也已经很好看了 但终究差了三位师妹一个档次 能秒掉这三个小妖精的也唯有那位女神大人了 就在这时说师尊师尊道 只见一名身穿赤色凤纹纱裙 身材高挑恶魔化着精致妆容的绝美女子 朝着林霄缓缓走了 而这便是拥有轻视容颜的美人师尊了 爱了爱了 反派师兄这次是真的爱了 今夜如此良辰美景不仅有美人师尊相陪 更有师妹们俯亲舞剑 就在刚刚美人师尊一身赤色凤纹纱裙震惊全场 果然论角色还得是师尊大人了 萧红凌清了清嗓子 见到为师到来 而等还不行礼 全场女弟子分分攻身 我等拜见师尊大人 林霄心中隐约感觉不太对劲 师尊从来不讲究这些凡文入节的 怎么今晚变得这么官方了 见林霄与师妹分开笑红铃这才舒缓了许多 既然人都到齐了 那便开喜吧 只见一方方放着每位佳妖的淋浴暗桌被搬了上来 师尊与师妹们一边玩水洗闹 一边享用美食美酒 好不惬意 林霄见状也来了兴致 如此良辰美景 师兄我就在这里为师尊和师妹们献上一曲 随后哼唱了几首前世古诗次改编的歌曲 前世本就有着学友之称的林霄 此番开嗓顿时惊艳全场上 更是在三师妹动人情声的伴奏 以及二师妹的伴舞下 将泳池派对的气氛烘托到了最高 中途林霄好几次忍不住用余光去偷看美人师尊 都发现他双手脱腮 一双凤眸定定地看着自己 这可恶的反差萌简直让人完全没有抵抗力啊 久过三旬 林霄见师妹们兴致丝毫不解 正准备提议玩个小游戏 忽然一道威力的声音从上空传来 红灵师妹你今日定要给本作一个解释 而来人正是苏妹跟祝婉宁这一对美人师徒 萧红灵仍是自顾自个喝着美酒 苏师姐今夜是我神兰风的庆功宴 以此番前来打扰是何用意 红灵师妹本作方才不是说得很清楚了吗 要你今日给我一个交代 林师指你可知道 我家徒儿他为你付出了多少吗 随后便让身旁的祝婉宁自己解释 林霄看的也是一头雾水 这特喵的到底是什么情况啊 本大反派和祝婉宁好像没什么交集吧 原著中也没有这么离谱的桥段了 两人目光交接间 祝婉宁脸颊羞红 师尊您真的误会了 我跟林师兄之间清清白白明月可见 此话一出萧红灵神色微微一变 师妹们更是瞬间黑了脸 两人之间肯定发生了什么事情 苏妹语气冷利的呵斥道 今日会武第一站你本能战胜对手 却为了眼前的这个男人 你故意输给了他的师妹 听了这番话 全场少女一时议论纷纷 没想到孤高冷傲的祝师姐会有为情所困的一天 这一对情侣我刻定了 苏妹虽然心疼徒儿 但此番是要将林霄这等能扭转自己命运的天选期 才收为凤鸣峰的女婿 如此一来 她未来在青蓝宗的地位便会更胜一筹 萧红灵更是怒而站起 来到苏妹跟前 至此 两位美人手作 强强对之气势各不相让 师姐还请你说话注意一些 我家的徒儿天下无敌 何须别人施舍胜利 来了来了 绿茶小师妹今夜终于将魔爪伸向了大师兄 在得知大师兄心有所属后 美人师尊靠着买醉来缓解心中的伤痛 泳池派对也变成了失恋派对 就在刚刚苏妹带着自家徒儿来找萧红灵讨要说法 就在两人僵持不下时 一道平静的声音传来 师尊 苏师伯说得不错 祝师姐的确胜我一筹 今日败的应该是我 但是一马归一马 虽不知诗师姐到底为何会做出这般举动 但我却知道 大师兄对诗师姐绝无爱恋之意 据我所知大师兄已经有喜欢的人了 此话一出全场哑然 林霄见证连忙出言致止 二师妹 你给我闭嘴 我喜欢你这件事是能到处随便说的吗 身旁的萧红灵目光呆滞 他不愿相信刚刚林霄所说的一切 此刻的林霄很清楚 现在的他已经横扫系统做回了自己 并且明白三位师妹和师尊的心意 所以在抵御魔门入侵之前 必须先把感情的归宿定下 免得三位师妹因为争夺自己大打出手 而眼前这位最强势的二师妹 便是最好的选择了 此刻的二师妹已是泪流满面 大师兄 谢谢你 你终于愿意回应有容了 而其余两位师妹内心却遭到了雷霆打击 他们不甘心呢 自己到底哪里比不上二师姐呢 祝晚宁挤出一丝笑容打破了尴尬气氛 师尊 你也看到了 我跟林师兄真的毫无感情牵连 只是普通的同门情义 不过既然咱们来了 一切都是误会 陪你师妹好好喝两杯 我们今夜一醉方休 接着奏乐接着五 这一夜 伤心欲绝的两位师妹推杯换掌喝的大醉 中周修真界最霸气的红灵仙子也同样如此 见美人师尊状况不对 林霄正准备去查看下师尊的状况 小师妹却忽然来到了她的跟前哭个不停 林霄见状赶忙上前询问发生了何事 大师兄音音只是喝醉了 忽然想到圣寿院有一头很可爱的灵兽快死掉 所以师兄你能陪音音去看一看她吗 小师妹摇了摇头 解释那只小灵兽先前只见过大师兄 他最害怕生人了 无奈的林霄也只能吩咐二师妹先帮他召开一下师尊 他去去就回 很快林霄便和小师妹来到一处 位于圣寿院深处的一间小墓旁 这个时候 远处忽然传来一阵婉转清脆的鸟叫声 林霄刚要询问小师妹这是什么鸟 下一秒整个人一时开始模糊 紧接着身体后仰昏倒在地 这时小师妹打了个响指 续空之上竟出现了一只妖王镜的鬼鹰 原来这一切都是小师妹搞的鬼 大师兄 今晚 你终于是属于音音一个人了 鞭针无邪的小师妹竟对反派师兄 做出如此大逆不道的事 前游泳池派对二师妹当众表来 后游小师妹最强反套路师兄 也不知道师尊和其余的师妹们该如何应对呢 就在刚刚小师妹忽悠林霄来到了圣寿院深处的一间小墓屋 紧接着便被小师妹的妖兽催眠昏倒在地 此刻的灵霄躺在地上 四肢根本动弹不得 恢复意识的灵霄发现眼睛已经被全部盖住 看不清 根本看不清 灵霄怎么也没想到小师妹竟敢算计自己 果然不能相信任何一个漂亮的师妹 夜空中的雨水敲打在小墓屋的网片上 练习时长两个半小时的小师妹终于率先出道 可怜二师妹虽然在大庭广众之下官宣 可惜还是晚了一步 而小师妹脸颊羞红 连忙向师兄表达歉意 大师兄 对不起 都是阴阴的错 却又保留着意识与身体的本能 也就是说刚才所发生的事情 每一分每一毛 大师兄都是能清楚感知到的 虽然灵霄紧闭双眼好似昏死过去 但他不仅能感知到种种 还受到曾经获得的天人秘术的神效 现在的他不仅神态硬 而无相剑体之中的磅礴剑意也因此更加浓厚 其中一部分也被小师妹全盘吸收 自己一手带大的纯真无邪小师妹 没想到背地里居然套路自己 被害人灵霄死死的闭着眼睛 不知道该怎么面对这一切 就在这时 门外传来了一阵说话声 三师妹 大师兄跟音音真的会在这里吗 小师妹听到这熟悉的声音 顿时有些惊慌失措 她身形一栋藏到了后面的草丛中 而两位师姐也在这时推门进来 看到躺在地上全身湿透了的大师兄 两人一脸心疼地将大师兄搬运到了屋内的床榻上 为何音音这丫头也不见了 难道是遭遇了魔化灵兽的袭击 二师妹却感觉此事不太对劲 以大师兄如今的实力 即便是镇守宗门气韵的四大胜手 也不可能做到毫无打斗痕迹的江大师兄击晕 灵霄感受着身体正在逐渐恢复 决定不再眼下去 果断睁开了眼睛 两人连忙关切地冲了上来 并询问灵霄到底发生了何事 灵霄当即编了一个故事 表示方才与小师妹到此处时 忽然被一头黑色妖兽催眠倒地不省人事 小师妹应该是见我被那妖兽袭击 所以心中愤怒前去捕杀她了 虽然这个故事变得有些粗糙了点 但总好不告诉他们真相 自幼对这位小师妹宠爱有加的郭有龙 心中焦急难耐当即就要去寻找她的踪迹 可正当她要深化顿光而去 却被一旁的三师妹拽住了胳膊 三师妹神情名重将她拉到一旁 师姐 此事绝不寻常 反派大师兄净同师尊和师妹们玩起了真心话语大冒险 原来灵霄想从他们口中套出一些秘密 有着修真戒灵刀仔的青蓝宗独怪之称的她 今晚势必要大杀四方 就在刚刚正要去寻找小师妹的郭有龙 被三师妹拉到一旁 她百分百确定 那头催眠师兄的怪名 便是媲美修士元英尽的妖王鬼英 而鬼英这种级别的魔兽 根本不可能出现在圣兽院的 二师妹神情紧张 你的意思是 这头鬼英是被小师妹驯服故意带到这里来的 二师妹连忙吼定这一猜想 天真无邪的小师妹怎会对大师兄图谋不轨 不可能 绝对不可能 就在这时 身后一道熟悉的声音传来 二三师妹惊喜地回头 出现之人正是他们惺惺念叨的小师妹路英英 原来躲在草丛里的她 已经将三人的对话全部听得一清二楚 既然大师兄都主动隐瞒此事 在找机会带着大师兄远走高飞之前 今晚的一切都是独属于他们两人的不能说的秘密 随后小师妹又将大师兄刚才所说的话再次复述了一点 借此打消两位师妹的疑虑 听了这话 郭有龙跟楚又微对望了一眼 也不再多说什么了 二师妹随后来到林霄面前 询问身体恢复的怎么样了 需不需要有龙卑谜 一旁的三师妹看着两人如此亲密 心中自然是难受无比 大师兄方才在庆功宴上 已经亲口承认他喜欢二师姐 我和他的争夺战看来已经彻底分出了胜负 同样小师妹的表情也是多少有些不自然 四人回到明月牙的温泉池就被师尊问话 小师妹可怜巴巴地开始了卖惨表演 对不起师尊 是音音拜托大师兄同我一起去看望一头即将死掉的灵兽宝宝 请师尊不要怪罪大师兄 美人师尊向来是吃软不吃硬 见小徒弟一副楚楚可怜的样子 语气瞬间柔和了下来 既然这样那我们就接着庆功吧 林霄却有些尴尬的说道 师尊 都这么晚了 还喝呀 萧红灵于光不经意的撇到二徒儿紧紧挽着林霄的手 心中莫名一阵感到心酸 为了缓解心中的不开心 他将手中的美酒一饮而尽 见师尊如此豪以 林霄于是提议 趁着苏师伯和助师妹也在场 指向的文字来判定输赢 指向有字便是赢 指向无字便是书 早年间他没少靠着天机盘坑骗外门师弟们的灵石 而向来与不良嗜好不共戴天的林霄 之所以拿出此物 是想跟大家玩一个新游戏 那就是真心话大冒险 玩法就是指向有字 便算是果 直接下一位 若是指向无字 便得选择真心话或者大冒险的一项 林霄之所以组织玩这个游戏 就是为了从师尊和师妹们的口中套出一些秘密 而他林某人 正是玩这个天机盘的高手 人称修真界灵刀仔 清完宗赌贯 今晚看我林霄如何拿捏他们 原师尊为何如此伤心欲绝 只因自家徒儿竟在大庭广众之下 被苏妹亲吻了脸颊 殊不知最大的人生赢家其实是绿茶小师妹 就在刚刚选择大冒险的苏妹 竟抽到了和在场的一名男子亲吻 看着手中的纸条 林霄人直接马了 这特喵的是哪个师妹写的呀 整座神乱主风都只有他一个男人了 这岂不是要苏师伯对他这个晚辈下手吗 莫说是他 师妹们同样是一脸不解与愤恨 然而让林霄万万没想到的是 面前苏师伯竟然玩了玩秀法 一脸笑意地朝着他走来 苏妹一边说着 打量着面前的俊美失职 一双雪白的御手托起了林霄的脸颊 我身为一脉手作 自当做出表率 一诺千金 二三师妹刚要上前阻拦 面前的圆桌就被美人师尊一把掀翻 没意思本作不想玩了 小二 送为师回洞子 看样子是美人师尊吃醋 谁料面前的苏妹已然轻轻地在林霄的脸颊上吻了一记 这一瞬 全场所有女子都是震惊地瞪大了眼睛 大师兄的初吻就这样在大庭广众之下被剥夺了 这一刻 萧红林万般醉意上头 险些昏倒过去 苏妹确实抿了名嘴唇 婉宁你看到了 这便是我凤鸣封女子之魄力 说一不二 祝婉宁小脸微红 声音也有些发色 好吧 婉宁明白了 二师妹见状一个剑步冲了过去 苏师伯您太过分了吧 林霄赶紧上前将她拉住 友荣师妹悟惊 只是游戏而已 格局 格局啊 好了 看来今晚的气氛已经不适合再玩下去了 婉宁随为师回山 临走之时苏妹回过头 目光越过所有女子看向了林霄 林霄只觉得一阵苏玛 这女人的眼神太魅了 就这样 在全场眼巴巴的注视下 凤鸣峰的苏师伯带着徒儿生化顿光而去 一旁的萧红林这才回过未来 她只觉得心中发堵 痛苦难忍 随后借着酒精 不管不顾冲了上去 从徒儿有容的手中将心爱的大徒弟夺了过来 强行拉着林霄化作一团青色剑红朝着天女牙飞去 二三师妹望着天边顿光消失的方向 心中都是泛起无限怅然 这一刻 他们心中惊讶地发现 原来他们最介意的并不是苏师伯 而是自家师尊大人 只有不远处坐在池边的小师妹心里清楚 她才是那个人生赢家 此刻的天女牙莲花洞府内 美人师尊心中说不上来的难受 连话去酒意的力气都没了 林霄见状哪里敢怠慢 赶忙上前照顾起喝醉的师尊 师尊 喝一碗节酒汤再入睡吧 谁料美人师尊竟一把抓住林霄的衣领 含情默默地看着自家图案 派大师兄最爱的人依旧只有美人师尊一人 更是在师尊睡着后偷偷亲吻她的脸颊 而两人的因果关系和剧情改变 都是来自女王叶轩 正所谓今日果 是她昨日种下的因 就在美人师尊微醺之时 竟一把拽住了林霄 想让她像小时候那样为她喝节酒汤 看着师尊那娇羞可爱的小脸林霄好生喜欢 别看林霄平日里大大咧咧 但在感情方面上还是个纯爱战士 最终理智战胜了一切 直接将师尊果得严严实实 接下来 如同小时候无数次照顾这位大美人那样 熟练地拖起她那张绝美脸蛋 半红半片地将节酒汤喂入她的口中 待见其完全喝下之后 她又驱散了洞里的文营 做完这一切 林霄又乖乖地坐回床榻边的铺团上 安静地看着眼前最熏熏的师尊 实际上从八岁那年上山开始 这种情景已经发生了无数次了 毫不夸张地说 每当萧红林喝得大醉之后 林霄这个大徒弟便宛如一个贴身保姆一般悉心照料着她 每当这个时候 她心里总是泛起浓浓的温情 因为师尊是她来到此界第一个对她好的人 纵然师尊身材堪称完美 她也没有半分邪念 林霄很明白 从某时某刻起自己心中的孝心已经发生微妙的变化 但是她对于师尊的感情 与对其他三位师妹完全不一样 是一种纯粹的爱 如果可以 林霄甚至不介意时空停滞 就这样安静地看着美人师尊一千年一万年 林霄嘴角含笑 温柔地凝视着眼前的师尊 不知不觉已经十四年 她这一世都长大成人了 可师尊还是一如初见识经验 林霄忍不住探出手指 轻轻触碰师尊的鼻尖 不由感叹此界只怕没有比师尊更漂亮的女子了吧 萧红灵也在这时缓缓睁开了双眼 可仍是半梦半醒的状态 林霄温柔款款地道 师尊要乖乖的 什么都不必想 酝酿睡一变成 兴许是醉意正浓 萧红灵竟宛如呆萌小女孩般乖巧地点了点头 那萧二可不许离开 就在这里老实陪着为师 林霄握着师尊修长的手掌连忙答应 这时萧红灵忽然想听林霄讲他家乡凡人修仙的故事 林霄摇了摇头 师尊 今夜不讲凡人修仙了 我们来聊聊过去的事情 林霄忍不住发出了心中疑问 十四年前在桃花园的酒馆里 师尊是怎么把我相中的 原来当时的神乱风若是再无一个清传大弟子正常的话 便会按照清兰祖讯并入其他脉 于是他便下山走了一遭 觉得林霄有演员便决定收下 然后师尊发现我的剑道资质过人 所以改变了想法 决定亲自抚育我成长 萧红灵却表示并不是因为林霄见到资质足够妖腻 才收下他成为清传弟子悉心培眼 其实真正改变萧红灵想法的是 那一日林霄不身从坏人手中 救出那个小女娃的一腔孤勇所打动了他 林霄心中震惊无比 他没想到一切剧情的改变 都是从那个小女孩开始的 也正是因为这件事 这方真实的师尊就对他有一种 原著中不存在的特别感情 这才会为他建议惯领 各种开小造 祝他打败叶晨 今日果 是他昨日种下的鹰 林霄神色动容 刚准备要说些什么 耳边却是传来了一阵阵的沉闷呼吸声 原来绝美高贵的红灵仙子 睡觉也是会打呼噜的呀 随后林霄偷偷送给了每人师尊一个吻 晚安 好梦